这是一部再也请不起的神仙阵容 就连当红明星也只能当配角 整部剧用在特效上面的经费高达五千万 观众看完直呼过瘾 他就是青云志 传说在数千年前 天地诞生正魔两派 他们天生相克战火不断 魔教意图称霸忠明 剑指天下 以青云门为首的正道人士为保护家园 不得不解除上古封印 祭出诸仙剑 在诸仙剑的加持下 正道人士大获全胜 将魔族之人赶出武林 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 没想到新的邪物从此诞生 他是天下志兄之物是血猪 靠西式精血而生 既然巧合下被魔教长老黑心老人所得 一时间所向披靡杀人无数 是血猪一跃成为魔教之宝 可是自从黑心老人死后 此猪便不知所踪 直到数百年后 在一间破庙里 一个神秘男子正在练习功法 而他面前的猪子赫然就是是血猪 正在这时两个少年意外闯入破庙 其中一个少年受是血猪影响 突然性情大变 一把掐住张小凡的脖子 好在神秘男子及时发现 就下快要窒息的张小凡 林鲸鱼也恢复理智 看见走出来的神秘人 咋看都不像是好人 别和陌生人说话 快走 咱们快走 这里是与世无争的草庙村 张小凡与林鲸鱼从小在这里长大 极少遇见村外人 自然对那个神秘男子保持警惕 而这个神秘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天音阁四大神僧之手朴至 当年他惨遭魔教偷袭 一直潜伏在破庙疗伤 眼看重伤即将痊愈 却引起有新人的注意 午夜时分 熟睡中的林鲸鱼被一个黑衣人扛走 正巧被张小凡撞见 跟着黑衣人一路追到破庙 发现黑衣人将林鲸鱼扔在破庙前 普志发现少年身重剧毒 不顾重伤之躯 运功替林鲸鱼疗伤 就在这时刚刚那个黑衣人再次出现 好在普志早有察觉 运功将他挡在门外 殊不知郑重黑衣男子的轨迹 他要让普志功力耗尽 自己在趁虚而入 普志心之肚明 果断将林鲸鱼体内的毒虫 吸收到自己体内 防止功力继续耗损 他要把功力留着去收拾外面那个阴险小人 黑衣男子显然没有料到普志来得那么快 错不及防之下 被普志一掌打进山洞 没想到这个黑衣人也不是小角色 竟与神僧之手的普志斗的不分伯仲 突然普志虎去一阵 将刚刚吸到体内的毒虫射向黑衣人 没想到毒虫竟然演化成一把兵器 原来黑衣人是魔教练血糖的人 想要从普志手中夺走是血猪 只是没料到普志那么难对付 自己已经事先消耗他功力了 竟然还对付不了 逼不得已只好开大招 以宝剑为影子指天际 刹那间天雷滚滚 一道闪电从天而降 强大的电流生命人头皮发麻 普志健壮立刻祭出是血猪抵挡 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引来张小凡的注意 悄悄躲在一旁观看 不料被二人所产生的能量波及昏死过去 最终还是普志技高一筹 利用是血猪击退黑衣人 但是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原本救伤未遇 三番五次就这两个少年也耗损不少功力 普志已经赶到自己时日不多 无法保护两个少年 唯有将他们送到附近的青云山 方有一线生机 突然他怀中的是血猪发出丝丝光芒 普志的眼中也泛起阵阵红光 一个邪恶的念头闪过脑海 若是传给他们天鹰功法 一生的夙愿就能够达成了 普志看下二人 选择了较为老实的张小凡 运功将自己毕生的功力传授给他 结完之事 你不能对任何人说 就算是父母也不能说 在传授完功力后 普志拿出怀中的是血猪 自己沦落至此都是因他而起 他希望张小凡能替自己扔掉它 说罢便将是血猪交给张小凡 普志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决定 却改变了张小凡一生 两个少年一觉醒来全足被杀 本以为这会是悲剧的开始 没想到是崛起的开端 青云山的修士见他们可怜 便将他们带回青云山 青云山乃是武林第一门派 自青叶开宗立派至今已有两千余年 青云山脉更是巍峨高耸 连绵百里 风轮起伏 云雾缭绕于群山之妖 南见山谷真容 这里呢就是红桥 桥底下是万丈深运 红桥对面便是青云山 他们刚刚走到对面 顿时天昏地暗 晴朗的天空被乌云笼障 一条巨无霸从水里跳了出来 他是上古灵兽水麒麟 如今是青云派的镇山神兽 只见神兽在张小凡的身上扫了扫 并未发现异常后才起身离开 或许只有张小凡明白水麒麟为何暴动 二人一路畅通无阻来到正殿 只见青山掌门与各位长老早已再次等候 他们对这两个少年心存怜悯 如今他们已经无家可归 将来何去何从是最大的问题 这时龙守风的苍松长老率先起身 表示要收林晶宇为徒 苍松师兄 你那么着急的想要收徒弟 难道是看中他们的资质了 林晶宇乃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苍松正是看中这点 想将他收归门下 其料遭到众人哄抢 我看这小子跟我命中有缘 不如就让他败在我的门下吧 天才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青云掌门希望林晶宇尽快成长起来 所以让他败入最有实力的苍松门下 可是当他看向张小凡时 却犯了难 可是这位张小凡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就是没人愿意收他入门 只因张小凡根骨平平 头脑愚钝 没人愿意收留一个脱油瓶 掌门到玄剑无人认领 只好将他硬塞给大竹锋田不义 因为两个少年都是田不义带回来的 田不义此刻别提多无语 大竹锋为青云七脉之一 青云七脉中人丁最为稀少的一脉 契今为止除了田不义的老婆和女儿 仅仅只有六个徒儿 如今来了一个张小凡 对他们而言就是天大的喜事 纷纷围着他续寒问暖 还有一个热情的小师姐 我是你师姐田灵儿 他们的关心让张小凡倍感温暖 可是随着田不义的出现 这温馨的场面顿时不见 你们几个在做什么 我们在和新来的师弟说话呢 哎呀 灵儿 我怎么没有看见新来的师弟啊 田不义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不承认张小凡是他徒弟 大竹锋本就人数最少 田不义希望能收个天才稳固将来 怎料天才没抢到 来了个废材 怎能让他不生气 张小凡如何看不出自己不讨人喜欢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 做不到像林金宇那般讨人喜欢 也没有地方可去 即便待在大竹锋当个厨子 也总比吴家可归好 这便是张小凡如今的想法 可是张小凡万万没想到 他会因为一顿午饭改写人生 大竹锋人手不足 会厨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只有六师兄会把饭菜做熟 众人早就吃得反胃 而张小凡从小在农村长大 时常帮助盲农活的父母洗衣做饭 做出来的饭菜自然是秀色可餐 他们如何抵御得了这种用 就连田不易也是心不在焉 手里拿着书 眼睛却在桌上 爹 你说拿反了 而且你能不能快点动筷子呀 你不动筷子 他死活都不让我们吃 我都急死了 田灵儿的话 无疑是给了父亲一个台阶下 一本正经的接过碗筷 慢慢的给自己喂了一勺 香味瞬间在口腔炸开 田不易不顾形象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众人也赶忙动筷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 这一刻张小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至少不是一个废材 田不易也是第一次正眼看张小凡 虽然他不是练武的那块料 但是念在他身世可怜的份上 还是让他败在了自己门下 别人一个月就能砍断的竹子 他硬实用了半年 我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当他还在为砍断第一根竹子沾沾自喜时 他的好朋友林金宇在苍松的指点下 已经炼成第一层功法 反观张小凡 炼成第一层竟然用了三年 转眼又过去两年 他连第二层都还没学会 打破了青云门升级最慢的记录 虽然他不是学武的料 但是为人处事特别低头 借点前辈 前辈 当得知六师兄最近手头不宽裕 他便偷偷挖了师父伴母仙药拿到集市售卖 怎料张小凡没有经商经验 成交的第一笔生意就收到假钱 张小凡如何咽得下着口气 即便不要地上的仙药也要抓到这个女贼 女贼显然不止骗了他一人 身后一群人正在追赶他 奈何女贼会飞檐走壁 硬是将这些人耍得团团转 没想到张小凡这次学聪明了 从反方向将女贼截住 想用自己三脚猫的功夫拿下女贼 结果不过是自讨没趣 反被女贼耍得团团转 用竹框将他牢牢套住 近距离接触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精致的小脸 张小凡没想到女贼竟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你是谁啊 为什么拿石头骗人 赢钱收器当面点青 过后该不负责 你自己没看清楚啊 个谁啊 面对理智气重的女贼 张小凡也只能眼睁睁看他逃走 正要回去拿回剩下的药材 却被同门师兄曾叔叔拦住 他想请张小凡给自己找本书 你到底要找什么书啊 我帮你找 找严如玉嘛 严如玉 当张小凡知道什么是严如玉后 说什么也不愿帮他寻找 正在这时一道倩吟走进书店 这俄罗多姿的身材 苗条的身段 看得曾叔叔再也挪不开眼 此女名幻陆雪奇 号称是青云门第一美女 是曾叔叔的梦中女神 此刻再也步步地寻找春宫图 连忙上前与女生搭讪 奈何陆雪奇出了名的高傲 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就在曾叔叔准备死缠烂打的时候 青云门戒律堂的弟子闯了进来 下得三人魂飞魄散 撒腿就跑 可惜张小凡还是慢了一步 被戒律堂的人抓住手臂 张小凡本想挣脱束缚 但是看见此人长相后愣住 这不就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林晶宇吗 只不过如今他也不是当初那个少年 而是戒律堂的执行弟子 老友相见甚是想念 曾叔叔见识熟人 顿时放心不少 谁跟你自己人 不务正义 戒律堂长老已经下过命令了 青云弟子不准进这间书铺 你现在跟我走一趟吧 到戒律堂喝杯茶 等一下 你们俩不是老乡好吗 对啊 我们是老乡 那就麻烦你委屈一下 黑锅你来杯吧 因为林晶宇的关系 戒律堂虽然没有治他罪 但是他偷跑下山的事情 还是被田不义知道 田不义本就看不惯张小凡 一顿臭骂自然是在所难免 可是无论师父怎么骂 张小凡只回答一句话 师父 弟子知错了 知错知错 勇于认错 结局不改是吗 相比于他做错事 田不义更讨厌他唯唯诺诺 看见他的样子就喜欢不起来 师父呢 求你个事行吗 若是他年行走江湖之时 人家问起来 张小凡呢 你失成何人呢 别跟别人说我是你师父 我丢不起这人 田不义让他不要出去丢人现眼 也不要说自己是他师父 我丢不起这人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张小凡都被罚在后山砍竹子 而他的命运也将从此刻改写 就在刚刚 张小凡正在竹林砍竹子 一只猴子正不停往他身上扔狮子 起初张小凡还以为是师姐在捣乱 回过头才发现是只泼猴 奈何泼猴很会走位 张小凡连根猴毛都没摸到 正在这时田灵儿闻讯赶来 猴子发现他是惹不起的存在 立刻向远处逃去 二人一路追踪来到水潭 发现此处黑气缭绕 刚刚还活蹦乱跳的猴子 被一团黑气束缚在岸边无法动弹 田灵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准备上前一探究竟 没想到被黑气熏倒 张小凡见状想要把师姐和猴子脱离岸边 胡料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手掌还被碎尸割破一条长长的口子 正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张小凡胸口红光乍现 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他托举到半空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一根铁棍破水而出 此棍通体黑色 外面还被一团黑气笼罩 正是上股邪物射魂 张小凡胸口的是血珠 像是受到某种召唤 主动向射魂靠近 刹那间两件邪物合二为一 一把新的逆天邪物就此诞生 他被张小凡手心的伤口吸引 贴近手心疯狂稀释精血 导致张小凡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师姐已经醒来 刚刚发生的一切仿佛像一场梦 要不是手中拿着铁棍 张小凡很难相信这是事实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先前那只猴子紧紧拽着张小凡不放 竟然想要跟着他走 张小凡只好将其带在身边 从此一人一猴相伴左右 曾叔叔告诉张小凡 此猴乃上古异兽三眼神猴 待他成年以后 就能打开第三只眼睛 而且他还通晓五行仙术 还这个千里眼呢 他没想到这只猴子还有这等来历 不过相比于猴子的身份 张小凡更好奇铁棒的来历 除了时不时散发着光芒外 好像也没有其他奇特之处 后来张小凡发现用他烧火特别顺手 于是给他取名烧火棍 可就是在他这里用来烧火的烧火棍 在魔教眼里却是至宝 他是魔教炼血堂长的年老大 一心想要找到魔界至宝是血猪 五年前是血猪在青山附近出现 所以年老大隐心埋名潜伏在青山五年 就是为了找到是血猪 时隔五年 是血猪终于再次在青山派黑竹林附近出现 正在这时田灵儿正好前往黑竹林给张小凡送饭 发现一群黑压压的乌鸦向他袭来 立刻展开反击 可惜并不是一个量级的战斗 田灵儿的琥珀珠林被乌鸦咬住 一个人隐顺着琥珀珠林悄无声息来到田灵儿身边 轻而易举将他制服带走 张小凡半天不见师姐送饭 正沿途寻找 突然发现师姐掉在地上的法器 以及一旁留下的纸条 纸条写着让他们拿一件东西去赎回田灵儿 可是没人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凶手是谁 这是林静宇从凶手留下的纸条上发现一点 这与他以前在山下书店看见的纸张一样 为一探究竟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张小凡假装买书前入书 林静宇悄悄前入后院搜寻田灵儿 很快张小凡就在书店发现一点 隐约听见礼物传来敲打的声音 正是被勤来的田灵儿 张小凡趁其不被冲入房中 可惜早已不见师姐的身影 年老大件事情已经败露 准备杀人灭口 可是仅凭张小凡这三脚猫的功夫 如何会是他的对手 没过几招就被制服 正在这时林静宇听见动静赶来支援 本以为二人联手尚且有一战之力 怎料年老大实在太过强大 二人联手也不是他对手 危机关头 潜伏在外面的田不义及时出手 拦住动了杀心的年老大 年老大在小辈面前还可以耍耍威风 可是在青云派长老田不义的面前还是个弟弟 本着打不过就逃的原则 年老大化作一缕黑烟消失在书店 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救出田灵了 反而彻底惹恼年老大 将青云派271名弟子的家属全部抓走 让这些弟子自己去赎人 如若不然就把他们的家属全部杀害 一时间青云派上下人心惶惶 青云掌门为安抚人心 让这些弟子前去救援 所有长老以及掌门潜伏在暗处 刺激寻找机会出手相助 一场营救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这五年来 嗜血猪始终在青云山漂浮不定 必定是被人随身携带 所以年老大就抓来所有弟子的家属 趁他们来救人之际 从中找到失踪已久的嗜血猪 并在路上给他们制造重重阻碍 逼迫嗜血猪现实 这是年老大创造的血液灵骨 凡是被封树叶缠住的人 都会被牢牢困住无法动弹 一时间青云弟子乱成一团 危机关头 一道倩影从远方飞来 她是血液灵骨入雾 轻而易举就将气破解 张小凡看着眼前这个女子 很难把她与当日的女贼联想到一起 女子自称必要 对炼血堂一代了如指掌 此次前来是为母报仇 当年她与母亲遭到年老大追杀 母亲被她残忍杀害自己侥幸逃脱 今日希望能联手青云门报仇血分 仇人的仇人就是朋友 何况碧瑶刚刚还救过众人 于是众人分为两个小组 曾叔叔与陆雪奇一组 负责解救被抓走的家属 张小凡 林京与碧瑶三人一组 负责潜入炼血堂 伺机解救田灵儿 三人换上卧底提前准备好的衣服 慢慢向炼血堂总部靠近 碧瑶从二人的谈话中得知 碧瑶掉进一个山洞 就在她感到绝望时 洞口的一束光给了她生的希望 有没有人啊 我今天太黑了 我下不来 我给你个包子 我明天又来看你啊 正是这个包子 让碧瑶撑到父亲来救她 这么多年过去了 碧瑶对那个少年始终念念不忘 可惜再也没有恩人的消息 突然水中一个神秘生物 正在向他们靠近 这是什么 为摆脱神秘生物 二人拼尽全力滑向岸边 总算如愿以偿地来到炼血堂总部 可是还没等他们找到田灵儿 就撞见年老大的狗头军士狗爷 就你 跟我走一趟 我吩咐你办点事 走 为了不暴露身份 碧瑶不得不跟着狗爷走 张小凡不放心碧瑶 暗中跟了上去 却被炼血堂的守卫发现 眼看就要暴露身份 一名男子主动站出来替他解围 此人正是潜伏在炼血堂的青云门弟子 按照他的指引 张小凡找到了田灵儿 可是年老大就在一旁守着 张小凡无从下手 正想折回另想他法 却遭到一群乌鸦袭击 因此暴露身份 张小凡索性赢了上去 与此同时碧瑶正在为狗爷做全身按摩 闲聊中从狗爷口中得知 年老大养了一条千年血鲲 抓来的人质都是为了喂他 那 那有什么用啊 据说啊 只要得到黑心老祖的宝贝 就能把那鱼身上的精气 全都吸到自己体内 增长修为啊 到时候那可就牛大发了 碧瑶没想到年老大的野心那么大 好在还没让他得逞 一掌打晕狗爷 他要赶去告诉他们 正好撞见来寻他的林金宇 二人按照张小凡留下的记号找到老巢 同样遭到一群乌鸦袭击 碧瑶躲避不及掉下悬崖 被林金宇及时拽住 这一幕让碧瑶从他身上看见恩人的影子 心中不知觉地把他当作那个少年 来不及向林金宇道谢 二人迅速加入战斗 怎料二人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张小凡还险些被丢进岩浆 危机时刻碧瑶一把将他抓住 可是林金宇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个人根本顶不住 被年老大一掌拍晕在床上 转头看向正在解救田铃儿的二人 正想出手阻止 突然续空出现一只凤凰 对年老大形成压迫 张小凡这才趁机逃走 只可惜是葫芦娃救爷爷 救走一个又留下一个 这日年老大正想把林金宇喂给血昏 张小凡不顾安危上前救援 却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 怎会是年老大的对手 不仅没讨到半分好处 烧火棍还被他夺走 年老大看着这根黑不溜秋的铁棍 一眼看出此味何物 是血猪 还给我 踏破铁血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年老大苦寻数百年都没有找到 没想到张小凡主动为他送货上门 他怎么能不高兴 立刻开始吸收血空的脑 与此同时曾叔叔与陆雪奇也找到被俘的家属 只不过负责勘压的是一只火狼 曾叔叔顿时心生一技 从腰间拿出一个笛子 并让陆雪奇捂住耳朵 顿时山洞内敌鹰缭绕 火狼在敌鹰的催眠下逐渐睡着 怎料跟着睡着的还有曾叔叔 陆雪奇没想到他的催眠术那么强悍 就连自己都不放过 赶忙对他进行紧急救援 就在陆雪奇束手无策 准备采取人工呼吸的时候 抓住陆雪奇 原来他只是假装被催眠 目的显然很不单纯 二人趁火狼睡着的间隙 准备放纵人出去 怎料铁门被一把密码锁锁着 曾叔叔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打开 曾叔叔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打开 曾叔叔非但没有泄气 反而义正言辞地说道 没有奖励就没有动力 陆雪奇看了看里面等待救援的人质 不得不妥协答应他的要求 没想到曾叔叔直接拿出一把钥匙 轻而易举打开密码锁 陆雪奇这才知道被耍了 奈何解救人之要紧 只能把这笔账先记着 还不等众人走出山洞 山洞就发生剧烈震动 掉落的石头正好把熟睡的火狼砸醒 咆哮着冲向走在最后的陆雪奇 即便陆雪奇武功再高 也不是这批火狼的对手 毕竟在身高上火狼就占据优势 一个恶狼忽视把他按在墙壁上摩擦 这样下去估计明天就要变成火狼的奥利给 危急关头曾叔叔总算赶到 从口袋里掏出一堆东西 发现没有一件衬手的兵器 最终选择了一面镜子 用它照射火狼的眼睛 火狼被强光射得睁不开眼 从高空中坠落 陆雪奇趁机发出一道1000伏高压电 电得火狼落荒而逃 所以千万不要招惹母猫 不然就会像曾叔叔这样 躺着也中招 随后曾叔叔又从口袋掏出一个风车 带着雪奇逃离山洞 而年老大这边还在继续吸收血坤的力量 眼看就要达成所愿 一袭黑衣的碧瑶将她打断 杀母之仇不共带天 十几年来她无时无刻不想报仇 如今仇人近在咫尺 碧瑶只想把她碎尸万段 年老大 你还记得当年的青云山下 杀死我娘亲的血仇吗 原来你是鬼王和小痴的女儿 年老大的话被张小凡一字不漏听在耳里 这才知道碧瑶的真实身份 来不及多想 碧瑶就被年老大打飞出去 张小凡准备上前夺回烧火棍 怎料年老大直接无视她的存在 继续吸击血坤的力量 这时昏迷中的灵精语也醒来 捡起宝剑与碧瑶联手对她展开攻击 被年老大强大的力量隔绝在外 这时张小凡的鲜血滴落在烧火棍上 一股强大的力量席卷全身 一掌将年老大拍飞 还给我 年老大还想夺回嗜血猪 可惜再也没有机会 张小凡在有烧火棍的加持下功力大增 更别提再加上一个灵精语 年老大也只能勉强打成平手 更别说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必要 奋力一掌将她拍飞出去 她养了千年的血坤好像早已等候多时 准确无误接住美食 年老大费尽心思把她养大 最后自己还成为了她拉出来的爸爸 醒来的田灵儿第一眼看见的是齐师兄 还以为是她救了自己 齐师兄 你来救我呢 走 张小凡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师姐被带走 这让她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个山洞 她隐约听见有小女孩求救 但是因为晚上太黑 并没能下去救她 只是将仅剩的包子扔给了她 直到今天她都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否还活着 张小凡哪知道 那个女孩不仅还活着 而且就跟她待在一起 只不过碧瑶并不知道是张小凡救的她 反而怀疑救她的人是林金宇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常去草庙村 东边的那座山谷 有 林金宇的回答让碧瑶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 只不过林金宇在得知碧瑶是鬼王之女后 并不想跟她有过多的交集 我叫碧瑶 你记住 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 林金宇对碧瑶的话感到莫名其妙 念在刚刚一同除谋的份上 告诫张小凡不要把她的身份说出去 放心 我一定不会告诉师父的 张小凡此刻只想扇自己两耳光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等待她的僵士来自师父的问候 一定不告诉师父 可怜的张小凡救出师姐非但没有奖赏 换来的是一顿毒打 林金宇猜想她会受到处罚 没想到田师叔下手如此重 她与张小凡从小一起长大 怎能眼睁睁看她受欺负 以戒律堂首途的身份怒怼田不易 善恶不分中间不明 偏偏欺负有功之人张小凡 大胆 你真是烦了 师父 金宇 小凡 田不易作为戚风手作 何时被一个小辈教育过 自然非常气不过 可是这在林金宇看来却非同小可 怀疑张小凡经常受她欺辱 更怀疑她没有教授张小凡武功 小凡 你跟我走 去哪儿啊 童天风 我去找掌门求个情 给你换个师父 别别别 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这个道理张小凡还是懂得 其实田不易并非真的看不起张小凡 因为他武功低微 他不希望张小凡以身换血 白天才责怪完 晚上就让妻子送来大黄丹 所以看出田不易对他还是很在乎 毕竟田灵儿为了替其师兄疗伤 求了父亲几个时辰 也没能求来一颗大黄丹 却给了张小凡两颗 不是吧 那可是我爹的宝贝啊 平日里各位师兄 包括我在内都没有福气享用的 他居然给了你两颗 面对师姐的冷嘲热讽 张小凡只能尴尬地迎合 可是看见他担心其师兄的伤势 张小凡又于心不忍 把仅剩的一颗大黄丹给他 只因不想看见心爱的女孩难过 师姐走了啊 谢谢 对了对了 你一定要专心练好第三层功法 一定要好好练 争取早日跟那个臭皮林金语 打成平手 当然了 你再怎么练也没有我骑师兄厉害 田灵儿的话不停回荡在他脑海 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 曾经他以为只有师父看不起自己 如今就连他最在乎的师姐 也没将他放在眼里 我真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真是笨死了 正在这时三眼灵猴 把烧火棍拖到他跟前 让他振作起来 却被张小凡无情地甩开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烧火棍竟然有了反应 张小凡能感应到烧火棍的存在 这让他想起在练血糖的时候 年老大将他当作宝贝 难道烧火棍真是一件法宝 师父说过 法宝是人主的 于是张小凡将他当作本命法宝 准备带着他参加气卖会 本以为张小凡的烧火棍已经足够奇葩 没想到他师兄们的法器一个比一个奇葩 师姐田灵儿的法宝是琥珀红林 五师兄的法宝是一只判官笔 这还不算什么 他六师兄的法宝竟是一枚骰子 而且还被他练得炉火纯青 可是当他们看见张小凡的法宝 还是忍不住调侃道 张小凡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话感到尴尬 反而因为有他才有信心参加比武 他能否通过烧火棍一鸣惊人 我们拭目以待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这是正道领袖青云门的宗旨 也是青云门祖师留下的祖训 当年青叶祖师为了壮大实力警醒弟子 定于每一甲子设立一次七脉会 用于淘汰弱者筛选天才 而今天正好是第二十届七脉会晤 此刻七疯弟子齐聚通天风 一个个斗志昂扬 除了能有一战成名的机会以外 还能见到自己想见之人 张小凡与林金宇再次相见 仿若隔世 回忆起刚来青云山时 他们还是懵懂无知的少年 如今再过虹桥 都已是风度翩翩的青年 让他们感慨万千 可是同样的出生却是不同的命运 林金宇如今是戒律堂守护 得苍松长老真传 反观张小凡 连遇见飞行都不悔 这次比武也不过是被拉来凑数 这次就当过来见识一下 见识一下 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就一定会说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努力了 我也是可以的 突然嗜血猪感受到了他的怨气 引起一旁水麒麟的注意 刹那间乌云密布 水麒麟突然爆起 场面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这时青云掌门道悬应声出现 对水麒麟施展清醒头脑中 这才得以稳住水麒麟的小脾气 不过他还是对下面的弟子打量了一番 在没有发现一点后跳回水中 突如其来的一幕别说弟子不明白怎么回事 就连各位掌门也一脸猛逼 但是为了不全大局 只好谎称这是比事前的一个测试 张小凡明白 每一次水麒麟暴怒自己都在 此事或许与自己有关 一个小插曲并未影响众人比武的热情 七麦会武正式开始 比赛规则很简单 青云六麦各自派出九名弟子 掌门一麦派出十名弟子 合计六十四人参与抓揪 箱子里面一共有六十三枚辣碗 每人各抽取一颗 然后根据每个人对应的数字 一号对战六十四号 以此类推 直到决出最终优胜者 可是田灵儿疑惑了 宁宁是六十四人 为什么只有六十三个辣碗 此言一出她的父亲不忍之事 老脸都被女儿丢尽了 七麦中各出九人 掌门再多出一位 可是这一次 我们有一个同门当中 一共只派出了八位弟子 所以这总数啊 只有六十三个人 田灵儿也知道了说的就是他们一脉 顿时羞愧难当 因为没有六十四号的缘务 只要是抽中一号的人 不用比试直接胜出 此言一出顿时点燃全场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那名幸运 随着最后一个辣丸被取出 每个人也得到了对应的数字 你们谁能告诉我 谁抽到了一号 在万众瞩目中 张小凡缓缓举起手中的纸条 师叔 在我这里 这一刻所有人将目光投向这名幸运 没想到这种好事被他遇上 就连田不一也开心的手足无措 但是田灵儿却觉得被他抽到是一种浪费 小凡 反正你进入第二轮也没什么用 不如把这个签给我吧 没人觉得他会走到最后 包括他最在意的师姐 夜深人静 所有人都早早休息 未明月的笔饰养精蓄锐 唯独张小凡无所事事四处溜达 突然看见师姐鬼鬼祟祟溜出宿舍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张小凡跟了上去 发现他好像是在等人 张小凡还以为是在等自己 正要上前搭话 通天风的旗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张小凡这才知道师姐等的不是自己 而是他心心念念的旗号 看着他们谈情说爱相拥相依 张小凡心如刀角 他与田灵儿从小一起长大 早已把她视如恋人 可是如今却看见他依偎在别人怀中 心在低血 他不相信师姐不爱自己 猜想是自己不够好 才没有打动师姐 所以次日一早就在女生宿舍等候 为他准备好精致的早餐 可惜不仅没有等待师姐 还从陆雪奇口中得知 田灵儿早就跟旗号恋进去了 并责备她 你是太闲了 还是觉得抽了一个签 便能一路走运 大家都在全力以赴 而你在干什么 还在做这种无聊之事 陆雪奇的话深深刺痛张小凡 突然之间他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自己好像在所有人眼中都是没用的代名词 这次啊 就当过来见识一下 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练功练功不行 干什么什么不行 一团怒火在他心中燃烧 既然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行 他就偏偏要赢给别人看 一颗邪恶的种子正在心中生根发芽 一个全新的张小凡就此诞生 没有人会觉得他能赢得比赛 所以在他进行比试时 他的所有师兄全都不在 面对别人的冷嘲热服 张小凡早已习以为常 只有打赢这场比试 他才能扬眉吐气 可是他面对的是朝阳风的精锐弟子 仅凭张小凡这三脚猫的功夫如何是对手 没过几招就被对手划破一条长长的口 鲜血顺着脸颊正好滴落在他的烧火棍上 频繁的铁棍顿时光芒乍现 张小凡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浮现在眼前 心爱的师姐投入别人的怀抱 敬重的师父时常对他大打出手 生他养他的草庙村一夜被吐 一股怒火油然而生 通过烧火棍发泄着心中怒火 一股洪荒之力直逼对手 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下 朝阳风的弟子瞬间落败 并身负重伤吐出一口浓浓的大一跌 大竹风张小凡获胜 张小凡因此一战成零 可是他们的师兄并不知道此事 林静宇向他们问起张小凡的情况 怎料这些人一问三不知 根本没去看他比武 小凡好歹也是大竹风的弟子 田师叔就这么不闻不问吗 原来并不是不闻不问 而是没有人相信张小凡会赢 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去看的必要 我听说 小凡今天比武胜了 小凡胜了 小凡赢了 小凡他赢了 二人赶忙将消息告诉给田不易 林静宇也转过头找到张小凡 他的实力自己在了解不过 他很好奇张小凡是怎么赢的 决定去观看张小凡下午的比试 张小凡告别林静宇找到师父 本以为会得到师父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是师父的讽刺 这是哪家的青年才俊 莫不是走错师门了吧 张小凡虽然不明白师父为何生气 但还是像以往一样跪下来认走 原来整个大竹风除了他与田灵儿以外 全部落败 反而最不抱希望的张小凡却禁忌 这让田不易如何不起 脸都被丢尽了 只有师娘关心他是如何取胜的 打得一半 对手拉肚子 这一次张小凡还是把获胜归功于运气 除此之外他实在不知如何让他们幸福 所以第三场比赛他的师兄们照样没有看他比试 而是去为田灵儿助威 只有他儿时的朋友林静宇准时出现 这给了张小凡些许安慰 他今天要对战的是通天风的无垒 能连赢两场晋级三场的都是佼佼者 可就是这样的纵门强者 竟然连张小凡一招都没接下 刺眼的光芒让在场之人睁不开眼 没人知道张小凡是怎么打败对手的 包括台下的林静宇 所以他第一时间找到张小凡 想从他身上找到答案 张小凡再一次用运气做挡箭牌 可是又怎么能骗得过林静宇 来 咱们兄弟俩过两招 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功夫 我跟你有什么好过招 你该不会是怕提前出了绝招 在对上我时赢不了了 面对咄咄逼人的林静宇 张小凡只能阴雨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张小凡把他视如兄长 自然不会借助烧火棍的力量对付他 所以没过几招就被林静宇拿下 这一战林静宇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却在张小凡心中留下一道伤痕 曾经他认为他俩是世上最好的兄弟 直到今天他才发现 自己无能才能维持他们的关系 才能衬托他林静宇牛逼 众所周知张小凡功力既查 所以他的好友曾叔叔 不惜拿出十条滑子讨好师兄 希望在比试过程中师兄能手下留情 师兄知道了 一定会手下留情的 放心吧 师兄你太好了 果然是我的亲师兄 那当然 小凡 加油啊小凡 师弟 你是帮哪边的 不是 大家都是自己人 让曾叔叔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然超出他的预料 张小凡虽然被彭昌一路压着打 但丝毫没有落败的意思 因为曾叔叔的缘故 张小凡收敛了大部分力量 奈何彭昌的剑法出身入化 在他身体上滑坡数十道口 二人在交手过程中 嗜血珠正好碰上其中一条伤口 原本平平无奇的烧火棍顿时发出刺眼的光芒 张小凡只觉得全身充满力量 抬手一掌将彭昌打飞出去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众人愣在当场 曾叔叔率先反应过来 跑上前狠狠给了张小凡一拳 怒骂张小凡是个骗子 自己还好心好意让师兄让着他 一旁的弟子也跟着起祸 场面顿时乱做一团 好在田不易等人及时出现 才得以控制局面 可是张小凡的秘密也因此暴露 田不易仅仅教了他第二层功法 想要控制法宝 除非学会第四层功法 田不易怀疑张小凡偷师学艺背叛师们 他的功法是田灵儿偷偷教的 但是张小凡却不能连累他 田灵儿担心受到处罚 所以并未出面澄清此事 导致误会越陷越深 田不易以为他会在自己的恐吓下说出实话 没想到张小凡不给他台阶下 弟子无话可说 无话可变 张小凡的话彻底激怒田不易 一招龙抓手掐住他的脖子 然后一招隔山打牛将他打飞出去 张小凡硬身倒地 并吐出一口浓浓的大一跌 奇怪的是张小凡伤势非但没有加重 反而很快恢复如初 只不过如今的他已心如死灰 心爱的师姐已经投向别人的怀抱 敬重的师父对他大打出手 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怀疑他 就连他唯一的朋友曾叔叔也不愿意相信他 这一刻张小凡感到绝望 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 转眼就到了七脉会舞决赛阶段 张小凡对战的是赫赫有名的陆雪奇 因为是最后两场比试 现场热闹非凡 除了各个主风的长老以外 就连到玄掌门也在旁观战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念 这一次他是怀着一颗复死的心而来 就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张小凡被眼前的一幕震慑 只见陆雪奇施展出独门绝学玉雷真诀 这让张小凡回忆起五年前的那个夜晚 那个黑衣人所施展的武功与他一模一样 愣神的功夫张小凡忘记抵挡 眼睛一晃进入了一个熟悉的世界 这里是他熟悉的草庙村 他看见了还没死去的母亲 以及传他武功的普制 正在这时陆雪奇从远处飞来 张小凡眼中的普制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团飞起 原来这个世界是张小凡的心魔 陆雪奇不明白自己神识为何被卷了进来 但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必须帮助张小凡摆脱心魔的控制 在陆雪奇强大的力量下 张小凡体内的心魔被他赶出体外 但是二人都被困在这里无法出去 原来从草庙村被涂的那一天起 就成为了张小凡挥之不去的噩梦 渐渐地成为了他的心魔 陆雪奇让小凡想想开心的事情 并决定与他并肩作战 两人在幻境里运用法力 强大的冲击力将现实中的两人正开晕倒在地 大家见此情景都上前查看两人的情况 虽然张小凡在陆雪奇的帮助下摆脱心魔 但是也因此暴露了魔器的存在 经过青云门各高层商议 决定对张小凡做一次全身体检 检查他是否身怀魔器 可是经过苍松仔细检测 并未在他身上发现魔器 无奈只能放任他离去 并且还要承认他比武获胜的结果 奖励他乾坤九一鼎传功 他是青云门中至宝乾坤九一鼎 与上古珠仙剑齐名 鼎内有一枚先天圆胎 蕴含青云门最上层的内功心法 想要习得乾坤九一鼎内的功法 就必须在七卖会晤中脱颖而出 才有资格接受乾坤九一鼎贯定 而这一届的四人已经产生 他们分别是龙首封门下林金雲 小竹封门下陆雪奇 峰回封门下曾书书 大竹封门下张小凡 前面三人全都顺利接受传功 可是在轮到张小凡时 乾坤九一鼎竟然失灵了 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不服气的曾书再次释法 或许是乾坤九一鼎刚刚网卡 过了好一会才有反应 与前面三人不同的是 这次乾坤九一鼎竟然直接将张小凡 拉到顶下传功 就连耗费的时长 都是其他三人的好几倍 在经历七七四十多分钟后 张小凡只感觉一身轻松 发现青云功法和普制传给自己的功法融合了 这个结果倒是让他非常意外 只是不知道效果咋样 这是一旁的曾书书主动向他道歉 希望他不要为那天的事情往心里去 张小凡早已知道曾书书的良苦用心 那日之所以打自己一拳 是为了保护自己 防止师兄弟们冲上前群殴他 谢谢你啊 哎呀 我曾书书既然认了你这个兄弟 就是看中你的为人 随意猜忌的话 岂不是显得我很没有眼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林静宇也为那日的事感到后悔 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好兄弟 想到这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金创药弟弟他 希望张小凡尽快好起来 同时也真诚地向张小凡道歉 没事的静宇 都过去了 与此同时 曾书与肖义才正带着乾坤九一顶返回祠堂 发现肖义才虚弱无力脸色苍白 便让他先回去休息 刚走不远 肖义才发现自己的手臂正在变异 一段不堪的回忆浮陷在脑海 喝下这守神之血 你便将拥有强大的力量 不过 你得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每当月圆之时 你将会短暂地变身为嗜血怪物 眼中只有杀戮 你现在敢喝吗 肖义才当年卧底在鬼王宗 为了不被鬼王怀疑 义无反顾喝下受神之血 恰好今日是月圆之夜 一场考验如约而至 正在这时张小凡与林金宇正在丛林约会 以此修复二人险些破灭的友情 突然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反应过来的林金宇第一时间向师傅发出求救信号 然后跟着张小凡追了上去 这个人不像人妖不像妖的怪物 正是他们的大师兄笑一彩 此刻他已丧失人性 看见远处的二人直接扑了上去 打得二人错不及防 在交手过程中林金宇还被他抓伤 危急时刻张小凡奋不顾身把他护在身前 凭一己之力将他抵挡在外 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可以运用法术了 正在这时收到消息的苍松赶到 用灵力的剑法将怪物赶跑 苍松立刻追了上去 不料半路被一个青年拦住 男子正是鬼王宗圣使之手青龙 他好像知道苍松的什么秘密 三言两语就将他打发 等着吧 宗主会来找你的 说完便扬长而去 独留苍松在风中凌乱 笑一才此刻已经退去瘦身化为本体 他之所以喝下兽神之血 是因为鬼王早就怀疑他的身份 如今看来果然没错 他们的大师兄 大英雄竟然是个人不像人 鬼不像我的怪物 鬼王就是要用这种方法 将笑一才牢牢控制在手中 让青云派知道什么叫做谍中谍 打开飞行模式 打火 松手杀 出发 挂挡起飞 他是来自蔚来的鹰嘴飞行器 采用18缸2000匹马力的新型发动机 百公里号有只需两个人 号称最废人飞行器 张小凡也是出师不力 好不容易赢得鄙视 获得下山历练的机会 还没开始就被摔成粉碎性骨折 二人跌跌撞撞来到一座一庄 想要在此借宿一宿 这鬼地方 怎么这么黑啊 还没等他们走进一庄 里面就传来一阵吵闹声 而且声音非常熟悉 正是炼血糖的野狗道人 当初炼血糖被毁 野狗道人带着仅剩的几个心腹躲藏在此 梦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外边就是余都城啊 余都城里 那是人傻钱多呀 咱们养足了体力 冲到城里 捞他一把 重新招兵买马 对 对 狗爷说的对 对 行了行了 大家先睡吧 睡着了就不饿了 果然是画最大的饼 饿最毒的饭 可是门外的二人怎么会让他们如愿以偿 夜晚的一桩显得阴森可怕 野狗道人迷里呼呼看见一道白影飘过 顿时睡意全无 将在睡梦中吃鸡腿的兄弟全都叫醒 起料刚刚的白影再次出现 众人顿时缩成一团 在野狗道人惊恐的目光中 一个披头散发的白影从房梁上落下 吓得众人四处逃窜 吓他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张小凡与曾叔叔 就在二人沾沾自喜时 突然感觉背后一股凉风起来 半鬼反倒被吓死 估计也只有曾叔叔了 来人一袭黑衣戴着面具 仅凭肉眼就判断出张小凡骨折 简单几招就把他骨头治好 功力深不可测 此人自称鬼仙少 是一个江湖游医 顺带打理这家义庄 因为他给张小凡疗伤的缘故 二人对他卸下防备 并在此住了一宿 第二天才告别鬼仙少 他们不知道的是 昨晚才吓跑的野狗道人 此刻就站在鬼仙省身旁 转眼二人来到渝都城 曾叔叔准备去看望外公 正巧撞见有人在看热闹 发现一名男子正向楼上讨要老婆 生成锦绣坊以做嫁衣为友 偷偷把他老婆藏了起来 一身正气的曾叔叔 哪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当即帮男子加油助威 其料锦绣坊的老板 也不是好惹的主 一缕丝线完的如火纯青 即便像他们这样的修仙弟子 也被他轻易制服 光天花日的 你想干什么 先是你们上门踢馆 现在又让我放人 好话坏话都让你们说了 我告诉你啊 你小心点 我外公是城主 你跟秀房是不是不想开了 听见曾叔叔是惹不起的存在 女子连忙放了他们 可事实真如男子所说吗 男子是天音阁的弟子 小时候与隔壁丁家之女定有亲事 因为小时候长得太丑 丁灵不愿搭理他 后来他上天音阁修炼 直到现在才回到渝都 怎料丁灵以为他还是那么丑 躲在锦绣房不愿见他 自己想见他又被老板娘 金平儿拦在门外 曾叔叔秉承着好人 做到底送佛送到夕的原则 准备帮帮他 让阿向半座采购丝绸的商人 混入锦绣房 张小凡与曾叔叔则偷偷潜入 准备上演一出英雄救美 我们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你有点恶霸的自觉性行不行 万一被发现是青云弟子怎么办 哦 恶霸什么样啊 就是装狠嘛 哎呀 说白了就是半流氓 正在说话之际 一名女子正迎面走来 怎料不但没有被二人吓住 反倒气势汹汹质问他们 你们怎么进来的 你管我怎么进来的啊 请问 你是丁灵丁姑娘吗 张小凡第一次装坏人 被丁灵一眼识破 假装带着他们去找丁灵 实则把他们骗入 事先准备好的陷阱 二人这才知道 这个女子就是丁灵 声称她父亲欠钱不还 今天要抓丁灵抵债 说罢便挣托束缚想要用墙 这时假扮伤人的阿象及时出现 犹如一个盖世英雄 出现在众人眼前 光天换耳之下 竟敢跑来锦绣房撒野 一旁的金平儿笑而不语 静静看他们表演 阿象也是个实在人 想要在未婚妻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出手自然毫不留情 打得二人痛不欲生 一点都不像装出来的 快滚吧 本以为这次英雄救美圆满完成 没想到早就被金平儿识破 闹够了没有 闹够了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阿象还想出言解释 却被金平儿捆住 原来金平儿早就识破解缘的诡计 所以早早就通知官府前来抓人 只是可怜了假扮劫匪的二人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被捕入狱后想用法术粤语 起料这里有静置法术的灵符 这时隔壁一个人影向他们扑来 此人像是发了风势的 看他身上的腰排 发现是万毒门的人 也就说明这个牢房 是专门用来关江湖修饰的 这让他们彻底打消逃出去的念头 就在二人感到绝望时 一个老头姗姗来迟 原来是你呀 我的好外孙啊 曾叔叔在一旁尴尬的 能扣出两室一厅 竟然连自己亲外孙都不认识了 外公 我在这儿 原来曾叔叔的外公 早在一个月前就发短信通知他们 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 想要见孙子最后一面 所以曾叔叔才急忙赶赴渔都 怎料外公是骗他们的 只是因为太想念他们了 所以才出此下策 外公 你没给坟香谷送信吧 那当然了 怎么能厚此薄彼呢 李寻 不会吧 曾叔叔顿时欲哭无泪 提起这个表格都是泪 此人不仅嚣张跋扈目中无人 而且还死皮赖脸厚颜无耻 曾叔叔是一眼都不想看见他 可惜怕什么来什么 说曹操曹操就到 还特意给外公带来不少神的妙药 人情事故拿捏得死死的 比起曾叔叔从地牢捞出来 不知强了多少倍 老城主这次骗他们过来 主要原因是自己年岁已高 已经无力统治于都城 想将于都传给他们其中一人 李寻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 曾叔叔反而一脸惆怅 他对城主之位不感兴趣 但是也不愿意李寻坐上城主之位 他是什么品性自己再了解不过 次日一早老城主就召见二人 近日空桑山脚出现了一只西人鲜血的妖怪 老城主希望两个外甥能帮于都百姓降妖出魔 造福万民 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测试二人的能力 三人一路来到空桑山脚探查妖怪 怎料李寻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远处还传来他的求救声 发现李寻正被一群黑压压的蝙蝠包围 二人急忙赶去解救 怎料人不但没救出来 张小凡反被一只巨型蝙蝠抓住飞向半空 情况十分危急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道绿光从远处袭来 将巨型蝙蝠当场诛杀 张小凡也顺势落下 只不过他的法宝落在远方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张小凡都准备以身相许了 怎料绿衣女子竟然顺走了他的法宝 气得张小凡当场昏死过去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满城寻找绿衣女子 他要当面质问他 自己都准备以身相许了 为什么还对他的棍子情有独钟 可惜他找了整整一天 别说找到绿衣女子了 就连绿衣大妈也未曾见到 他的好友阿向听闻此事 当即表示帮他寻找 绿色衣服的女孩是吧 哎 不是 我们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 你能行吗 我跟你说 这世界上就没有用银子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就用更多银子 简简单单几句话便道出人间真理 可惜众人望成莫及 不一会时间阿向就传来消息 发现绿衣女孩的踪迹 只见一个跨着包袱 拿着糖葫芦的绿衣女孩正在逛街 她那轻盈的步伐恶挪多姿的身材 被身后的三人尽收眼底 曾叔叔怀疑这就是偷走小凡法器的女子 包袱里长长的东西必定就是法器 想到这里快步上前拦住女子的去路 故意找茬让女子打开背包 曾叔叔的行为在女子眼中就是个变态 边骂边跑向一边 直到躲在一个老道身后才停下来 就在曾叔叔要出手抢夺时 张小凡才发现认错人了 赶忙阻止这场闹剧 张小凡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怎料刚刚回到城主府 就被一老头叫主 不就是刚刚接上那老头吗 此刻老头依旧对二人不依不饶 势必要讨个说法 叔叔啊 快给你周爷爷和小桓道歉 你还是道个歉吧 对不起 原来这老头是城主的至交好友周一仙 是一个浪迹人间的江湖巷士 外表鹤骨先锋却酷爱钱财 整日四处游荡招摇撞天 这次与曾叔叔他们一样 是老城主以生病为由把他们骗来 其目的是为了促成小桓与自己外孙的婚事 可是小桓对他两个外孙都不来变 唯独对张小凡有好感 正好小桓会推补之术 张小桓想请他帮自己占卜法宝的去处 小桓哥哥太客气了 叫我小桓吧 刚认识就喊哥 太自然数了吧 二人从见面就开始吵 身穿绿衣的他正拿着张小凡的法宝 回忆起那日年老大可以驱动他 便鬼使神差地将他捡了回来 怎料无论他如何运功 法宝都没有一点反应 果然是认主的 小桓这边也开始帮助他推演法宝的去处 发现拿走他法宝的是张小凡认识的人 只要找到这个人 就会主动归还 这个结果让张小凡陷入沉思 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好好梳理了一遍 发现锦绣阁最值得怀疑 小桓说捡走他法宝的是一个自己认识的女孩 除了他师姐以外 他实在想不到第三个女孩 你认识的女孩子很少吗 对啊 师姐 陆师姐 还有 还有一个被他遗忘的人 正好出现在自己眼前 张小凡果断跟了上去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捡走他法宝的碧瑶 二人在交手过程中 张小凡习惯性地扯掉碧瑶的面纱 露出碧瑶那美丽的容颜 看得张小凡目瞪口呆 估计这段是本色出演 看到了 好看吗 直到看见碧瑶的那一刻 张小凡就知道 那碗从蝙蝠手上救自己的人 就是眼前的碧瑶 也间接地说明 拿走法宝的人也是他 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法宝还给我 法宝上又没刻你的名字 谁捡到就是谁的 你就行行好 还给我吧 你拿着也没什么用啊 嗯 叫你朋友来拿呀 啊 碧瑶红衣 妩媚动人 一双眼睛 撩人心魂 他曾经是和欢派最出色的弟子 因世门突遇变古 不得不叛离魔教藏身此处 以锦绣坊为掩护 为众位姐妹提供一个安身之处 因此他左右逢源忍辱负重 平时要忍受动手动脚的客户 有时候还要去讨好城主 只为给众位姐妹增添一份保护 如今又听闻老城主 有意将城主之位传给外孙 金平儿立刻转移讨好目标 扬言要赠送2000套新衣服给李寻 只求日后李寻能多加关照 丁玲对他的做法十分不解 老城主明明有两个外孙 金平儿为何要巴结这个自大狂 我也知道此人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可是比起曾叔叔 你觉得那个小子 真的有兴趣接任城主 金平儿分析的一点都没错 曾叔叔对城主之位确实没有兴趣 但是却看不惯李寻的为人 不希望他夺得城主之位 所以凡事都与他对着干 李寻听闻城中河水有毒 导致灌溉了河水的农田被河水污染 决定榨山堵河阻止堵水侵害农田 却遭到曾叔叔极力阻止 李寻的方法治标不治本 河水一旦被堵 明年百姓将会颗粒无收 其料李寻根本不听他的劝阻 执意要施法榨山堵河 眼看榨药即将引爆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打断李寻 来人正是姗姗来迟的陆雪奇和林金女 他们的出现及时阻止事情进一步发生 老城主也明白了其中的利点 让曾叔叔全力调查此事 曾叔叔此刻哪管得了那么多 眼中只有陆雪奇 二人刚走出门 就撞到小桓跟金平儿迎面走来 显然关系匪浅 可是陆雪奇却从金平儿身上嗅到一股危险气息 连忙将小桓叫到一边了解清楚 才知道金平儿会隔三差五为老城主送药酒 自称具有强身健体的功效 可是陆雪奇却不这么认为 怀疑金平儿是魔教中人 让他们注意提防 小桓听见这话可不干了 坚称他们冤枉好人 眼下张小桓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解决河水问题迫在眉睫 张小桓建议兵分两路 他与陆金宇负责调查魔教的情况 曾叔叔与陆雪奇负责解决河水有毒的问题 其实张小桓之所以这么安排也是有私心的 碧瑶点名道姓要见陆金宇 才肯把法宝还给他 所以直接带着他找到碧瑶 原本碧瑶看见他还挺高兴 谁知林金宇板着一张苦瓜脸 瞧不起碧瑶是魔教的身份 气得碧瑶当场暴走 哪肯归还张小桓的法宝 心中憋着一口怨气的林金宇找到金平安 话中有一无意提醒金平安 自己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魔教为非作歹 人人得耳诛之 苍身于城中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 纵使名门正派亦有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少侠何以如此执着于门派之间 金平儿只想退隐江湖安稳度人 可是如今不仅受到正派排挤 还受到魔教骚扰 来人正是野狗盗人 如今他已投靠鬼王门下 鬼王对他脱离魔教很是不满 所以让碧瑶前来收复 其料金平儿谁的面子也不给 直接下达逐客令 因此野狗才找上门 想要为他的新主人找回场子 比起隐于世的金平安 林金宇更看不惯嚣张跋扈的野狗盗人 三两下就替金平儿解决掉这些麻烦 没想到刚出门就再次遇到碧瑶 他并没有因为林金宇动手而恼怒 反而主动归还张晓凡的法宝 条件是林金宇必须陪他过中秋 为了好兄弟的法宝 林金宇只能答应 与此同时金平儿的姐妹丁玲找到阿湘 这些天金平儿的遭遇他看在眼里 他不忍心金平儿一个人承担责任 想要替他分担 所以才找到阿湘 阿湘的家族在于都很有势力 阿湘又喜欢自己 自己跟他在一起 还能庇佑锦绣房的姐妹们 可惜丁玲想得太简单了 阿湘喜欢他不假 却非常讨厌他整天跟魔教的那些人鬼混 阿灵 你嫁过来 我养你啊 我家有田地 有酒楼 上海院 改天我就让我爹去提亲 然后咱们就完婚 你嫁过来之后 我就养你 你别老跟魔教搞定 你说够了没有 没有说完 丁玲原本准备牺牲自己的幸福 保护姐妹们的平安 奈何阿湘的情商太低 气得丁玲当场解除婚约 退婚 我今天来 我就是来跟你退婚的 你可想好了 像我这样 又高又帅又有钱的 你上哪儿找去啊 虽然堵住河岛能解燃眉之急 却不是长久之急 因为百姓需要用水 找到毒药的源头才是目的 于是以曾叔叔为首的几人 对附近的水域展开紧密调查 细心的陆雪骑丛中发现疑点 他在水中看见了一件熟悉的东西 还记得刚来于都城的时候 他与临近雨途金空桑山 在山中发现一片颜色鲜艳的多肉 起初并未觉得不妥 如今响来疑点重重 而且这些多肉散发的气味 与水中的剧毒有几分相似 足以说明生长多肉的泥沙含有剧毒 而泥沙被与水冲刷进入河道 导致剧毒迅速蔓延到四处 知道了剧毒的来源 便有了解决方案 曾叔叔决定用过滤的方式 把含有剧毒的泥沙过滤掉 现在呢万事俱备 只欠一件事 什么 钱 多少钱 最少两万两 两万两对于他们而言 无疑是天文数字 雪奇提议向老城主支援 要钱没有 要命一套 说把曾叔叔翻出于都城的账本 堂堂一座城主府 竟然只有六百两白银 只因老城主恶善好施 又经常减免百姓的税收 自然穷的叮当响 哎呀 这一文钱 难死英雄汉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 陆雪奇想到一个办法 俗话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河道工程是惠民工程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齐心协力才能办成此事 想到这里心生一计 决定通过演戏筹款的方式募捐 由张小凡与小桓友情出演 让他们加紧排练 希望能在中秋晚会前许会表演 可是李寻却心存不满 他们不让自己乍山赌合 自己也别想让他们好过 于是他暗中联合投奔他的精品 在中秋节当天把小桓绑走 眼看晚上就要演出 众人却不见小桓的身影 别提多着急 正在这时遇到来看戏的碧瑶 曾叔叔灵机一动 连拖带拽把碧瑶请进屋 并递给他一本稿子 希望碧瑶能代替小桓出演节目 可怜的碧瑶明明是来看戏的 结果被赶鸭子上架当剃部 眼睛扫了一眼手上的稿子 本想出口拒绝 却被稿子的内容吸引 与此同时李寻和金平儿也没闲着 他们悄悄潜入曾叔叔的书房 决定釜底抽薪断了他们后路 毁掉他们设计的图纸和建筑模型 曾叔叔平时就爱捣弄一些机关巧物 这个会说话又会飞的小木鸟 就是他的结果 而且好像智商还不低 竟然躲到座椅下不让他抓到 金平儿担心被人发现 连忙带着他离开 与此同时小桓被野狗绑在柱子上 按照与金平儿约定好了 天一亮就将他放掉 可是小桓岂会认命 他通过推演之术算出野狗的前世今生 就连他的身世都算了出来 你从小被父母遗弃在荒野之中 是一只走兽养活你的 后来你被人捡到 跟随一个人几十年 他现在死了 你无家可归才来余都的吧 野狗的身世显为人知 他不明白小桓为何知道的那么详细 仿佛能洞穿灵魂探透未来 我从小就有天眼之术 比如说你的过去 就是你心里想什么 将来如何都瞒不过我 你以后会跟着小桓哥哥 你相信吗 你胡言乱语 无极之谈 野狗道人嘴上虽然不信 但是心里早已信以为真 毕竟这些秘密让人无法知晓 立马为他解开束缚 请求小桓为他预测即凶 小桓也不做作 嘴里振振有词念叨咒语 开始为野狗道人占卜未来 心无杂念 一炷香的时分 像你现在最想问的 我最想问 当野狗道人想到自己的问题 屋里早已没有小桓的身影 野狗这才知道上当了 与此同时 尤曾叔叔导演的话剧表演正式开始 他们表演的是一段 跨越正魔的爱恨情仇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世间有一正道门派 名幻苍云 苍云门中有一弟子 名幻剑衣 有一天剑衣游历天下 为人世间斩妖除魔 没想到剑衣遇到的第一个魔人 竟是一名貌美如花的女子 剑衣看她心肠不坏 便饶她一命 哼 我心肠不坏 你 你就是看我貌美如花吧 自此一见二人结下不解之缘 可惜好景不长 就在二人相恋不久 正魔大战彻底打响 昔日的俩人就此反目成仇 就在剑衣攻入魔教总部时 凤梨释放九天玄雷打败正派弟子 但是面对她曾深爱的剑衣 凤梨如何下得去手 想要带着剑衣员走高飞 起料剑衣另可辜负凤梨 也要返回世门接受审判 故事到这里本该圆满结束了 怎料碧瑶不按剧本眼 突然冲上舞台 碧瑶的举动令张小凡目瞪口呆 此刻她已经入戏太深 因为她本身就是魔教之人 心中更没有正邪之分 把爱情看在首位 导致自己入戏太深 就在这十野狗盗人跟着小桓追到此处 偷偷默默地混入舞台背后 正好被台下的陆雪奇发现 看见她正准备放火烧舞台 迅速上前将她制服 可是等她再次看向舞台 发现她们已经被美丽的烟火包裹 正缓缓升向半空 就像一对人人羡慕的眷恋 在她们精湛的演技下 此次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曾叔叔如愿以偿募捐到两万白银 兴高采烈地回屋取图纸 却发现图纸被盗沙盘被毁 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 护卫来报 刚刚募捐的两万白银被盗 这对众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一切都白忙活了 曾叔叔回到房间仔细搜查 发现躲在椅子下面的小牧鸟 给他教训 给他一个教训 小牧鸟还在不断重复 惊平儿昨天说过的话 可是没人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这时陆雪奇好像想到什么 突然转身离取 公子 给他一个教训 听见小牧鸟叫公子 众人猜测是李寻所为 不明情况的雪奇找到碧瑶 昨晚他在舞台后面抓到野狗 猜想这一切都是碧瑶所为 就在场面即将失控时 小牧鸟及时出现通知雪奇 这才化解这场闹剧 可是就连陆雪奇自己都不知道 为何突然对碧瑶有那么大的敌意 女子偶然间发现一只红色蜻蜓 想要放出来一探究竟 怎料红蜻蜓逃出铁笼飞向远方 小环一路追踪到深山 发现这里密密麻麻的红蜻蜓 这些红蜻蜓盘旋在一片红色多肉上空 小环背着美丽的景象吸引 忍不住弯腰踩了一颗多肉捧在手心 还没来及好好欣赏 就被一只红蜻蜓袭击 小环只感觉眼前一黑身体一软攀软在地 这一幕正好被跟来的野狗撞见 一道霸道剑气将蜻蜓劈成两半 并顺手将小环救走 你脑子还能不能使了 CC被没把人我家里的 你还嫌你黑瓜被的不够多 人命关天呀 不能见死不救吧 野狗虽然是魔教中人 但是心肠并不坏 既然如此碧瑶也别无他法 只能先帮他检查一下 发现小环身重剧毒 靠他一个人根本无法施救 决定将小环送回城主府 正好撞见陆雪奇和李寻 看见昏迷不醒的小环 以为是碧瑶伤害了他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陆雪奇三番五次责怪他 碧瑶也憋了一肚子气 准备好好教他做人 二人功力不相上下 斗得难解难分 张小凡等人闻讯赶来 这才控制住局面 可是小环因为中毒太深 城里的这些大夫根本束手无策 众人只好将希望寄托在碧瑶身上 碧瑶却死活不愿意 他们先是怀疑自己毁了图纸 偷了银子 刚刚又怀疑自己要毒死小环 自己都快成杯锅下了 凭什么还要为他解毒 林静宇也看出他在气头上 声称只要碧瑶愿意出手解毒 让他们干什么都愿意 好啊 让他给我下跪道歉 二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是看对方不顺眼 陆雪奇又怎么会给他下跪道歉 碧瑶也知道不可能 所以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还是要陆雪奇道歉 但不用下跪 第二需要去空桑山采一种名叫芽燕草的药 那是救小环的唯一解药 于是众人商议 由张小凡上山采药 林静宇去小环中毒的地方调查真相 其余人留下来照顾小环 与此同时在一个密室里 身为于都护卫统领的严猎 正在会见一个神秘人 此人一身黑衣头戴斗笠 正是万毒门的弟子 原来炎烈就是万毒门潜伏在于都的卧底 目的就是为了离间正魔两道 引起第二次正魔大战 然后万毒门从中牟利 黑衣男子提醒炎烈 注意防范和欢派的金平儿 他在于都盘踞多年 对他们往后的行动有极大的影响 令令炎烈尽快除掉 金平儿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 还在小环中毒的地方寻找线索 与赶来寻找线索的林金宇撞个正着 金平儿本就是魔道出生 林金宇有理由怀疑她就是凶手 好在二人都没有冲昏头 明白都是来寻找小环中毒的线索 何况林金宇听说 当年小环不顾耗损杨兽 也要救危在旦夕的金平儿 林金宇绝不相信她会恩将仇报 因为金平儿先来的缘故 已经调查出一些眉目 这些红色多肉拳都含有剧毒 蜻蜓使用了剧毒多肉也会变得有毒 然后蜻蜓无意中叮咬了小环 才导致她中毒 不得不说金平儿机敏过人 简简单单就推演出小环中毒的全过程 此刻毒素已经深入小环的肺部 吐出的口气都变成了绿色 看到这一幕的老成主再也坚持不住 心里焦脆昏死过去 因此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浮出水面 大夫告诉众人 老成主也中了小环相同的毒 不同的是小环是骤然中毒 而老成主是日积月累慢性中毒 这时严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怀疑金平儿在酒中投毒 等金平儿回到锦绣房时 这里早已被严烈控制 声称金平儿毒害小环和老成主 已经证据确凿 林金宇却从中嗅到一丝非比寻常的味道 让严烈拿出证据 严烈命人拿出一坛金平儿酿造的药酒 声称毒酒就是最好的证据 金平儿受老成主庇护 二人感情堪比妇女 她没有理由加害老成主 好啊 你说这酒没毒 那你可敢一试啊 严烈 此酒是我亲手锁尿 我敢喝 正在这时一旁的林金宇制止了她 自称有更好的办法试毒 说罢便将这瓶酒浇灌在一盆绿罗上 顿时紫光乍现 绿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无疑坐实了金平儿下毒的事实 虽然金平儿被抓走 但是林金宇却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张小凡为帮小环解毒 孤身一人来到悬崖下采集解药 就在她准备登顶回去时 突然听见两名男子对话 从他们谈话中得知 他们是万毒门的人 跟随门主在空桑山研制一种新型毒药 顿时勾起张小凡的好奇心 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 悄悄跟着他们走了八十里地 看见一处冒着绿光的宝帝 猜想这就是他们的大本名了 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悄潜了进去 听见一老头和一个人妖正在谈话 老头正是万毒门门主 万毒门主告诉人妖 他以受神之血喂养多肉 又用多肉喂养蜻蜓 再将毒蜻蜓炼制成蛊毒 到那个时候整个武林都难逢敌手 外面的张小凡正听着入神 竟遭到几只蜻蜓围攻 情急之下不小心暴露身份 不给他逃跑的时间 万毒门主飞身上前将张小凡迷晕 与此同时 林金宇久久不见张小凡归来 担心他遭遇不测 决定与碧瑶一同上山寻找 刚到空桑山就在悬崖底发现他的袋子 更加验证自己的猜想 必须尽快找到他才行 当张小凡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正被碗口粗的铁链绑着 万毒门主以为他是进来的探子 让张小凡说出此行目的 不然就把他变成没有意识的怪物 就像他旁边那个一样 张小凡本就是误打误撞来到此地 哪里有什么目的 万毒门主还以为是他嘴面 让旁边的人妖吸光他的修为 这个人妖人称细邪老妖 是万毒老祖头号打手 可就是这样厉害的人物 却在张小凡身上失了手 不但没能吸收他的武功 反倒被张小凡吸走修为 一旁的白独子还不幸 决定亲自尝试一次 结果也一样 反倒给张小凡提供无穷的力量 一把挣脱铁链的束缚 正在这时碧瑶他们也发现了远处的万毒门 二人决定兵分两路 由林金宇引开敌人 碧瑶伺机救人 于是林金宇站在山崖之边 施展出青云绝学万剑皈衣 对万毒门弟子进行无差别扫大 在林金宇的掩护下 碧瑶顺利潜入万毒门 刚好撞剑逃出来的张小凡 碧瑶迅速上前将他救走 碧瑶不知道的是 万毒门主早就在他身上下了剧毒 无论他们逃向何方 红蜻蜓都能找到他们 二人被一群红蜻蜓逼到悬崖边 面对着不计其数的红蜻蜓 就已经够吃力了 岂料细邪老妖也跟着追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细邪老妖 二人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碧瑶就要遭到重创 张小凡挺身而出 挡在他的面前 强大的冲击力将二人推下悬崖 怎料刚落到一半二人就神秘消失 紧随其后一座漂浮着的小岛浮现出来 二人就这样准确无误地落在这小岛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碧瑶从昏迷中醒来 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张小凡 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 此刻的张小凡断了十根排骨 又中了万毒门主的剧毒 深知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碧瑶 你要活下去 你 你不会有事的 张小凡 在交代完最后一句话后 张小凡撒手人寰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碧瑶已经将他当作朋友 如今他的朋友就死在他的眼前 碧瑶如何不伤心 正在这时一个白衣男子出现在他眼前 让本已绝望的碧瑶看见一丝希望 可是经过男子诊断发现 张小凡早已弃绝身亡 即便是惊仙下凡也无能为力 姑娘 生者寄业 死者归业 你竟爱睡别吧 转眼男子来到一块漂浮的灵石前 望着灵石新生感慨 又有些许无奈 正好被身后的碧瑶看见 刚刚张小凡在临死前 有一缕灵石被吸入法宝 碧瑶猜想必定与这块灵石有关 男子见碧瑶已经猜到 也没有碧瑶隐瞒 声称这块石头名幻天地灵石 蕴含恐怖的天地灵气 整个于都城的灵气都源自这里 自己是机缘巧合下才来到这里 灵石不仅脱起关心牙自成一剑 他还在灵石的滋补下长生不死 碧瑶猜想此物必能救小凡 可是还不等他开口 牙主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一旦发动救了你那位小兄弟 明石的结界势必被削弱 如今万毒门在旁虎视眈眈 他确实有心无力 不能帮助碧瑶 既然牙主的顾虑是万毒门 那碧瑶就决定让万毒门从这里消失 或许就连碧瑶自己都不清楚 为何突然那么在意张小凡 但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张小凡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临走前牙主劝他三思而行 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碧瑶以为牙主误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连忙出言解释 可是牙主却像已经预知未来 那若我说 此人与你命中注定 纠缠一世呢 若你今日救他 来日若因他而死 又当如何 人生在世里因活在当下 即便以后会后悔 碧瑶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与此同时万毒门主修炼的古独 也进入关键时期 随着他功力运转 数以万计的红蜻蜓汇聚而来 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随着最后一只蜻蜓被收入顶中 也就预示着他的兽灵血骨炼制成功 从此以后当今武林在无敌手 就在这时手下来报 鬼王宗朱雀胜使幽姬求见 原来幽姬与毒神有过一段渊源 所以碧瑶就假扮幽姬的模样接近毒神 想要寻找机会将其除掉 万毒门主对幽姬的到访很是意外 自己苦追幽姬多年 他都没有正眼瞧过一眼 金月竟然主动登门 假扮幽姬的碧瑶也说明自己的来意 如今江湖正派齐聚于都 魔戒各派一盘散沙 鬼王宗希望与万毒门联手对比 虽然毒神对鬼神的事好感到惊讶 但想到自己神功大成 说话也硬气不少 让万人亡 好说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你离开胡锡山 到我万毒门来 碧瑶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悄悄地从袖口抽出一把匕首 就在这时一道光束突破毒物冲入万毒门 来人正是灵晶鱼与陆血旗 他们的出现让碧瑶失去动手的机会 万毒门主急忙赶去对付他们 他们因为长时间没有收到张小凡的消息 猜想碧瑶救人失败 所以今日二人亲自前来 万毒门主两个闪现来到陆血旗的面前 完全没把这个女子放在眼里 万毒门主前脚刚走 碧瑶就潜入她的后院 在桌上发现一碗红色粉末 一旁被锁着的男子 闻到这个粉末后变得异常兴奋 碧瑶猜想此物必定是迷人心智的毒药 于是顺手往里加了点亮 同一时间屋外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 在凌金鱼与陆血旗的联手下 竟与万毒门主斗得不相上下 就在四人难分高下时 白独子带来一群丧尸 把碗中的粉末撒向他们 这些丧尸就像着了摩斯的冲向二人 要不是二人本就在半空 恐怕早就成为丧尸的嘴下亡魂 这时暗处的碧瑶应声出现 对着丧尸施下魔法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丧尸竟然全都转身向万毒门主杀去 陆血旗与凌金鱼趁虚而入 一箭重创万毒门三人 三人彻底失去作战能力 只好逃之夭夭 碧瑶在二人的协作下 总算完成向牙主许下的诺言 牙主也信守诺言出手就张小凡 随着临时凌厉运转 一台远超现代的合磁共振开始运转 以临时为中心 一道白光直冲云霄 照亮整个星辰 他的好兄弟灵精女 他的好世界陆血旗 还有最关心他的碧瑶 都在等待他的归期 随着牙主收起法力 张小凡在所有人的期盼中缓缓醒来 看见守在身旁的碧瑶 嘴角微微上扬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阴险的人 表面上是镜中指手的护卫统领 一心只为忠诚城主保护百姓 实则是个魔教中人 潜伏在此只为挑拨他们的关系 瓦解城主的实力 从而帮助师父达到 控制于都城的目的 独神为了让他尽快完成任务 将自己最新研制的 寿灵血骨提供给他 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就此开始 他首先借植物质变 给老城主体内众下滚 导致老城主一病不起 并将这一切嫁祸给和欢派的金平儿 因为金平儿隔三差五 就会为老城主送药酒 老城主中毒他有最大的嫌疑 金平儿以前是魔教中人 对魔教的形式作风颇为了解 只有先除掉金平儿 严裂才能开始自己的夺城计划 紧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城主外孙李勋 声称他为了夺得城主之位 不仅联合金平儿偷到增书书设计的图纸 还盗取了他们募捐的两万两白银 此刻的老城主神志还算清醒 不信严裂的片面之词 奈何严裂早已在城主体内众下滚 可以随意控制他的情绪和身体 李勋干这种事 真是可恶 有了城主的支持 严裂在李勋房中查获大量银子以及图纸 即便李勋极力解释 可是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没人相信他的辩解 被老城主无情地赶出于都城 金平儿因为是李勋的帮手 连同一起被扫地出门 严裂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除掉两个对手 紧接着又往于都城的水源投下骨毒 一场惊天阴谋就此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 林金宇心中隐隐不安 如今万毒门已被赶出空桑山 按理说一切风平浪静才对 可是他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担心是万毒门的余孽作祟 他与张小凡找到碧瑶 想从他这里打听一下万毒门的情况 碧瑶告诉他们 毒神一共有三名得意弟子 以剧毒控制他们为自己所用 其中西邪老妖和百毒子他们都见过 在空桑山被他们打成重伤 只有毒公子秦无言迟迟未曾现身 这时张小凡想到 金平儿是一叠老城主下毒 唯有被驱逐出城 而他又坚称自己是冤枉的 那唯一有机会下毒的就只有严裂 因为 他就是毒公子 张小凡一一点醒梦中人 让二人眼前一亮 为证实张小凡的猜想 必要跟他假扮成鬼王宗的人 来到严裂驻守的锦绣房 自称鬼王宗找毒公子有钥匙香伤 不宜会一个黑衣蒙面的人来到他们面前 必要为试探他的身份 故意邀请他与鬼王宗结盟 共同拿下于都城和万毒门 毒公子原本还不信 当听说还能给他提供万古丹的解药时 整个人的神色都变了 同一时间林金鱼与阿象闯入炎裂的房间 发现并没他的身影 只有一只冒着绿光的顶 阿象一眼认出这是他们门派丢失的金光炉 立刻冲上前去取顶 却遭到强烈的反噬 突如其来的声响引起毒公子的警觉 明白自己上当了 扔出一把石灰转身逃走 正好撞见抱着炉顶的二人 毒公子想要上前抢夺 被林金鱼及时阻止 必摇他们也紧随气候追来 毒公子见对方人多势众只好撤退 不过这次行动足以证明炎裂就是毒公子 他是潜伏在城主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二人本想将这件事告诉城主 奈何炎裂恶人先告状 声称在金平儿那查获的炉顶失窃 想必是他的同党所为 一句话把他们准备好的说辞全都毒死 碧瑶得知此事后 决定从鬼王宗找来一个高人替城主诊治 先确定城主是否中毒 张小凡把碧瑶的计划告诉众人 却遭到陆雪奇极力反对 炎裂 金平儿 野狗 个个居心叵测 你到现在还相信魔教之人说的话 碧瑶虽然救过张小凡 也打跑了万毒门 在陆雪奇看来 魔教就是魔教 他这么做肯定还有其他目的 我们到现在还这么互相责问 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大敌当前 众人还一盘散沙 张小凡也不知如何是好 次日一早碧瑶就带来他请的高人 没想到张小凡与林金宇都认识 鬼先生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与张小凡有过一面之缘的鬼先生 奇料鬼先生刚刚为城主问诊 就被秦无言以鬼先生来历不明为由驱赶出府 虽然没有详细诊治 但是鬼先生已经了解清楚城主的情况 只不过情况比喻想的还要糟糕 中毒已有五年之久 古毒已经渗透至奇经八脉 随时会危及老城主性命 而且据鬼先生分析 古毒是毒神所创 即便是秦无言也没有解药 如今只有找一个同样中古之人 设法将其逼出体外 古虫在离开宿主后就会回归母体 也就是古母藏身之处 只要毁掉古母城主的毒自然由刃而解 说罢便将画好的阵法交给他们 并告诉他们小桓极有可能中了古毒 可是即便曾叔叔连拖带转 小桓也不愿配合 无奈之下张小凡只好用墙 这一幕刚好被陆雪奇撞见 张小凡将昏迷的小桓放在阵法中央 林金鱼等人早已做好准备 迅速启动驱毒阵法 怎料关键时刻陆雪奇出现 他不相信魔教的旁门左道 想要出手阻止他们 曾叔叔想要上前阻拦 没想到二人愣在当场 身体还散发着阵阵红光 众人这才发现 就连陆雪奇与曾叔叔都中了古毒 容不得多想 必须尽快把古虫排出体外 随着阵法运转 一枚红色毒虫从他们身体飞出 眨眼就消失在黑夜中 张小凡一路追向城主府 发现古虫飞进城主的房间 进入了城主身体 而且这一幕还被情无言撞见 二人只好回去想办法 无论是陆雪奇与曾叔叔体内发现古毒 还是母体在城主身体中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其一说明古毒隐蔽性强 就连修仙弟子都不曾察觉 其二老城主身体本来就弱 母体在他体中无疑是宣判了死刑 众人赶忙将这个消息告诉给鬼先生 希望他能有应对之策 鬼先生分析 秦无言可能已经在水源中投毒 城中百姓可能都被感染 目前他也没有破解之法 正在这时秦无言带兵将他们包围 老城主有令 即日起 城中魔教教众一律请出城外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余都不欢迎魔教之人 秦无言行的是城主令 做的是份内事 即便众人功力高强 也只能忍气吞声 何况这些百姓都身中古毒 受秦无言煽动 对他们形成压力 鬼先生只好带着必要离开 没有鬼先生的帮助 张晓凡他们顿时束手无策 本想去看看城主的身体 都被秦无言拦在门外 声称曾叔叔他们勾结魔教 意图篡夺城主之位 从他房中搜出来的炉顶 就是最好的证据 事到如今他们也没有必要继续伪装 彻底与秦无言丝破裂 你哪来的自信 孤身一人对着我们 谁说我孤身一人 在我身后是老城主 还有全城的百姓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 很简单 只要你和你的师兄弟 退出渔都 从此我们井水不发河水 这样 我才能更好地保护 你外公 曾叔叔愤怒地一把揪住 秦无言的领口 外公就在眼前他不能施救 仇人就在眼前他不能动手 只能通过怒吼 发泄心中的愤怒 迫于形势的压力 更为了城主的安全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退出渔都从长计议 野狗凤鬼先生之命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鬼先生早就料到 秦无言下一个目标会是他们 所以找来众人商议对策 碧瑶在空桑山发现了一个山洞 通过山洞能抵达城主府内 所以鬼先生建议兵分两路 碧瑶与金平儿率兵从正门攻入 吸引秦无言的注意 然后张小凡等人顺着密道 进入城主府解救城主 鬼先生的提议众人移植通过 这里是神秘的万福谷窟 里面不仅有会喷火的巨型蝙蝠 还有比火车还长的巨蟒 每一处都暗藏玄机 杀人于无形 可就是这样凶险之地 却是无数魔教之人向老的地方 只因这里是魔教老祖黑心老人的墓穴 相传八百年前黑心老人看重于都灵气充沛 为复活兽神奴役百姓而设立此穴 藏了不少稀释珍宝在里面 怎料兽神复活失败 黑心老人死在洞中 于都百姓为防止洞穴被人打开 便在地下设下结界 推举城主守护于都 守护万福谷窟成为了历代城主的职责 直到这天 万毒门都公子在谷虫的协助下 从老城主口中得知了万福谷窟的入口 只身一人闯入谷窟 想要得到里面的逆天法器 十年行私 百年度 不诊相思 不忍过 既然无路可走 那么 该通过于尽吧 大地开裂 山河崩塌 一条白色光芒直冲云霄 这座尘封八百年的墓穴被他打开 张小凡等人身为青云弟子 理应替天行道保卫苍生 自到奋勇潜入谷墓阻止恶魔戴生 随着他们不断深入 谷墓的真容逐渐浮现在眼前 里面有数以万计的吸血蝙蝠 他们一旦飞出洞穴 于都必将生灵涂炭 于是众人合力封印了洞口 避免悲剧发生 然后在不惊动蝙蝠的情况下缓慢前行 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必要忍不住碰了一下出现在眼前的绿杖 一股刺鼻的气味充满整个鼻腔 曾叔叔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吓得张小凡连忙检查蝙蝠有没有苏醒 就在他们长舒一口气的时候 曾叔叔忍不住再次打了一个喷嚏 可惜这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数以万计的吸血蝙蝠向他们冲来 这些蝙蝠攻守兼备 打得众人节节败退 危急时刻张小凡挺身而出骑到蝙蝠背上 用烧火棍一阵敲打 想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奈何蝙蝠听不懂人话 引路之下抓着陆雪奇飞向空中 然后将二人一起扔向深渊 危急时刻张小凡一把抓住陆雪奇的手臂 稳住他的身形 陆雪奇痴痴地望向张小凡 这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也不知道过去多久 一群蝙蝠迎面飞来 将他们撞得昏死过去 当他们再次醒来 发现来到一个混沌空间 这里犹如一片星辰大海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彻在耳边 张小凡发现那些逝去的亲人都出现在眼前 就连母亲也回到身边 突然张小凡感觉不对 烧火棍发出强烈的预警 这才从幻觉中苏醒 紧接着唤醒昏迷中的陆雪奇 与他一起抵御这些阴灵的袭击 与此同时碧瑶他们为了找到张小凡 一路寻找来到这个世界 刚到这里碧瑶就看见自己的母亲正在呼唤自己 正要走到母亲跟前 却被灵精与一剑劈成两半 原来这些都是怨灵所化 他们利用人类的执念 吞并人们的灵魂 所以称之为幽灵 曾叔叔拿出三道皇服交给二人 有了他便可不受幽灵侵害 没过多久就找到张小凡与陆雪奇 他们因为抵御幽灵耗损不少体力 此刻已经贪软在地 三人赶忙带着他们离开此地 本以为离开这里就安全了 怎料另外一个危险正抖着他们 只见一颗颗比鸡蛋还原的泡泡飘浮在他们眼前 每个泡泡中都记录着他们的从前 美好的记忆顿时浮现在他们眼前 看得他们如痴如醉 沉迷其中 渐渐地在里面迷失自我 尤其是走在前面的碧瑶和张小凡 竟然不知前方是悬崖峭壁 就这样直直地摔了下去 待他们缓过神来已经为时已晚 碧瑶拼命将张小凡护在胸前 以此来保护他的平安 好在二人都平安落地 只见下面竟然别有洞天 不仅有奇山怪石 还有一片汪洋大海 看得张小凡叹为观止 殊不知已经被一双恶魔的眼睛盯上 正当他们讨论这片大海时 秦无言站在远处偷袭 碧瑶还没缓过神来 就被秦无言挟持 原来张小凡早已身中古毒 所以秦无言才轻而易举降服他 此刻他要将碧瑶献祭给妖兽 获得无情海底的宝物 只见一条水桶粗的巨蟒破水而出 正是上古妖兽黑水悬蛇 那么 就请你为我充当这祭品吧 碧瑶 扑了得空的巨蟒险些一口吃掉凶手 被秦无言闪身躲掉 可是受了欺负的碧瑶可没准备放过他 起身施法照亮秦无言的藏身之处 将他的位置暴露在黑水悬蛇面前 秦无言还没来及逃跑 就被悬蛇一口咬在口中 当着二人的面吞入腹中 二人忙着看血 竟然忘记逃跑 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黑水悬蛇可能已经吃饱了 并没有吃他们 而是用尾巴将他们抽飞出去 当二人再次醒来 发现落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 平台的上方有一颗一千克拉的红宝石散发着红光 下方有一个圆形石门 石门上镶嵌着数十颗二十四颗拉宝石 石头与张小凡的法宝相呼应 他们之间仿佛有种奇妙的联系 碧瑶猜测他或许是打开石门的关键 于是张小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施法开门 石门果然有了反应 一圈圈红光乍现 随着最后一圈红光亮起 厚重的石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便是两座巨型石像 顺着小路来到一座殿堂 发现两具尸骨相拥在一起 张小凡的嗜血珠发出耀眼的光芒 碧瑶猜想他们或许就是黑心老人和精灵夫人 很快碧瑶就验证了自己的猜想 在一旁的盒子中发现一枚金色铃铛 这是荷欢派祖是精灵夫人的法器 精灵清脆 是邪恶 一生总被 吃情素 精灵生小 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化作白骨的二人缓缓起身 碧瑶他们反而变成虚影 黑心老人与精灵夫人就站在他们面前 一件埋藏了八百年的真相逐渐浮现在眼前 精灵夫人与黑心老人原本是一对恋人 可是黑心老人统治的恋血糖日渐衰败 黑心老人不得不另想他法 决定释放出被封印的邪神 遭到精灵夫人极力阻止 可惜如今的黑心老人已经被冲昏头脑 一心只想光复魔教 根本不听精灵夫人的劝解 导致精灵夫人离他而去 黑心老人不仅没有挽留 还毫不犹豫地祭出天书 召唤出被封印的邪神 随着红球落地 一团黑气拔地而起 在空中汇聚成一个巨大的人形 沉睡千年的兽神之魂 再次召唤你在幽冥的深渊中 醒来吧 一声来自地狱的咆哮响彻煽动 被黑气包裹的邪神逐渐睁开眼睛 怎料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 不见天日的漫长岁月 终于结束了 要是一名充满野心的人类 便赐予你无上的荣耀 成为我复活之后的第一个祭品 谁也没想到邪神王恩负义 为召唤之人动手 即便黑心老人法力高深 却也不敌兽神之魂 就在这时一夕红衣的精灵夫人英生出现 虽然黑心老人薄情寡义 但是他做不到无情无义 这是和欢派的独门禁术痴情咒 毕人一生只能用一次 因为根本没命用第二次 精灵夫人用献祭的方式再次封印了邪神 但是他自己也永远地闭上眼睛 此刻的黑心老人追悔莫及 在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 当懂得珍惜的时候 可惜为事已晚 黑心老人做不到独活于事 决定为爱殉情追随精灵夫人而去 临死之前他立下遗嘱 千百年后持嗜血诛者 便可开启地宫得之传承 然后便自毁地宫为爱殉情 事情到这便水落石出 二人并未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与此同时 临京与他们一路寻到爱情海 遇见了袭击张小凡的那条玄蛇 他们发现玄蛇腹部龙起 猜想他把张小凡吃了 决定合力将其诛杀救出张小凡 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肚子里面的竟然是秦无言 从他口中并未得到张小凡的踪迹 众人只好继续寻找 却给了秦无言可乘之机 于徐 不如我们俩做个交易 当众人返回 早已没有秦无言和李寻的踪迹 直见远处的山上散发着光芒 众人赶忙追取 此刻李寻已经来到滴血洞前 意图凭借一己之力打开地府 怎料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阵云倒地 紧接着众人也追到此地 发现光芒四射的石门 猜想里面一定有宝贝 准备合力将其打开 与此同时正要离开的张小凡 被一股神秘力量吸到半空 无数个金色文字盘旋在半空 并挨得进入他的身体 他是青云志中最神秘的存在 虽然外表看着不像是好人 但是实际上他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帮助张小凡治好腿伤 又为救老城主出谋划策 这个时候大家都给他发了一张好人卡 完全忘了他魔教的身份 直到万福谷窟现实 鬼先生的真面目才浮出水面 林静宇他们好不容易找到滴血洞 正齐心协力打开石门 石门才刚刚打开一条口子 一道黑影便闪身冲了进去 大手一挥和上石门 此人正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鬼先生 他进去后第一时间控制张小凡与碧瑶 直到此刻鬼先生的目的暴露无影 他之所以处心积虑帮助张小凡等人 只为借助他们之手找到万福谷窟 释放出被封印的邪神 碧瑶不希望张小凡受到伤害 即便是他父亲 可是鬼先生想要做的事 任何人也无法阻拦 就在鬼先生准备动手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以张小凡为中心 不计其数的金色文字围绕着他转圈 然后钻进他的身体 紧随其后一团黑气凭空出现 正是八百年前出现过的邪神 没想到再次被鬼先生召唤出来 这次的鸡瓶 我很满意 小凡 危急时刻 门外的众人总算破开石门 迅速上前阻止鬼先生 可是此刻的邪神已经被激活 已经开始对张小凡动手动脚 仅凭陆雪奇雨 林金宇根本无力回天 正在这时阿相及时赶到 有了他的加入 还没发育起来的邪神根本不敌 得救的张小凡刚好落在黑心老人身边 嗜血猪恰巧触碰到他的白骨 只见刚刚还平凡无奇的白骨竟然一飞冲天 在空中恢复黑心老祖的肉身 原来黑心老人早就料到有今日 在嗜血猪中蕴藏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为的就是今日能拯救苍生 只是黑心老人没料到 如今的邪神实在是太虚了 直接被他强大的力量轰上了天 给了他逃跑的机会 谁也没料到 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凡人老成主 竟然还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引得天地变色地动山摇 万福谷窟开始坍塌 在地宫的众人连忙撤离 半空中的邪神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回地宫 随着封印接近尾声 老成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实化 转眼就化作一座雕像 这一幕正好被曾叔叔目睹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无法接受外公殉职的事实 与此同时鬼先生回到鬼王宗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给鬼王 鬼王对此并未生气 他的本意也不是很赞同解除邪神的封印 因为邪神是不可控的 可又不想白白放过这次机会 所以才让鬼先生去处理此事 也算是不留遗憾 虽然没能利用邪神之力对付正派宗门 但是鬼先生却发现了另外一个机会 张小凡不仅拥有逆天的契约 而且还身怀两派功法 如今又得天书之力 前途不可限量 不知宗主 可否设法将他收归门下 正魔自古水火不容 鬼王担心张小凡不肯 怎料鬼先生早已凶有成主 他发现碧瑶与张小凡之间已经暗生情愫 只需从中稍加利用 就不愁张小凡不肯归顺 传说天地间衍生出五部天书 及其五部天书者 可一统天下战无不胜 黑心老人没能抵御他的诱惑 在得到一部天书的情况下 强行将他激活 放出封印在里面的兽神之魂 导致兽神之魂反噬 他的女朋友在就他的过程中相消欲损 黑心老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选择为爱殉情陪女友而去 独留天书再次等待有缘人 千百年后 张小凡手持黑心老人法宝来到此处 机缘巧合下得到这部无字天书 奈何张小凡不识货 只是把他当作魔教秘籍 想要将他逼出体外 正巧这时曾叔叔发现第二部天书的下落 连忙将消息告诉给张小凡与林金女 不巧的是大师兄肖义才也在 他们不知道的是 肖义才在魔教卧底的时候 在鬼王的胁迫下喝下兽神之血 然后每当月圆之夜就会变成是杀的怪物 想要解药只有服从他们 如今发现第二部天书的踪迹 肖义才想要用他作为与鬼王谈判的筹码 于是在记住详细位置后建议毁掉 他的想法令众人百思不得其极 这藏宝图 怎么说也是女狱都之物 怎么处理自然由你说了算 肖师兄说的是 见众人没有怀疑他 肖义才以调查真实性为由 决定前往地图标注点调查虚实 没想到张小凡应要跟着去 这让肖义才非常无语 找了一堆理由也没能说服他们 反倒林金女也跟着要去 肖义才只好勉强同意 张小凡之所以要去寻找第二部天书 只是想从中找到解除天书的办法 因为他与自己体内的功法相克 让他备受折磨 林金女在为他压制这股力量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这股非比寻常的力量 张小凡见瞒不住了 只好把天书入体的事情告诉给他 没想到被窗外的肖义才听见 心中顿时升起一个歹无的想法 屋内的二人根本不知道隔墙有二 正为了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林金女认为此事是魔教设下的圈套 是碧瑶故意引诱他往里跳 张小凡则认为碧瑶是无辜的 觉得林金女不够相信他 二人就这样闹得不欢而散 就连次日出发都不叫对方 这刚好给了肖义才可趁之机 以为张小凡疗伤为友 让他吃下一枚药丸 吃下没多久就昏死过去 紧接着又从怀中拿出一块灵铁 这灵尊之灵 百年已退 有辟邪之功 可用于探查 并引出魔教的邪法 所以肖义才想用他吸出 张小凡体内的无字天书 怎料才刚刚开始林金女便追来 只好暂且放弃 并声称张小凡内功紊乱昏死过去 需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 于是就近借宿在一个老国家 没想到他一连几天都没有苏醒的迹象 令林金女非常担忧 肖义才从老伯口中得知 西边的山谷有一个一仙 有妙手回春之能 让林金女去请他出山 虽然怀疑这一仙的实力 但是即便有一丝希望 林金女也不愿放弃 支开林金女 肖义才便没了后顾之忧 再次拿出灵天吸他功法 随着吸力不断增加 张小凡体内的功法若隐若现 眼看就要破体而出 可无论肖义才如何努力 始终都差那么一点点 肖义才反而因为用功过猛 激发了体内的兽神之血 导致他兽性大法 听见动静的老伯文讯赶来 一仙 一活不一死 一俗不一仙 一男不一女 一邪不一正 他是天狐一族的六吻狐仙 隐居深山靠替人治病为生 普通百姓治病只需两斤银 却将附得流游的仙门子弟拒之门外 既然见死不救 为何要偷袭在下 也许是被林金宇的实力折服 竟破天荒地放任他进去 林金宇顺着小道来到一间木屋 发现一名白衣男子正在喝咖啡 猜想此人就是一仙了 恳请他出手替张小凡医治 名门正牌 向来高高在上 如今也有治不了的病 救不了的人 医者父母心 林金宇恳请他不计前嫌出手救命 只要能够救好小凡的病 您要我做什么 尽管吩咐 六吻好像就在等他这句话 自称弟弟被山中妖怪掳走 林金宇若将他带回来 自己便出手救人 除妖未到 本是己任 还请您指引一条明路 可怜的林金宇不知人心险恶 就这么掉入别人设下的圈套 按照他的指引来到一处木屋 发现被捆绑的小气 还没来及出手救人 就被一股神秘力量干扰 只见一个头戴斗笠的男子隔空施法 阻止外面的林金宇救人 林金宇不知道的是 此人正是天鹰阁前辈普天 却成了六吻口中的妖怪 反而林金宇要救的小气 却是狐妖 普天还以为是六吻来救人 冲出去与林金宇缠斗在一起 怎料来人根本不是六吻 什么人 如今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林金宇也没空解释那么多 正在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六吻悄悄来到小气的身前将他救走 林金宇见人被救走 也迅速抽身离开 如今他也知道自己伤当了 明明这个医仙才是妖怪 废话少说 你师弟的病还治不治了 为了救张小凡 林金宇也只能妥协 事后他从小气口中得知 他与六吻虽然是狐妖 但是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不仅玄乎济世治病救人 而且以吃素为生 林金宇这才放心 急忙带着他们去给张小凡看病 没想到刚到小木屋 就发现收留他们的老伯倒在血泊中 屋内也没有了张小凡的身影 再看地上老伯的尸体 一个可怕的想法在脑海诞生 林金宇怀疑张小凡被邪术影响了心智 才杀害了老伯 但是尚未找到他 一切都还不能确定 小七迅速发动森林中的小伙伴帮忙寻找 跟着他们来到一座山洞 发现萧一才正在吸收张小凡的功法 同时他也发现小七的存在 赶忙向他追去 此刻的小七早已被吓破的 腿脚不听使唤的瘫软在地 好在小鸟拖住萧一才 这才给了小七逃跑的机会 赶回去发现林金宇他们早已赶到 连忙将张小凡救走 经过六尾的诊断 发现他体内有三股霸道真气相互排斥 如今只能先帮他压制内力 然后寻找化解内力的办法 与此同时发了疯的萧一才四处逃窜 恰巧遇到鬼王宗青龙使者 怎么回事 又不是月圆之夜 怎么就在这里受化了 为了解开谜团 青龙使者运用强大的力量 为萧一才解除受化之身 并追问他为何突然受化 萧一才当然不会告诉他添书的秘密 之前张小凡内功稳分 我设法为他们运功疗伤 想必是一时疏忽大义 激发了这神功 青龙当然没那么容易糊弄 猜想肯定是他对张小凡图谋不轨 才导致受神之血被激发 何况张小凡是碧瑶喜欢的人 青龙不允许别人伤害他 无论怎么样 不得对张小凡下手 否则后果你懂得 是 碧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会在男朋友眼前被人绑走 当张小凡醒来早已不见碧瑶的踪影 林静宇猜想他已独自离开 可是外面到处都是长生堂的弟子 张小凡不相信他能逃出城外 拉上林静宇在城中寻找 结果碧瑶没找到 却意外撞见他的大表哥青龙 青龙原本是想进城寻找天书的下落 没想到被张小凡撞见 现在想跑显然是来不及了 唯有鱼死网破坊有一线生机 没想到张小凡今天像是吃了骨药 一掌就把他干飞在地 因为这里受定海庄庄主玉阳子管辖 所以他们将青龙交给玉阳子处理 从他与青龙圣使谈话中得知 玉阳子也是魔教中人 因为某种原因叛林魔教在此安家 相比于玉阳子的身份 他接下来拿出的东西更令张小凡震惊 正是碧瑶独有的法器伤心花 足以说明碧瑶也在他手中 而且玉阳子还要用他向鬼王交换一件东西 青龙圣使可不会惯着他 当即挣脱束缚出手偷袭 怎料玉阳子早有防备 地旁的笑意才见情况不对 假装出手相助 实则借机放他离开 一切都演得天衣无缝 就连张小凡他们都没能察觉 反倒是对玉阳子引起警觉 叛林魔教扎根此处 如今又抓住碧瑶要挟鬼王 恐怕也是为了得到天书 就在他们不知道怎么救出碧瑶时 刚刚逃走了青龙圣使找到他们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如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青龙希望能与他们合作救出碧瑶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青龙施法在定海庄内四处纵 趁乱搜寻碧瑶的下落 此刻的碧瑶早已解开枷锁 正在四处寻找机关 没想到玉阳子担心掉虎离山 派遣心腹孟继下来查看 与碧瑶撞个正着 就在二人打斗过程中 张小凡与林金宇正向这边打开 孟继见此连忙打开机关 将二人隔绝在外 碧瑶也趁机打开另一条密道 没想到洞口被玉阳子设下结界 碧瑶逃无可逃 带孟继走后 碧瑶发现里面还关着另外一个人 正要上前查明情况 没想到水中深处数十条红色触手 吓得碧瑶急忙避开 男子告诉碧瑶 这些红色邪物是长生堂圈养的血虫 以血肉为食杀人于无形 但是他们没有眼见 仅仅依靠声音辨别猎物 所以男子让碧瑶敲击门口的结界 吸引血虫攻击结界惊动玉阳子 趁玉阳子打开结界查看的时候逃离这里 可惜想法是好的 结果很残忍 玉阳子早就料到碧瑶会来这一手 所以直接施法擒住碧瑶 而且还让碧瑶沾染上血虫 除非碧瑶血信给鬼王 让他带着无字天书来赎自己 不然玉阳子要将他折磨至死 男子自称司徒骁 试定海山装绍庄主 被困这里已经长达七年之久 之所以被困于此 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当年他父亲病重 正好来了一个号称修炼长生的医者 他让老庄主冲冲洗 替少庄主说一门轻事 可是少庄主早已心有所属 与府中押还云书两情相悦 不同意父亲安排的轻事 奈何百善孝为先 司徒骁的父亲以此相逼 他不得不同意这门轻事 没想到大婚当日噩梦降临 一场铺天盖地的海啸席卷定海庄 当他醒来就被玉阳子关在这里 之所以没有杀他 是为了从司徒骁口中得到天书的下落 与此同时正在搜寻碧谣的二人 遭遇玉阳子伏击 在青龙的协助下才成功逃脱 逃走的二人正好被云书撞见 云书把他们带到一处废弃的网站 并将当年发生的事告诉他们 当年他因为司徒骁取的不是自己 一路之下冲到海边发泄情绪 偶遇郑阳子在此施法激起万丈巨浪 巨大的海浪席卷整座城市 带走了他最爱的司徒骁以及他的家人 这么多年他之所以没有离开 是因为他感觉司徒骁就在附近 他要找到自己的爱人 正在这时密室中的碧谣再也坚持不住 答应写信给父亲 于是遇养子命梦记带着亚女送去纸笔 并让他完事以后除掉亚女 在这里云书见到了他魂牵梦营的司徒哥哥 即便如今的他已经容颜俱辩 云书还是一眼认出他 不过梦记就在身旁 云书只能强装镇定给碧谣送去纸笔 此刻的碧谣已经虚弱无力 颤抖着手写下求救书信 事成之后梦记准备将亚女玷污后杀掉 被闻讯赶来的二人及时救下了 得救的云书立刻带着二人去救碧谣 此刻的碧谣已经奄奄一息 一旁的司徒骁拼命为他打气 坚持住 想想你的爹娘 还要关心你的人 娘不要我了 爹也不要我了 小凡 小凡 碧谣以为是自己濒临死亡产生的幻觉 凝里呼呼中看见点点星光 犹如小时候救他的那盏灯 给了碧谣生的希望 来源正是张小凡 看见陷入昏迷的碧谣 他奋不顾身冲到碧谣跟前 云书同时来到司徒骁的面前 抚摸着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颊 心疼地把他拥入怀中 正在这时梦记带领援军赶到 想要阻止他们救人 二人在打斗过程中误入血池 遭受血虫的袭击 梦记连忙拿出法宝逼退血虫 见此情形 凌晶宇一把夺过法宝 在化解身上的血虫后 将他扔给云书 云书立刻为二人解除体内的虫堵 没有了法宝的加持 梦记与常人无意 被凌晶宇丢进水中喂血虫 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被赶来的正阳子堵在门口 危急时刻 凌晶宇不顾安危留下断后 为众人争取足够的逃跑时间 结果他们是逃走了 可是凌晶宇却留在了这里 云书看着怀中的司徒霄 虽然成功地将他救出 但是如今的司徒霄 因为长时间被血虫侵蚀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我常常自己想 若能在死之前 再见你一面 也是好胆 想不到 等我再见到你 云书 我 我却舍不得离开 上苍不怜爱 茫然莫悲弃 二人才刚刚见面 司徒霄便撒手人寰 云书无论如何 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像是下定很大决心似的 对着司徒霄的尸体开始施法 谁也没想到 看似不起眼的云书还会法术 而且还是一个隐藏高手 随着点点星光没入他的身体 本已失去知觉的身体 竟然有了反应 云书 你究竟是什么人 还没来及回答他的问题 玉阳子的人就已经杀到 云书当机立断 决定让他们带着司徒霄先走 他留下来断后 当梦记带人赶到 只看见被对着他们的必要 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他便决绝地跳下悬崖 哦对了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山洞的时候 好像有一只受伤的兔子在里面 所以我就扔了一个包子进去 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 患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一千次回眸才能患得今生 在你面前驻足停留 那么需要多少次回眸 才能成就这命中注定的缘分 二十年前 一对母女遭遇敌人追杀 意外坠入漆黑的山洞 他们在山洞叫天天不应 叫滴滴不灵 一连几天都没能获救 就在小女孩即将被饿死的时候 她的母亲给她递来一块肉 因为实在太饿 小女孩都没有想过母亲哪来的肉 就这样一连几天 每当她饿了的时候 母亲总会递给她一块肉 直到有一天耳旁再也没了母亲的声音 小女孩又开始忍饥挨饿 就在她感觉自己即将被饿死的时候 洞口的一束光给了她生的希望 只可惜她实在太虚弱了 虚弱的只能发出一点点声响 让小男孩误认为是小兔子在下面 所以她把自己仅剩的包子 扔进山洞喂兔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包子 让碧瑶坚持到父亲来救自己 所以即便二十多年过去了 碧瑶一直心存感激 希望能找到恩人以身相许 当得知林金宇与张小凡来自那个小山村 再结合他们的年龄计算 碧瑶猜想林金宇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可是随着慢慢接触碧瑶发现 林金宇的性格不像当初那个小男孩 她的身上没有那份纯真的善良 反而她身边呆头呆脑的张小凡更露她法眼 张小凡不仅三番五次救碧瑶于危难之中 同时还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让碧瑶不得不怀疑张小凡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为了确定自己的想法 碧瑶鼓足勇气寻找答案 小凡 你小时候 有没有去过草苗村东边的那座山 怎么了 那你有没有随身带着一盏灯 碧瑶的问题勾起张小凡儿时的记忆 那时候为了能多打一些柴火 会提着灯笼加班加点打柴 有一次还在山中发现一个山洞 后来她就把山洞当作雨林金宇的秘密基地 时常在这里玩耍 听见张小凡的回答 碧瑶发出痴痴的笑容 小凡 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认真清楚地回答我 哦 你 在经过那个山洞的时候 有没有往里面让东西 让东西 若不是碧瑶提醒 张小凡或许永远都不会想起此事 更不会想到 她当初的无心之举 换来碧瑶此生一生相许 碧瑶呆呆地看着张小凡 难掩心中的喜悦 虽然即便张小凡不是曾经那个少年 碧瑶也爱上了这个少年 但是如果这个少年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那么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 此生必定生死相依 这一刻碧瑶喜极而泣 紧紧依偎在张小凡的怀中 一刻也不愿与她分开 就在碧瑶情道深处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在耳旁响起 玉叔 玉叔 何妨妖孽 苏苏献春 玉阳子 你这恶贼 谋我山庄 杀我七年 还以一场蓄意制造海巷 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多 这个老头拥有排山倒海之能 但是他却没把这种能力用在正中 竟然在司徒萧大昏之日水淹成池 导致定海庄庄主满门被灭 从此玉阳子摇身一变 成为了定海庄新的庄主 当了庄主的他广世仁德造福百姓 以此来包装自己 方便自己暗地里寻找天书的下落 怎料天书还没找到 就遭到冤魂索命 原来这不过是司徒萧提前录制的录像 然后由张小凡和碧瑶施法放映出来 这一幕能骗过寻常百姓 可是骗不了鸡贼的玉阳子 张小凡他们也没准备骗过玉阳子 不过是为了引起恐慌 伺机就走林金语 司徒萧随机抓住一个老熟人 迫切地说出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 质问他今天是不是也没穿内裤 男子瞬间相信司徒萧的身份 司徒萧的出现让玉阳子的人设不攻自破 瞬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奈何玉阳子太过强大 不是任人欺负的主 即便是如今的张小凡也不是对手 好在青龙及时赶到 与张小凡联手对敌 数个回合就将玉阳子打成重伤 迅速逃离定海庄 没想到玉阳子临走前还不忘将血虫带走 利用血虫强大的力量修复伤势 可是这样做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如果玉阳子不能在短时间找到天书 以天书之力炼化血虫 血虫就会反噬控制他的躯体 到时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所以找到天书迫在眉睫 好在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断定自己被赶走后 正魔两派必有一争 他只需要坐收渔翁之力即可 正如玉阳子所料 青龙与林金鱼等人正闹得面红而是 天书只有一份 交给谁都是错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找到定海珠 因为按照司徒骁的说法 他们祖上曾帮助过一个仙人 仙人为了报答司徒家 给了司徒老祖一枚定海珠 相传每隔百年 当金木水火土日月七星连珠时 即可利用定海珠开启天书 开启之人即可获得无穷神力与化成仙 可是当年司徒骁把他当作礼物送给云书了 不知道云书把他藏在什么地方 在寻找过程中 张小凡发现了碧瑶的伤心花 可就是不见定海珠的踪影 二人里里外外找了数个时辰 他终于在灯炉中将它找到 司徒骁本就不知道怎么分配它 见是张小凡找到的 决定交给他处理 张小凡迫不及待地找来碧瑶 想尽快把东西交给他 叫你来 有件东西要给你 你 你找到了 那你真的愿意给我吗 这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 在碧瑶期盼的目光中 张小凡拿出碧瑶的伤心花 他这才知道张小凡说的是伤心花 让他误以为是定海珠 不过从张小凡闪躲的目光中 碧瑶猜到他已经找到定海珠 对不起 我 我也不能把天书交给你 在张小凡看来 天书交给碧瑶就是交给鬼王宗 鬼王必定会利用他危害苍生 可是碧瑶只是想利用天书治好张小凡 如果张小凡将天书带回青云 势必会交给掌门 因此错过治疗伤势的机会 那你 哪怕连姓名都可以不要吗 张小凡没有说话 显然已经做好赴死的打算 可是碧瑶却不允许他这么做 抽出匕首威胁张小凡交出定海珠 他必须拿到天书治好张小凡 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有交出定海珠 在大义与感情上他别无选择 碧瑶走了 除了对张小凡的做法伤心以外 更多的是张小凡不信任他 或许就像青龙所说 正魔不两立 他们注定走不到一起 一切都是因定海珠而起 张小凡不想再生事端 思来想去决定将他物归原主 可是定海珠就像个烫手的山芋 司徒骁也不愿留他 不如就将他毁了吧 司徒骁曾把定海珠送给云书 而云书为了救他们跳崖自己 司徒骁决定将他丢入大海 让他陪伴云书 正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从定海珠内射出一道光芒直冲云霄 瞬间点亮整个星空 七颗星星相互连接形成七星莲珠 正是打开天书的景象 这时一旁的青龙与灵精语四季而动 准备抢夺定海珠 堂昂补缠黄雀在后 潜伏在暗处的郁阳子一把夺过定海珠 得来全部费功夫 安子为了不自攻就能练成神功 想要利用龙珠召唤出无字天书 没想到激活天书的保护机制 方圆十公里内形成一道禁法区 禁法区内修真者与常人无异 任何人都无法施展法力 郁阳子猜想这是当年那位仙人留的后手 因为司徒一家皆为凡人 仙人担心天书被外人夺走 所以才不下这道阵法 可是这又怎么难得了郁阳子 既然他带不走天书 那就在这里催化体内的血虫 利用定海珠 借助天书之力 驱动本门的太阴血阵 将血虫之力重新融合 增强你我功力 直到此刻郁阳子的野心暴露无疑 他要利用兽神之血强化功力 到时候取得天书就犹如探囊取物 为了增强血虫的力量 郁阳子让梦记把碧姚抓来 他要利用碧姚引来其他人 顺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禁法区内这些人与凡人无异 郁阳子要对付他们一如凡掌 张晓凡明知这是一个陷阱 还是义无反顾的往里跳 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被吸入太阴法阵之中 即便如此他也无怨无悔 不能救出碧姚 那就与他同甘共苦吧 青云弟子和魔教妖女之间 这般同生共死的深情 着实令人感动 珍惜所剩无几的时间 好好做伴吧 没想到郁阳子刚走 流星湖内金光乍现 辽阔的湖面竟然打开一个口 张晓凡与碧姚缓缓落入湖底 次人一早 郁阳子满心欢喜来到流星湖 看看有没有新的猎物出现 没想到辽阔的湖面空空如也 就连是先抓来的俩人都离奇失踪 与此同时身在湖底的二人 从昏迷中醒来 碧姚发现他们身处一片混沌空间 这里或许就是天书里面 正在这时一道光芒射入张晓凡体内 竟然神奇地将他体内的伤势修复 司徒后人 谁 等了近千年 你们终于来到我的面前 老头显然是把他们当作司徒后人了 而真正的司徒后人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一切 司徒霄看见一个头戴斗笠的女子 一路跟着来到海边 发现此女正是当日跳崖的云淑 云淑见到司徒霄没有想象中的喜悦 反而一脸惆怅 原来她本是海族之女 以前是依靠定海珠的力量才能在陆地生活 如今没有定海珠的力量 她根本无法上岸 这一次是她父母不惜以折兽为代价 换来的出海机会 除了来见司徒霄 还要帮她除掉玉阳子这个心头大患 这时海底的张晓凡也得知了老人的身份 她是司徒老祖留下的一段记忆 张晓凡将玉阳子的所作所为如实告知 希望司徒老祖能帮他们想办法渡过难关 但是因为张晓凡是凡人之躯 如果同时拥有两卷天书 恐怕有暴体而亡的风险 只要可以打败玉阳子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小凡 为了保护自己所爱之人 她别无选择 玉阳子在寻找碧瑶他们无果后 决定提前开启太阴血阵获取天书的力量 血阵一旦被启动 定海庄方圆十公里内的人 都会被她细干精血 即便是是她如父的徒弟也没放逻 刹那间全城百姓无一性命 躲在暗处的青龙与灵金鱼准备出手偷袭 却被玉阳子轻易制服 眼看着玉阳子的血阵即将启动 张小凡又还在吸收天书的力量 根本来不及阻止玉阳子 危急时刻云书挺身而出 利用强大的力量与玉阳子抗衡 玉阳子刚刚启动大阵 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被这股力量打得措手不及 险些阵毁人王被血虫附体 就在她准备运攻压制血虫的时候 张小凡从湖底一而起 给了玉阳子致命一击 接连两次重击她已身负重伤 在徒弟的搀扶下逃离定海装 反观张小凡也好不到哪里去 两卷天书的力量实在太恐怖 张小凡只感觉身体即将四分五裂 碧瑶决定用自己的法器伤心花 吸走一卷天书 为张小凡减轻痛苦 可是拿到天书的碧瑶又该如何是好 是拿着天书回到鬼王宗教给父亲 还是将天书交给张小凡 萧义才觉得这一切都是碧瑶算计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无资天书 命令张小凡立刻去夺回来 碧瑶对她的好她看在眼里 她做不出忘恩负义的事 萧义才放下狠话 如若一天之内拿不回天书 回到宗门她就撞到张小凡勾结魔教妖女 而就是他们口中的魔教妖女 此刻正用心地替张小凡煎药 并让青龙帮忙送去 恰巧被林金宇撞见 青龙顺手将要交给她 明日我们就离开了 虚实花怨 碧瑶想跟她说话 虽然碧瑶曾三番五次帮他们 但是林金宇觉得他们还是不要有太多交集为好 所以并未说明是碧瑶送来的药 更没有告诉她今晚之月 可怜的碧瑶还在花园傻傻的等待 从旁晚到天明 依旧不见张小凡的身影 等来的却是气势汹汹的林金宇 她希望碧瑶能交出天书离开张小凡 天书没有 要命一条 想要 动手来抢啊 为了张小凡不受世门责罚 林金宇别无选择 就在她要出手抢夺时 一道绿光从天二将挡在碧瑶面前 一巴掌将她扇飞 来人正是魔教圣史幽基 她没想到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竟全是忘恩负义之徒 说罢就要带着碧瑶离开 小心小凡才 碧瑶的话让林金宇摸不着头脑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她 张小凡并没有责怪林金宇 对她没能讨回天书也毫不意外 碧瑶的脾气她再了解不过了 正在这时小凡才再次找来 丢失天书也好勾结魔教也罢 张小凡让她回去如实禀报就是 她决定去找回天书将功补过 总比现在回去受罚要好 与此同时夺取天书失败的 玉阳子狼狈的逃至深山 竟被一群毒蛇包围 玉阳子以为是毒神造访 没想到出现的是一个年轻男子 她用这群毒蛇要挟玉阳子 说出天书最终下落 如今的玉阳子已是强弩之末 根本无力与之抗衡 只能说出天书的下落 身怀天书的碧瑶并没有回到鬼王宗 而是趁幽基不被偷偷溜走 因为她担心真如张小凡所说 父亲拿到天书后 会召唤邪神危害苍生 那样她就成为千古罪人 再加上张小凡失约 让碧瑶的心情跌落谷底 决定一个人出来散散心 这恰恰给了某些人机会 电小二给碧瑶端来一碗汤药 碧瑶只是随意地检查了下 发现无毒便一饮而尽 顿时感觉天玄地转头脑发晕 不等碧瑶排出毒药 面具男子便破门而入 男子目标明确只取伤心花 危急时刻碧瑶奋力 以激激活和欢灵的法力 将男子山飞出去 碧瑶趁机逃离房间 抢夺伤心花的不是别人 正是万毒门的毒公子秦无言 这时张小凡正好撞上 寻找碧瑶的幽基 幽基正要对他大打出手 张小凡的嗜血珠便感应到碧瑶的存在 二人跟着嗜血珠的指引来到客栈 发现现场除了有打斗的痕迹 早已不见他的踪迹 猜想碧瑶遇袭 决定分开寻找 秦无言以为得到伤心花就能得到天书 继续追杀碧瑶 跟随踪迹来到深山 秦无言利用神出鬼没的不弃迷运碧瑶 就在他以为得手的时候 张小凡从天而降救走碧瑶 获救的碧瑶一扫先前的不快 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二人也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秦无言根本无法打开伤心花 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伤心花找到碧瑶的父亲 到底把碧瑶怎么样了 我 我心不 秦无言之所以敢带着伤心花主动登门 是因为早已想好应对之策 是秦云弟子张小凡 骗去了碧瑶的信任 在下冒着心命危险 将法宝夺毁 这才前来物归远处 请阻处明鉴 秦无言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厚颜无耻 将这一切都嫁祸到张小凡身上 并且借花献佛借机向鬼王示好 在下此来 还有世门的一道口信 我与你结为同盟 鬼王虽然明知秦无言在信口赐黄 看在他是代表万毒门的份上 也不好当场发作 既有此心 便暂且等待几日 让我考虑考虑吧 鬼王之所以没有答应秦无言 是想先确认碧瑶的安全 碧瑶好不容易跟张小凡享受两天二人时光 没想到父亲跑来大厦风景 怒气匆匆坐到一边 张小凡没有见过鬼王 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见老者主动邀请 张小凡盛情难却 鬼王自称万人王 是一个四处云游的散修 对这些修仙宗门甚是向往 在下很是羡慕 你等仙家御法宝而行九天之上 更是梦寐以求 数十年来 无一日不渴望 得以仙家宝物而观之 张小凡从小心地善良 对人有求必义 毫不犹豫将烧火棍交给他观摩 万人王的眼睛仿佛能洞察万物 一眼看出这是血迹之物 而且还是两件宝物合二为一 你可知道这上面的珠子乃是魔教的圣物 你说什么 张小凡没想到他会知道是血珠的来临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还对神秘的烧火棍一清二楚 这黑色短棒本是天生大凶煞之物 名为射魂 古书中曾有过记载 生来是一个黑帖 千年才能形成 幽冥鬼虎 焚因灵力破 恋而成之 千年方红 千年成形 千年具鬼力之气 千年成射魂之能 因为此物实在太过稀有 仅在古书中偶有记载 迄今为止无人见过食物 张小凡本以为嗜血珠已是凶邪之物 没想到黑帮才是真正的邪物 邪物 你以为什么是邪物 有多少生理啊 死于此棍之下 难道还不是邪物吗 杀的人多便是邪物吗 是 万人往笑笑不说话 如果杀的人越多就是邪物 那么被武林正道奉为神兵的诸仙剑又算什么 有多少无辜性命惨死他的剑下 又有多少人因他家破人亡 张小凡觉得正邪自在人心 不管法宝正邪 只要用他除魔味道便是正 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 一旁的碧瑶再也坐不住了 起身让爹跟他离开 张小凡呆呆地看着二人 脑袋一时静还没转过来弯 回到家后 鬼王将伤心花还给碧瑶 碧瑶从中取出无字天书 鬼王虽然拿到天书 但是并没有像黑心老人那样强行启动天书 因为他已经有了更加稳妥的方案 只要集齐黄鸟奎妥贴竹龙四龄 组成四龄血阵 外加一卷无字天书 即可召唤远古邪神重回人间 正在这时张小凡假扮鬼王宗弟子混入乌气山 发现碧瑶已经找到伤心花 猜到鬼王已经拿到天书 不过并没有责怪碧瑶 毕竟为人子女 碧瑶不可能不给 在碧瑶的带领下 张小凡再次见到鬼王 或许就连张小凡都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与鬼王把酒烟欢 酒过三巡 张小凡也说明自己来意 当面质问鬼王当年草庙村被图是不是他干的 却被鬼王否认 自己当初在闭关部说 屠杀草庙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相反鬼王讽刺张小凡 事发地就在青云山下 这么多年青云们没有查明真相 想必是根本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并让张小凡加入鬼王宗 自己会倾尽全力调查此事 张小凡认为鬼王是在挑拨利剑 想要起身离开 却被鬼王禁毒在胡岐山 因为他接到一个消息 青云门一动 张小凡回去将必死无疑 男子为了在碗中投赌 竟然直接咬破手指将鲜血滴在碗中 为了让林金宇相信碗中没赌 主动端起碗喝了一大口 这一口不仅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还获取了他的信任 林金宇端起碗将里面的药一饮而尽 数个时辰后陷入昏迷 昏迷中他的手掌还长出密密麻麻的毛发 萧逸才站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受花 虽然不舍但也无可迈何 曾经他是青云门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身为掌门清传弟子的他 原本拥有显赫的身份与美好的未来 可是这一切却在他执行任务途中化为虚无 当年青云掌门为了解魔教的动向 派遣萧逸才打入敌人的内部 暗中搜寻魔教的情报 鬼王为测试萧逸才的中心 让他喝下这杯兽神之血 喝了兽神之血虽然能为他提供强大的力量 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每逢月圆之夜他就会变成嗜血的怪物 萧逸才原本可以回到师门禀名情况 想办法解除兽化之身 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非常清楚 掌门之位是不会传给一个半兽人的 事到如今萧逸才的野心暴露无遗 也正因他的野心给了魔教可乘之机 鬼王以此为要挟让他为自己做事 这令萧逸才非常愤怒 引得体内气血翻滚 还不等月圆之夜就开始兽化 随着时间推移 他兽化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让他寝食难安 而且林金宇在为他疗伤的时候 好像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绝不允许自己身败名裂 更不允许受到半分威胁 于是他心中生起一个歹毒的计划 趁为林金宇凹不要的机会 他咬破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滴在碗中 因为他的鲜血还有另外一种作用 别人一旦沾染就会被受化 萧逸才看着床上即将变异的林金宇 多少还有点于心不忍 当年张小凡与林金宇通过五八同城找到这份工作 还是自己带他们上山入职的 他不得不这么做 回到青鱼门后 萧逸才第一时间找到掌门 将张小凡与林金宇勾结魔教妖女丢失两卷天书的事情 添游加粗地告诉给掌门 林金宇的品行道玄一清二楚 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这等丑事 当即把他叫来当堂对治 林金宇对天书丢失一事共认不讳 但是并非与妖女勾结 而是不想因为夺取天书伤害城中百姓 没想到道玄却不这样认为 魔教得到天书必将死伤无数 而夺取天书最多死城中百姓 难道你们想不到吗 丢失天书已成定局 何况萧逸才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道玄当即下令关押林金宇 带张小凡回来后一同处置 可是就在关押林金宇的路上 萧逸才在背后悄悄拿出神兽的灵片 用他从后背给出致命一击 林金宇只感觉头昏脑胀 身体好像正在膨胀 萧逸才假意上前关心 从后背再次一掌打在他的背上 彻底激活他体内的兽神之血 陷入狂暴状态 散发出来的魔气引起护山神兽的注意 从水中拔地而起 察觉异动的道玄闪身来到灵尊面前 施法稳住即将暴动的神兽 与此同时苍松及时赶到 迅速将暴走的林金宇控制 灵金宇背叛青云投身魔教的消息迅速传开 就连远在大竹风的田不易也有耳闻 张小凡与林金宇是自己看着长大的 而且他们的家人都是被魔教所杀 他绝不相信林金宇会背叛师门投靠魔教 猜想一定是中了魔教的圈套 哪怕是受了魔教的侵蚀陷害 也绝不能顾心 就算是饶过他的性命 也必须要废了他的修为 再到悬眼中 沾染了魔气的弟子不配修炼青云功夫 立刻让他师父苍松去废了他武功 苍松看着虚弱的林金宇 他刚刚上山的情形历历在目 当初看他骨骼精奇是一块练武的好材料 便将他收入门中悉心教导 今天却要亲手废其修为逐出师门 心中满是苦涩 虽然林金宇极力辩解 没有做出有辱师门的事情 沧松也相信林金宇的为人 但是他不得不将他扫地出门 不因别的 只因林金宇一身正气 你这一生据败罗所赐 若将来得知真相 你也必会对为师拔剑相向 原谅师父 不能容威胁存在 本以为他的师父会替他求情 没想到他师父也不是什么好人 明知道林金宇是被人诬陷 也要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曾经他是青云门最杰出的弟子 本该拥有锦绣虔诚和美好的未来 这一切却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陆雪奇刚刚走到门外 就听见里面的惨叫声 他知道自己还是晚来一步 林金宇的为人他再了解不过 绝不相信他会勾结魔教 暗自决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处 还他一个清白 林金宇此刻正被消逸才押送下山 回首往事 他本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少年 从此就把青云当作第二个家 没想到如今被新家所抛弃 当初是师兄 你送我上的山 如今送我下山的 还是师兄 林金宇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全都拜笑逸才所赐 正在这时一道破空声传来 肥头大耳的田不易音声出现 京宇 赶我回去 师叔 师尊命我 送林师弟下山 李师尊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 原来在田不易的劝说下 道玄同意将林金宇留在青云 但是终身不得踏出祖室祠堂一步 在这里林金宇遇见了他此生的第二个贵人 万剑一 他是寺庙中扫地僧那样的存在 他一身白衣如雪 不仅拥有英俊的外表 还拥有深不可测的实力 在青云门中除了掌门和各位守座 无人知晓他的存在 但是他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青云的平安 无数次将神秘的黑衣人阻拦在外 如今田不易将林金宇送到他的面前 让万剑一替他洗金发水重铸根基 同时驱除体内的魔气 在田不易看来 这无疑是林金宇重生的开始 可是林金宇还是很难接受 从一个遇见飞行的仙门弟子 沦落成为一个手无负机之力的凡人 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 与此同时陆雪奇找到萧一财 想从他这里了解一些山下的消息 萧一财装出一副悲伤的模样 为林金宇的遭遇感到惋惜 同时又将话题转移到张小凡的身上 小凡心心单纯 哪里会想到魔教的恶毒用心 若不是我伤势为欲 我现在就向掌门师尊请命 马上下山去把小凡找回来 陆雪奇果然中了萧一财的轨迹 决定下山寻找张小凡 至于萧一财在打什么主意就不得而知了 道玄对张小凡勾结魔教妖女 弄丢无字天书一试本就脑梦 如今陆雪奇主动请应捉拿张小凡 便同意了她的请求 令她下山抓张小凡回来受审 就在她下山的路上 张小凡的师娘拦住她的去路 小凡这孩子性格倔强 未必肯跟你回来 你把这封信给她 让她看了信之后再做决定 张小凡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师娘这封信 拯救了她的一生 免遭林金宇这样的厄运 就在刚刚 鬼先生为夺取张小凡体内的天书 想要强行把天书从她体内抽出 这一幕正好被碧瑶撞见 立刻出手阻止鬼先生 却被来不及收手的鬼先生打成重伤 赶来的鬼王一把推开张小凡 看着昏迷不醒的碧瑶 用充满杀气的眼神看着她 作为一个父亲 她绝不允许女儿犯傻 何况碧瑶是她母亲用命换来的 她不希望碧瑶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决定抽出关于张小凡的所有记忆 这一幕正好被幽姬撞见 可惜为师已晚 立生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些事情忘记了 就当它没有发生过 当年你跟万剑一也竭尽全力在一起 可结果呢 都快一百年了 还时时遭受这种痛苦绝望的折磨 难不成 也要碧瑶遭此折磨吗 幽姬被怼得哑口无言 跨越正魔的爱情终究满身是伤 早做了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 幽姬连夜放走张小凡 并告诫她忘了碧瑶 从此天涯路远隔不相见 除非是碧瑶亲口告诉我 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 张小凡的倔强让幽姬无奈 但是她能做得仅此而已 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次人一早醒来的碧瑶不仅忘记了张小凡 竟然连情无言都不认得 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啊 碧瑶的态度令她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试探着说来找青龙 没想到碧瑶态度180度大转弯 青龙大哥的朋友就是自己朋友 顿时对她卸下防备 碧瑶不知道的是 曾经他们拼得你死我活 如今却把她当朋友 与此同时准备返回青云的张小凡偶遇陆雪旗 自称专程来带她回山的 担心张小凡不愿意 连忙拿出她师娘给她写的信 小凡 尽兴快逃 避开信使 无论如何 都不要跟前置带你的人回青云 受人之事必有蹊跷 待你师父调查清楚后 方通知你回山 别的事情 容后再矣 在没看见这封信前 她本就要回青云 如今显然已经不可能 陆雪旗见状想要用墙带她回去 可惜如今的张小凡已经经非西部 轻而易举化解她的攻击 正在场面即将失控时 曾叔叔闻讯赶来将她带走 如今的曾叔叔已不再是渝都城城主 原来在数月前 李勋带着玄火箭来到渝都城 自称用她能复活外攻 条件是曾叔叔需要把城主之位让给她 虽然知道李勋不能复活外攻 曾叔叔依然答应了她 不为别的 只求一个安慰 可惜天怒人怨 曾叔叔没有考虑过李勋的违缘 当了城主以后耀武扬威 就连她的同门师姐也狐假虎威 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一言不合就要将小桓赶出渝都 该滚出去的是你们 这是我家酒楼 你敢动手试一下 那怎么样 你家酒楼还想不想开了 我告诉你 如今这渝都 我焚香骨输了算 话音刚落就要动手砸了酒楼 张小凡见识不妙就想拉着小桓走 怎料李勋的师姐穷追不舍 竟然动用玄火剑伤人 危急时刻陆雪奇及时出现 替他们挡下烈焰 玄火剑虽然是上古之宝 奈何驱动她的人功力不够 无法发挥其真正力量 根本不是陆雪奇的对手 不仅被打成重伤 还弄丢了玄火剑 被锦绣房的丁灵剪刀 丁灵对着破玩意不感兴趣 便将它交给小桓 小桓见李勋他们把她当宝贝 便想好好研究研究她 此时的李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四处寻找丢失的玄火剑 突然感应到有人在驱动她 立刻带人跟着信号追去 此刻的小桓不仅还没学会驱动她 反遭玄火剑反噬 危急时刻一名白衣女子从天而降 本以为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没想到她一把夺走玄火剑 赶来的曾叔叔想要阻止 奈何记不如人 不仅没有夺回玄火剑 连同小桓也被她掳走 他们为救出被俘的小桓 跟着小桓暗中留下的记号一路追踪 跨越万水千山来到荒凉的沙漠 风沙掩盖了记号 他们在这里迷失了方向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远处的厮杀声引起他们的注意 作为正派弟子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他们的美德 出手相助是他们的本能 片刻间就将这些马匪清理干净 商户为感谢他们救命之恩 略被薄酒以示感谢 张小凡等人带的干粮早已所剩无几 便跟来饱餐一顿 怎料几碗矿泉水下毒 瞬间感觉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不好 这水里有多 可惜已经为时已晚 这些毒药是专门为他们这种修饰研制 一旦服下便功力全尸 更何况这些并不是普通人 个个都有金刚不坏之身 本就中毒的陆雪奇根本不是对手 还嘲笑这群修饰就是白痴 次日一早众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全都被五花大绑 而且法力尽失 成为了待宰的羔羊 很快这些马匪的身份也浮出水面 他们之所以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是因为与沙漠里的一只妖怪合作 他们设法勤获修仙之人给妖怪 妖怪作为回报 每逢月半之夜 就会分泌出大量妖血工这些马匪食用 喝了之后 我们就会变得肌肤实化 都枪不入 听见要被抓去为妖怪 陆雪奇吓得瑟瑟发抖 马匪头子见他如此胆小 故意要拉他第一个为妖怪 一同被带去的还有张小凡 不过此刻的陆雪奇一反常态 背下的脸色惨白 只因他有一段悲伤的记忆 陆雪奇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因为家里吃不起饭 母亲不得不把他卖给杂技团 从此跟随杂技团卖一套生活 本以为此生就这样平淡的度过 没想到一次意外改写整个人生 杂技团途经一片沙漠市突欲马匪 一向敬重的老板在关键时刻起他而去 他被这群马匪无情地丢入沙坑 在这里他看见了一张比他还大的脸 张着血盆大口要吃他 危急时刻一名女子从天而降 用强大的法力击退沙口 这个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他现在的师父水月 水月将他带回青云传他武功 成就了现在的陆雪奇 可是谁又能想到 兜兜转转数十年 他再一次被这些人丢入沙坑为沙魁 不难想象他有多难受 与此同时被绑着的曾叔叔只能干着急 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带走却无能为力 正在这时一阵吵闹声引起他的注意 发现是一个流动小商贩 曾叔叔拼命拍打帐篷 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没想到小商贩绕了一圈真爱救他们 并在他的帮助下吃下姐要恢复攻凡 临走前不仅带走全部法宝 曾叔叔还顺手牵羊拿走一颗蛋 此时张小凡与陆雪奇正急速向沙坑深处坠落 话音刚落 张小凡犹如盖世英雄出现在他面前 并运用无字天书的力量抵挡沙魁的攻击 原来张小凡在无字天书的帮助下 已经慢慢恢复攻力 奈何沙魁的力量实在太强大 还未完全恢复的张小凡根本不敌 这时陆雪奇感应到了自己法宝 曾叔叔背上的长剑立刻出窍 向着远方的沙尘暴飞去 片刻间就来到他的面前 神兵在手 陆雪奇再次回到巅峰状态 以雷电之力破开沙魁的防御 二人趁机逃离这里 正好遇见来找他们的曾叔叔 他们这才知道就他们的人叫小石头 是云游在外的金刚门弟子 小石头见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 便拿出自己仅剩的一块干粮分给他们 没想到张小凡压根没准备分给李循 气得李循当场就要把蛋烤着吃 张小凡不允许他做那么残忍的事 便出手抢夺 奈何蛋被烤得滚烫 蛋从张小凡手中飞了出去 曾叔叔飞身旧蛋 结果掉在地上的蛋掌出一对翅膀 飞到张小凡身上 张小凡 凭什么呀 小灰喜欢你 也就算了 凭什么连我的蛋也喜欢你啊 张小凡等人途经沙漠 发现一个男子深陷泥潭不停求救 作为老好人的张小凡不听众人劝谱 将男子从流沙中救出 男子名叫洛野 在沙漠中充当向导 在下班回家途中意外陷入流沙 万幸被他们所救 小石头听闻他是向导 便向他咨询附近是否有水源 正好洛野知道附近有个叫小池镇的地方 那里有人居住肯定有水源 于是众人决定跟着洛野寻找小池镇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不远处 一男一女阵暗中跟着他们 正是失去记忆的碧瑶与秦无言 他们奉鬼王之命寻找悬火箭 所以就偷偷跟在他们身后 利用他们找到悬火箭 在洛野的带领下 他们果真找到小池镇 看着人来人往的大街 猜想这里必定有水源 决定找个酒店先住下 这家酒店的老板娘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十分好客 这让被坑过数次的众人心生疑虑 曾叔叔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并未发现一点 张小凡这才放下心来 可是小石头一到这里就一反常态 对这里的酒情有不忠 曾叔叔一问之下才得知 小石头之所以云游在外 是为了找到失踪十多年的母亲 母亲当年酿制的酒 跟这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他怀疑这里就是母亲的家乡 所以次日一早就拿着母亲的画像四处打听 可惜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小石头问遍所有人 也没人见过他的母亲 反而因为说话不中听 被一个小姐姐教训了一顿 您看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肯定见过我娘 要不我跟您说说关于我娘的故事 您就能想起来了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 大娘 老娘我才二八 你才年纪大呢 大娘您听我解释 可怜的小石头不但没有打听到消息 反而惹了一身骚 二人跌跌撞撞跑到一处小院 发现里面种满了蝴蝶花 猜想这里的人肯定知道他娘的消息 虽然老头看见画像后愣了一下 但是坚称没有见过这个人 而且镇上的女子都会酿酒 也会种蝴蝶花 仅凭这点很难找到人 小石头还想仔细问问 却被老头拒之门外 好像对他们并无好感 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三娘找到这个老头 原来三娘就是抢走玄火间接走小桓的女子 并且就将小桓藏在老头家中 而这个老头也并非人类 而是一只修行百年的天狐 老狐狸担心夜长梦多 让三娘赶快将小桓转移走 虽然一路上三娘没有做伤害小桓的事 但是小桓也不想继续任她摆布 无奈之下三娘只好用强将小桓带走 没有注意到小桓的手绢被风吹走 正好飘到曾叔叔的面前 发现是小桓的手绢 立刻让落叶回去叫人 她要追上去一探究竟 没想到刚走不远就遇见一群马匪 又是你这些刀枪不弱的怪物 曾叔叔此刻虚弱无力 根本不是这群马匪的对手 眼看就要被抓去为杀魁 一身白衣的三娘及时出现 轻描淡写地解决掉这群马匪 曾叔叔认出了三娘的身份 又发现了被俘的小桓 三娘自然不能再让她回去 与此同时张小桓来到老狐狸的小院 她从小石头口中得知 她的母亲无论搬到何处居住 都会在屋外种满蝴蝶花 这不得不引起张小桓的怀疑 感觉种花是在为了掩盖什么 正在这时后面传来的嘶吼声 引起她的注意 跟着声音寻去 发现一道黑影迅速远去 而老狐狸就躺在地上 显然是活不成了 突然从四面八方冲出很多居民 将他们团团围住 虽然张小桓极力辩解凶手另有欺人 可是三娘并不相信 限期三天让他们找出凶手 不然就让他们滚出小池镇 为了证明清白 张小桓他们再次来到案发现场调查取证 在地上发现狐狸毛 联想到老狐狸的尸体被急忙下葬 张小桓感觉是有蹊跷 决定挖开老狐狸的坟墓查明真相 结果不出所料 老村长果然是一只狐狸 中花是为了掩盖他们身上的妖气 恐怕整个镇上都是妖 拿出一瓶镇妖伞 能让妖怪化为原型 并不会伤害性命 于是张小桓按照落也的建议 将镇妖伞投入井中 张小桓听信落也的建议 偷偷在水井投赌 导致全镇狐妖化为本体 就连身为三尾狐仙的三娘也失去法力 本以为这样就能从他口中得知小桓的下落 没想到三娘同时也给他们下过毒 导致两败俱伤谁也没讨到好处 白白便宜了这个幕后之人 青云弟子霸占狐妖 真是精彩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落也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沙漠中的马贼头目 这次假扮导游接近他们 全都是秦无言的主意 他故意设计让落也取得张小桓的信任 然后让他暗中打听玄火箭的下落 在得知玄火箭在三娘手中后 也到了收网的时刻 张小桓看着碧妖冷漠的眼神 难以相信这是他认识的碧妖 原来从碧妖失忆后 已经不记得关于他的任何事 这就给了秦无言可乘之机 为张小桓塑造了一个阴险的原设 故意编造故事抹黑他 声称在于都城的时候 利用碧妖夺取天书 还故意把他推入悬崖导致失去记忆 碧妖原本还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当他看见张小桓往水井投毒后 对秦无言的话深信不疑 没想到堂堂青云弟子竟然干出这种事情 就在碧妖出手收拾张小桓时 他随身携带的荷欢灵金光乍现 一些零碎的记忆浮现在他眼前 让碧妖再次怀疑与他的过往 问出以前的真相 张小桓知道自己与他不可能有结果 如今碧妖已经忘记从前 或许对他是一种解脱 所以并没有告诉碧妖他们之间的过往 裸在暗处的秦无言见碧妖已经开始怀疑 决定怂恿碧妖杀掉张小桓 今日你不杀他 来日他必会害死你还有你爹 杀了他 碧妖杀了他 碧妖杀了他 在秦无言的怂恿下 碧妖动手了 可是并没有杀他 而是一掌将他打晕 秦无言对碧妖的做法非常不满 将怒火发泄到三娘身上 逼问他玄火剑的下落 没想到三娘早已做好赴死的准备 坚决不说玄火剑的下落 原来三娘之所以抢夺玄火剑 是为了给六伟疗伤 之前六伟在鬼王的怂恿下 去坟香谷偷到玄火剑 被坟香谷的冰刺所伤 只有玄火剑能压制冰刺带来的伤害 所以三娘不得不夺取玄火剑替他疗伤 如今心愿已了 三娘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碧妖被他们的真情所打动 他们离开 可是在场之人都身中剧毒 一起逃跑的可行性太小 所以张小凡单独出去寻找解药 陆雪奇留下来保护三娘 他们哪里知道 没有法力的陆雪奇自身难保 又怎么保护三娘 秦无言发现张小凡逃走后非常愤怒 拿出一颗毒药未入血气口中 他就不信张小凡忍心见死不救 不知道这一切的张小凡还在酒楼寻找解药 怎料已经被碧妖先移不找到 碧妖拿着解药将张小凡引到满月井旁 然后亲自替他解除剧毒恢复法力 让张小凡与自己决斗 打赢了就把解药给他 张小凡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只是扬了扬手中的棍子 碧妖腰间的何欢灵就与他发出共鸣 这让碧妖百思不得其解 紧接着装有他记忆的琉璃瓶也开始抖动 伟王看着碧妖的记忆 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虽然碧妖执意要与他决斗 张小凡又怎么忍心对他动手 只能将他打晕 毕竟还有很多人等待他去救援 张小凡非常顺利地来到小木 为李循解除剧毒 可就是不见师姐的身影 突然秦无言挟持陆雪奇走来 此刻的陆雪奇显得虚弱无力 秦无言告诉张小凡 要想解除他师姐体内的剧毒 就在七日内找到玄火箭 不然陆雪奇将毒发身亡 这一幕正好被追来的碧妖看见 对秦无言有了全新的认识 开始怀疑他对自己说的往事是真还是假 虽然秦无言极力辩解 也无法改变必要对他的看法 秦无言反而觉得自己技高一筹 等着张小凡乖乖送来玄火箭 秦无言这一招也确实奏效 他们正想尽办法让三娘交出玄火箭 奈何玄火箭是就六尾的唯一希望 任凭他们磨破嘴皮 也没能打听到玄火箭的下落 气得李循就要用墙 被张小凡拦住 李循决定于他们分道扬镳 自己出去寻找玄火箭的下落 无形中将压力给到张小凡 一旦李循先一步找到玄火箭 必定拿着他返回师门 自己就不能拿着他跟秦无言交换解药 所以一定要在李循之前找到他 与此同时一个不速之客找到陆雪奇 正是来看笑话的碧妖 你觉得张小凡能不能找到玄火箭 来换你的性命呢 你还有脸提张小凡 当初他多次维护你 几次救你性命 可现如今 你却与三番四次陷害你的秦无言混在一起 简直令人不耻 什么样 你说清楚一点 陆雪奇并不知道碧妖失意 还以为他忘恩负义 气得小仙女当场暴走 与碧妖大打出手 眼看场面即将失控 应声出现的张小凡 竟然挡在碧妖面前 当着师姐的面将碧妖救走 并且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他 这让碧妖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好像这个男子不像秦无言说的那般不堪 张小凡也没准备利用他拿回解药 而是放任他离开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获得解药的办法 落叶之所以帮助秦无言对付张小凡 是为了吸收这些妖怪的内担 可现如今秦无言不仅不让他吸收 还让他监视这些猎物 就在这时小石头慌慌张张找到落叶 声称青云门弟子与坟香谷弟子起了内户 为了先一步找到悬火箭 用阵里的妖怪威胁三娘交出悬火箭 不然就杀光所有妖怪 他们还说 每个一炷香就杀一个 小石头的话可把落叶集坏了 那些妖怪可都是他的不要 怎么能让他们白白杀掉 陆气匆匆地跟着小石头来到小镇 发现里面势横遍野 就连张小凡都倒地不起 正在他洋洋得意时 地上的张小凡突然抱起 打得落叶措手不及 这才知道上当了 可惜为时已晚 张小凡跺了跺脚 地上的石头便拔地而起 然后就像打保龄球一样 不停地锤打落叶的身躯 陆雪奇紧随其后将其制服 逼迫他交出狐妖的解药 有了这些解药 全阵的狐妖顺利解除剧毒 张小凡也获得了三娘的信任 从他们口中得知 数月前六尾利用冰刺 进入焚香古禁地 盗取他们的质宝玄火箭 没想到被上观测的 寒冰刺所伤 虚弱之际被玄火箭里面的 一股黑气袭击 导致六尾情绪暴躁 三娘只能用玄火箭压制 了解清楚来龙去脉 张小凡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不过当务之急是先为雪奇紧 张小凡顿时心生一计 让三娘故意暴露行踪 假装去取玄火箭 然后引出藏在暗处的秦无言 秦无言以为三娘将玄火箭 藏在满月井中 果然现身抢夺 殊不知郑重他们的诡计 被埋伏在暗处的二人算计 即便秦无言功法了得 也不是三人联手的对手 秦无言知道在劫难逃 准备殊死一搏 却被赶来的碧瑶拦住 并让秦无言交出解药 碧瑶看不惯他用这种下三滥手段 即便对玄火箭势在必得 他也要用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 碧瑶的话秦无言不敢不听 也只能交出解药 虽然陆雪奇的 毒在碧瑶的帮助下解除 但是却被碧缠上 看样子不得玄火箭不罢休 男子是一只修行千年的六尾白虎 他的母亲九尾天狐 被镇压在坟香谷的玄火坛下 为救母亲他强行闯入坟香谷 盗取玄火箭 没想到被看守玄火箭的上官侧发现 并利用九寒宁冰刺将六尾中创 冰刺能动人心魂伤人心肺 六尾被他折磨得痛不一生 他的妻子不忍丈夫受折磨 费尽心思找来玄火箭 用于镇压他体内的冰寒之气 慢慢的三娘发现情况不对 虽然六尾体内的冰寒之气受到控制 可是六尾却时常陷入狂暴状态 意识也逐渐变得模糊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侵占他的躯体 这让三娘忧心忡忡 无奈之下只能向张小凡求助 张小凡发现六尾好像是受到心魔侵蚀 需要进入他的内心找到他的执念 才能化解他的心魔 如若不然就会被心魔控制成为一个嗜血的怪物 陆雪奇曾经为张小凡驱除过心魔 有一定的经验 而且小凡拥有天眼之术 能将他们送入六尾的回忆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洞外 正是焚香谷的上官册 当初李寻通过五八同城找到这份工作 上官册对他照顾有加 所以在发现玄火箭的下落后 第一时间发短信通知上官册 准备齐心协力夺回玄火箭 张小凡等人一时陷入两难 外有强敌入侵 内有心魔虎视眈眈 这时三娘召唤出一条巨型水质 希望他能帮自己阻挡片刻 焚香谷的这群人虽然人多势众 奈何大水质皮糙肉厚而且修为不弱 一时竟与他们打得旗鼓相当 上官册不仅没有将其拿下 还因此身负重伤 不得不先运功疗伤再将他拿下 因此给了张小凡等人更多时间 随着小桓法力运转 张小凡与碧瑶进入六尾的内心 发现这里是焚香谷的地盘 猜想六尾的执念与焚香谷有关 与此同时外面的三娘见六尾迟迟迟没有踪迹 让小桓也将他送入六尾的回忆 没想到刚刚出现就被回忆中的上官册发现 正要追上去的张小凡发现六尾的踪迹 决定先阻止六尾再说 奈何六尾执念太深 非要进入这个房间 无奈之下张小凡只能先帮他完成心愿 通过他的观察 只要佩戴一块玉牌就能自由出入这间房 我有一个办法 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 三娘已经落入上官册手中 虽然这是在六尾的内心 但是一切都显得栩栩如生 就在上官册准备用强食 一道法术向他迎面砸来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却不见半个人影 慌乱中上官册随身携带的玉牌还被人顺走 转眼就已落入六尾手中 三娘知道房间里面就是她的心魔 劝她回头是岸 奈何六尾执念太深 即便伤了三娘的心也要打开门就出娘 因为内心执念的影响 外面的六尾再次发狂 而且焚香谷的人也打败水智向他们走来 局势即将失控 危急时刻小气告诉曾叔叔 洞内还有许多未被启动的阵法 希望能用她抵挡片刻 就在她启动阵法的时候 焚香谷的人恰巧赶到 好在曾叔叔集中生智 你们等一下 我正在对付怪物 马上就打开了 焚香谷的人还信以为真 真的在旁傻傻地等着 直到机关启动才知道上当了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常会反派 曾叔叔的行为气得上官册暴跳如雷 正要拿她出气 却被金色鸟蛋挡住 借助上官册的力量 一只金色小鸟破壳而出 带着曾叔叔飞进一道屏障 上官册猜想他们就在里面 立刻施法破开防御 正在这时六尾已经进入房间取得悬火箭 紧接着一团黑气从悬火台浮现 正是张小凡之前所见的兽神之魂 当即运用无字天书语之抗衡 碧瑶也紧随其后跟上 二人同心协力将兽魂扼杀在摇篮之中 帮助六尾去除心魔 本以为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没想到心魔伤及了她的神魂 如今的六尾已经游进灯窟 可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才如梦初醒 因为她的执念 葬送了身边唾手可得的幸福 辜负了三娘的一生 三娘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费尽心思将她救出苦海 得到的却是生离死灭 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选择以三百年到行为代价复活她 以我三百年 修为为继 以我三百年修为为继 全身修为于口中 轻轻地送入她的嘴里 随着修为恢复 六尾缓缓睁开眼睛 看见的却是令她永生难忘的一幕 三娘的尾巴化为虚无 还不等她说一句我爱你 三娘便躺在她的怀里撒手而去 这时焚香谷的众人也冲了进来 正要去取回空中的悬火箭 却惹怒了处于暴墓边缘的六尾 愤怒之下一掌将他们拍出洞外 然后幻化出六尾真身 将张小凡等人按在墙上摩擦 这一切都是以我的执念而起 只怪我心坡深重 看不到身边的三娘 如今 她已在无生气 从此这世间千山万水 对我来说 又有何意义 永远了 谢谢你们 最后时刻六尾将玄火箭留给了张小凡 并将他们送出洞外 她自己选择永远留在这里 半生执念半生伤 六尾用一生的时间错过自己所爱之人 木然回首已在无她的生命 自己苟活于世又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她选择为爱殉情 不让三娘孤独地离去 这是一口神秘的古景 传说每当满月时分 可以在里面看见喜欢的人和事 可是张小凡却在里面看见 令她永生难忘的原因 她敬重的掌门对她挥下屠刀 心爱的女子为救她死在掌门手中 而那个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她身旁的碧摇 张小凡心疼地将她拥在怀中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不敢想象她与碧摇会是这样的结局 一路走来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即便鬼王抽走碧摇的记忆 张小凡也用实际行动 让失去记忆的碧摇再次爱上她 张小凡也做好了 接受这段跨越正魔的恋情 可惜现实却跟她开了很大一个玩笑 让她不得不放弃这段感情 或许只有跟她划清界限忘掉所有 才能阻止悲剧发生 奈何造化弄人 命运总会把他们连在一起 传闻上古灵兽魁牛即将在刘波山出现 鬼王为复活兽神组建四灵血镇 决定清朝而出捉拿魁牛 收到消息的正道弟子齐聚刘波山 一场阵魔大战即将打响 碧摇作为鬼王之女自然也来到此处 张小凡原本要回青云覆命 同样半路改到刘波山 让他们在这里再次相遇 通过闪闪发亮的法宝就能看出 他们之间相隔不远 这时张小凡的小鸟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 张小凡以为是碧摇遇到危险 想也没想就跟了上去 殊不知一个圈套正等着她 小黄鸟并非去找碧摇 而是被李寻他们的神木至今吸引 他们利用小黄鸟引来张小凡 然后用上观测提供的阵法将她控制 张小凡怎么也没料到 这些同为正派的焚香谷弟子 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上观测只是笑笑不说话 张小凡作为一个正派弟子 竟然勾结魔教妖女 对待这种人还用跟她讲道理 上观测决定以张小凡为妖邪 逼鬼王宗交出玄火箭 与此同时陆雪奇等人正四处找她 却始终不见奇人 而且陆雪奇发现焚香谷的人 一改往日的嚣张 对待他们也客气不少 俗话说是出反常必有妖 雪奇让阿湘去寻找事情的真相 没想到阿湘刚走不远就遇见碧瑶 顺便打听起张小凡的行踪 碧瑶这才知道她失踪了 怀疑是焚香谷所为 毕竟玄火箭丢失与张小凡有关 于是阿湘听从碧瑶的建议 决定去焚香谷的地盘查明真相 碧瑶同时让野狗传信给父亲 就说 就说我被正派抓起来了 啊 少主 骗鬼王不好吧 碧瑶救人心切 张小凡对鬼王宗喊话道 我们抓住了你的重要人物 要是想救他幸福 那就乖乖奉上玄火箭 否则 别怪我下手不留情面 话音刚落野狗火鸡火燎赶到营帐 声称碧瑶被焚香谷所情 外面的人刚刚还在叫嚣 由不得鬼王不信 当即清朝而出去救碧瑶 而碧瑶本人则根据声音寻到此处 发现他们要对张小凡动手 当即手持玄火箭站了出来 他要用他与张小凡交换 上官侧对碧瑶手中的玄火箭势在必顿 所以决定对张小凡痛下杀手 虽然张小凡早有防备 与碧瑶联手也不是上官侧的对手 就在上官侧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姗姗来迟的鬼王总算赶到 同时赶到的还有鬼王宗的所有精锐 李寻等人怎么也没想到 张小凡竟然会有这等能量 引得鬼王宗倾巢而出 打得他们落荒而逃 鬼王见张小凡身负重伤 让碧瑶把他带回鬼王宗疗伤 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以苍松为首的青云长老团赶到此地 填补一本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张小凡 没想到只见陆雪奇一人 是不 小凡不见了 恐怕有性命之用 你说什么 陆雪奇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三人 怀疑焚香谷为了玄火箭抓了张小凡 于是三人直接来到焚香谷的营地要人 没想到遭到烟红阻拦 声称张小凡勾结魔教偷到玄火箭 希望青云们给一个交代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寻找张小凡的阿相总算有了线索 从焚香谷的营帐中发现小黄鸟 这无疑坐视焚香谷抓人的事实 苍松等人刚刚还不知如何为张小凡开脱 如今有了阿相的证据 说话也硬气几分 就在场面即将失控时 上观测协同天音阁的人及时出现 上观测自知抓小贝不光彩 所以才来化解这场闹剧 直言张小凡已经被鬼王宗救走 并邀请他们共伤除魔大忌 一旁的陆雪奇听见这话久久不能平静 或许别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非常清楚 魔教出手救张小凡 就更难洗脱他勾结魔教的嫌疑 倘若魔教从中离间 别说焚香谷 就算是师门也不会轻易饶过他 因为碧瑶的缘故 被带到鬼王宗的张小凡非但没有受折磨 鬼王还利用玄火箭亲自为他疗伤 这种待遇就连青龙圣史也未曾享受 所以说明鬼王对张小凡的看重 奈何他由言不尽 既不肯归降也不肯娶碧 鬼王无奈之下只能先将他关起来 并向碧瑶保证 行获奎牛之后就放他出来 听见这话碧瑶悬着的心裁放了下来 正在这时秦无言从暗处走来 自称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并且鬼王还采纳了他的陷阱 让青龙圣史与金平儿全力协助他 具体的布局就连他们也未曾透露半分 与此同时田不易与上官册也放下借地商量大计 毕竟阻止鬼王获得奎牛才是此行的目的 这让陆雪奇非常着急 张小凡还在魔教手中 却无人关心他的死活 一旦阵魔发生冲突 张小凡凶多吉少 所以必须在魔教动手之前 把他救出来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三人悄悄潜入魔教大本营 想要救走张小凡 可是等他们来到关押张小凡的营帐前 发现已经有人截足先登将他救走 救走张小凡的不是别人 正是与张小凡相识的金平儿 他受碧瑶所托将张小凡放走 可惜青龙早就料到碧瑶会放他走 所以早就在必经之路等着他 虽然张小凡重伤未愈 也不愿再跟着他们离开 可是他一人又怎会是二人的对手 就在秦无言准备痛下杀招时 一道红铃将他拦住 来人正是张小凡的师父师姐 久别重逢来不及酗酒 田不易一马当先挡在他们身前 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张小凡 这时躲在暗处的碧瑶也纷纷现身 正要上前查看他的伤势 却遭到张小凡失凶阻拦 一时间碧瑶竟然忘了抵挡 危机时刻鬼王及时出现 凭借强大的力量化解了这场斗争 这也就有了开头一幕 鬼王当着田不易的面感谢张小凡 用青云先草制好了他的救急 如果这话只是令在场的人感到惊讶 那么鬼王接下来的话 便是将张小凡推向深渊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 成功将张小凡推上风口浪尖 回去之后免不了一顿责备 田不易以为张小凡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认错 没想到如今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此言一出现场顿时鸭雀无声 田不易回想起师兄曾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张小凡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正在这时上官侧带人找上门 希望张小凡给自己一个交代 提起这世田不易火冒三丈 抢夺选火箭的是魔教妖女 焚香谷自己没本事夺回来 就用自己徒弟做人质 简直厚颜无耻 把他们一顿臭骂后赶了出去 维护之一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碧瑶找到父亲 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将自己嫁给张小凡 那不过是个凡奸妓 不管怎么说张小凡也是清云出身 我不可能让他娶我女儿的 鬼王对张小凡有爱才之心 奈何张小凡太傲娇 所以才出此下策 一旁的秦无言见机会来了 便主动向鬼王吐露心声 希望能与碧瑶接百年之好 鬼王没有拒绝他也没有答应他 明摆着想要考验他 气得碧瑶当场暴走 紧接着鬼先生找到鬼王 张小凡逃走打乱了他们之前的计划 如今需要跟鬼王从长计议 鬼王立刻让青龙约见 潜伏在清云的棋子 给他下达一系列的指令 明晚按计划显示 但必须留下张小凡先 以鬼王宗为首的魔教各派 及其流泊山 捉拿上股凶兽奎牛 因此鬼王宗设下一个圈套 在捕获奎牛的同时 将正派的人一网打尽 收到命令的幽姬不顾鬼王的怒骨 假扮碧瑶连夜找到张小凡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离开流泊山 这是他唯一能替碧瑶做的事 希望张小凡不要辜负他的一片恐惧 可是他不但没有离开 还将幽姬的消息传达给师父 让他们早点想办法应对 比起张小凡带来的消息 田不义更好奇张小凡从何而知 他为了让师父相信 只能告诉他幽姬来过 并且以他对鬼王的了解 此次若没十足的把握 他不会轻易出手 以你对他的了解 看来你很了解鬼王是吧 哼 师父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本以为田不义会像以前那样发火 没想到反而露出欣慰的神色 老七啊 长进了 有主见 更聪明了 他发现张小凡 再也不是那个只会低头认错的小男孩 如今有了自己的主见 让田不义倍感欣慰 但是为了不节外生枝 田不义不允许他参加这次纷争 并让田灵儿看守 就在这时一声惊雷响彻天际 万众瞩目的魁牛总算现实 以苍松为首的正派弟子早已做好准备 以魁牛为中心 施展雷烟静视之后将这里卵罩 鬼王一旦露面 就将魔教的人困在里面 他们自以为做得万无一失 殊不知是唐王补偿皇却在后 这一切尽收鬼王眼底 与此同时 营中的张小凡 再也按捺不住躁动的心 说服田灵儿赶赴流泊山 正好遇见陆雪奇和阿相 于是四人结伴而行去看西奇 此刻三派弟子齐聚于此 合力阻止魁牛现实 眼看就要成功 山上的秦无言从远处偷袭 为天空中的魁牛加了一把辆 被正道压制的魁牛突然魔气高涨 从里面飞出不计其数的蛊虫 杀得正派弟子措手不及 最重要的是 刚刚以苍松为首的几个带手 在这里射下雷炎净势咒 他们根本出不去 如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曹松 把你的雷炎净势咒 赶快撤了 快 不行啊师弟 现在古虫挡着 我控制不了法阵 如今内有古虫四面 外有魔教弟子虎视眈眈 各派弟子命悬一线 危急时刻 看西奇的张小凡挺身而出 让本已绝望的众人再次看见希望 在天书的加持下张小凡功力大增 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开法阵 死里逃生的众人瞬间与魔教弟子厮杀在一起 鬼王剑计划被张小凡破坏 只能给魁牛加把量 加快他的诞生速度 张小凡绝不允许魁牛现世 竭尽全力压制 结果斗得两败俱伤 张小凡从空中坠落 这时一只小黄鸟出现 用一团金色的光芒将它笼罩 被金光笼罩的张小凡不仅稳住身形 竟然重伤痊愈 来不及仔细打量小黄鸟 天上的魁牛即将现世 张小凡再次施法压制 这一幕看得众人目瞪口袋 他竟然凭借一己之力与魁牛抗互 就在他们暗自称奇时 一团金色光芒从他体内流血 在他头顶轰轰作响 硬是将空中的魁牛困住 眼间的上官侧一眼认出这是天鹰功法 青云弟子怎么会用天鹰功法 随着张小凡一声大喝 把天空中的魁牛打回原形 暗处的鬼先生迅速拿出扶龙柄 将化为本体的魁牛收入底中 张小凡间接地帮了鬼王一个大忙 只是如今已经无人关心此事 更让他们关心的是张小凡的功法 一个青云弟子 不仅身怀神秘功法 竟然还会天鹰功法 这不得不让众人怀疑他的身份 苍松怀疑他是天鹰派的奸细 上官侧则怀疑他是魔教的爪牙 毕竟曾经伙同魔教妖女盗取悬火箭 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即表示要将他带回焚香谷受审 够了 哪怕他张小凡真的是叛徒 那他也是我天不义的关门弟子 他生是我青云的人 死是我青云的鬼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将他带回本门 但是今天谁要将他带走 便是跟我田不义为敌 话说青云至终真正对张小凡好的 田不义绝对算一个 虽然平时对他比较严厉 经常责备他 但是当张小凡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这一次同样如此 虽然亲眼看见张小凡 使用了青云以外的功法 但是在没有水落石出前 他不允许任何人动他徒弟 决定带回青云查明真相 没想到苍松一心之态于死地 张小凡作为青云的子弟 竟然偷选两派功法 这真是居心叵测 奇心可助 田不义作为张小凡的师父 绝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 坚称其中另有隐情 何况在魁牛县市时 张小凡本可以一走了之 却不过安危暴露实力拯救所有人 若不是他张小凡 及时出手相救的话 苍松师兄啊 你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 判他张小凡的罪吗 苍松被田不义怼得无话可说 张小凡此次刘坡山有功 但功入底部 为金之策 就是尽快想办法 查清楚张小凡身上的天鹰功法 是从何处吸的 因此道玄将此事交给田不义调查 待水落石出后再行处置 与此同时一肚子坏水的鬼先生心生已挤 决定趁鬼王宗士气正盛时 集结大军攻打青云 先生与我所想不谋而合 只是青云还有诸仙剑啊 鬼先生早有对策 他已经通知肖逸才暗中调查朱仙剑的位置 然后再想办法夺取 有先生相助 此番必定大败青云 一血前耻 张小凡不知道的是 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 时隔一年再次回到大竹峰 却在无往日的欢喜 师门上下为了他遭人白眼 受人唾弃 身为师父的田不义更是抬不起头 憋了一肚子气得他在此刻爆发 让他把自己下山的所作所为 所言所行如实道来 先别说身怀天鹰功法的事情 就算是他与碧瑶的感情 张小凡也难以启齿 何况在他心中 与碧瑶的感情无关正邪 与鬼王宗更无半分瓜葛 既然如此 今夜你就下山 把那妖女的头 给我带回来 田不一耀的不是碧瑶的人头 只是想要张小凡的一个态度 撇清与碧瑶的关系 说明自己天鹰功法的来历 奈何张小凡这次回来 以做好赴死的准备 只因当年他向传他武功之人许下承诺 绝不会将此事告诉第三个人 为了信守你什么狗屁的承诺 难道你要放弃大珠峰 你要放弃师门 你要放弃我整个青云吗 孽障 孽障 田不一仰起手掌停在半空 还是不忍心对他痛下杀手 并让女儿去开导张小凡 起料田灵儿不但没有开导他 反而往火上交友 在田灵儿的认知里 张小凡与魔教妖女相爱有为正统 更令整个师门蒙羞 你让整个大珠峰被大家讥讽 根本就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 我错了 我只有一条鱼 谁都可以来去 只要能还你们清白 还整个师门清白 张小凡以为师门会相信自己的为人 但是结果却很现实 他们看中的是师门的荣誉 不是他张小凡的安危 正在这时一个蒙面人潜入祖师祠堂 在一块石碑上找到一座阵法 并施法将其打开 好在万剑亦早有察觉 没让蒙面人得逞 此时瞬间惊动青云所有高层 因为那里正是存放诸仙剑的地方 而且此人能随意进出青云 还用玄清道功法打开师门 何况他本就疑点重重 即便有不在场证明 也难以洗脱嫌疑 于是田不义提议 将他关进祖师祠堂 由万剑亦看管 待调查清楚在行处置 田不义此举一是为了保护张小凡 二是为了保护朱仙剑 可谓是用心良苦 张小凡也在这里见到了林金云 两兄弟经历风风雨雨再度重逢 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心 鬼王这边在得知朱仙剑的位置后 当即派遣秦无言与金平儿去夺剑 秦无言非常清楚 此去清云九死一生 特邀清龙与碧瑶为自己送行 酒桌之上秦无言再次对碧瑶吐露心声 令碧瑶心声厌恶 加上对张小凡的思念 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 没想到秦无言趁他醉酒之时 悄悄取走碧瑶的何欢林 他要让张小凡永无翻身之日 于是趁着夜色的掩护 二人闯入清云的祖师祠堂 没想到万剑亦早有准备 二人刚到就被困在阵法之中 眼看二人就要被擒 秦无言故意摇响腰间的何欢林 作为正眼的张小凡 竟然一时失神收起法力 成功地给了二人逃脱的机会 虽然张小凡与田不易紧跟着追上去 却早已没有秦无言的身影 愤怒之下田不易狠狠地抽了张小凡眼光 他一直坚信张小凡是清白的 直到这一刻 就连他也不得不改变这个想法 这件事瞬间传遍整个青云门 即便田不易有心保他 此刻也力不从心 天阁与焚香谷 所以道玄决定邀请两派来清云 三派会审张小凡 然后处决他 即便张小凡救了他们 他们也不忘落井下石 认为张小凡是一个欺世灭族的叛徒 这或许就是人性吧 张小凡当初答应过普治 不会将传功之事告诉第三个人 所以即便田不易一再追问 张小凡始终闭口不谈 田不易一路之下让他跪地反省 并且清云掌门决定 邀请焚香谷与天阴阁共同审理张小凡 显然已经不把他当作清云弟子 这天雨很大 碧瑶仿佛有所感应 跟着感觉来到清云后山竹林 发现被林承诺汤姬的张小凡 既心疼又无奈 他明白张小凡不会背叛世门跟他走 所以选择陪伴在他左右 如果是在满月景之前 张小凡或许会克服困难 与碧瑶在一起 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碧瑶会为自己而死 所以只能将这份情埋在心底 碧瑶也明白 如果张小凡执意留在清云 必将死路一条 决定强行将他带走 就在这时路雪奇应声出现 历生质问碧瑶此举意欲何为 外面本就流传张小凡与魔教妖女勾结 如今碧瑶来清云找他 不就正好坐实了这些流言 与此同时受邀参加审判的天音阁长老抵达清云 只不过并不是来审判张小凡的 反而替他求情 声称他师兄未给张小凡疗伤 或于无奈才传他天音功法 所以希望清云能对他网开一面 就在道玄对他稍稍改观时 笑意才匆匆来报 魔教妖女正在后山竹林与张小凡撕毁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 刚刚诞生的好感瞬间荡然无存 天音长老见识不妙 偷偷地给阿相下达了一条命令 后山争论半天的二人互不相让 当着张小凡的面大打出手 一个是自己心爱的女孩 一个是自己尊敬的师姐 张小凡不希望他们互相伤害 立刻出手阻止二人 正在这时一道金光乍现 将张小凡凭空带走 必要见状也赶紧离开 当苍松感到早就没有二人的踪影 直接坐实了张小凡勾打魔教妖女的罪行 即便是处处维护她的恬不易也白口莫辩 原来带走她的不是别人 正是天音阁的阿相 声称天音掌门要见她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早已等候多时 还不等张小凡跟她行命 天音掌门率先给她行了一个大礼 这可把张小凡吓得不轻 原来普洪觉得愧对张小凡 当初传授她武功的正是她师弟普至 张小凡能够克服困难信守诺言 让普洪心生愧疚 如今张小凡深陷泥潭 普洪必须站出来还她清白 而这一切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当年普至天赋秉然 一生游离在人世间 有一天在上古战场上寻得一宝物 正是张小凡手中的弑血猪 普至觉得弑血猪力气太重 便利用翡翠猪将其镇压 奈何普至有一个执念 希望能参透长生之谜 所以他造访青云 希望沿袭青云武功 将他与天音功法合二为一 不过被盗玄无情拒绝 其料普至在下山途中遭遇偷袭 一不小心身受重伤 就在他虚弱之时 给了弑血猪可趁之机 为了压制弑血猪的力量 普至来到草庙村疗伤 在这里他遇见了张小凡与林金宇 黑衣人还在林金宇的身上 放了七尾武功 普至为救林金宇耗损大量修为 给了黑衣人可趁之机 普至依靠强大的内力和弑血猪的加持 将黑衣人赶走 不过自己却身负重伤 身之命不久已 所以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吞下一颗三日必死完事功力达到巅峰 然后将毕生修为传给张小凡 他要让张小凡替自己完成万法规中的梦想 事情到这里本来还算一个完美的结局 奈何弑血猪早已侵蚀了他的心智 丧失理智的普至担心张小凡无法顺利进入青云 于是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杀光镇上所有人 让张小凡成为孤儿 从而被青云送入门中 这些年来张小凡即便受尽冤屈 也未将当年之事说出去 也一直把苦之当作是自己的恩师 如今得知自己的恩师杀了自己全组 张小凡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在嗜血猪的影响下 一团黑气油然而生 老朽愿意分担失地的罪孽 还望少侠误让心魔有机可乘 否则如失地一般 坠入魔道 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 坠入魔道 坠入魔道 万劫不复 坠入魔道 坠入魔道 得知真相的他在难控制心中的愤怒 在嗜血猪的加持下渐渐迷失心智 普洪见状迅速施法压制他的怒火 阻止张小凡魔化 虽然普志化解了他的魔气 却永远无法抚平张小凡心中的爱上 普志是他的人生导师 如若不是他传授自己武功 也就没有张小凡的今天 所以他从未忘记普志的告诫 结完之事 你不能对任何人说 就算是父母也不能说 为了遵循当年的承诺 即便他的师们以死相逼 他的师父也再三逼问 张小凡也未曾透露半子 没想到他这些年坚守的信念 在这一刻化为虚无 他苦苦追寻的灭族真凶 竟然是自己的传义恩师 这世间再是残酷 仍有我想珍惜的 守护的亲人 兄弟 朋友 爱恋之人 逝者已逝 还有很多所爱之人等着他 他不能再仇恨中国一生 想到这里顿时有了决定 来到普志的心灯跟前 当年普志为减轻罪孽 将自己的心魔存放在心灯中 无时无刻忏悔当年的罪过 张小凡今日决定还他再造之恩 闪身进入普志的心魔 正是他的家乡草庙村 当年的情形再次浮现在眼前 一切都显得那么温馨 因为他们的到来 这温馨的画面也随之烟消云散 一切正如普洪所说 普志在传他武功后 在心魔的驱使下杀了草庙村所有人 即便张小凡已经知道真相 但是亲眼所见又难免愤怒 这正好给了心魔可乘之机 他杀了你的家人 会却你的村庄 为什么不复仇 天地下再没有人相信 青零道法又如何 魔教邪术又如何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就在张小凡即将迷失心智的时候 想念他的碧瑶来到草庙村 突然和欢灵发出阵阵光芒 碧瑶知道张小凡就在附近 连忙呼唤他的名字 即将迷失心智的张小凡 感受到了碧瑶的呼唤 挣脱心魔的束缚 同时还一举唤醒被心魔控制的普志 再见张小凡普志感慨万千 自己未完成的心愿他完成了 自己无法驾驭的嗜血珠 却被张小凡轻易掌控 普志心满意足 普志师父 你可以解脱了 普志了无遗憾顿入轮回 张小凡也终于解开了灭族之谜 大仇得爆了无牵挂 如果我是他 我愿意在五八同城上好好找一份工作 然后与碧瑶长相厮守 平静地过完此生 可惜张小凡并不这么想 他还要找出那个黑衣人 认为他才是害死亲人的真凶 与此同时田不易找到林静宇 他怀疑张小凡小时候就学了天音功法 因为在草庙村被图的前一天 天音阁的普志就来过青云 草庙村是下山的必经之路 询问林静宇有没有见过可疑之人 在田不易的提醒下 林静宇想起在土地庙见过的老道 如今想来不就是天音阁的弟子吗 得到林静宇的证实 田不易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想 马不停蹄找到万剑一 因为他怀疑黑衣人就潜伏在青云 可能普志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普志前脚刚刚离开青云 他紧随其后跟上 后来又三番五次在青云门中追杀张小凡 还屡次从万剑一手中逃脱 说明普志将东西交给了张小凡 更加证实他对青云了如指掌 从而能证明此人就在青云 听了田不易的分析 万剑一也不仅好奇 究竟谁才是那个神秘的黑衣人 这时普洪想到一个重要的线索 当年从普志口中得知 袭击他的人能引动天地雷解 这让张小凡想起陆雪奇的大招 这个技能是青云的不传之命 由此断定黑衣人是青云中人 张小凡诞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那个黑衣人的地位恐怕还不低 他必须尽快回去将消息告诉师傅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天林金宇像往日一样为师傅打扫房间 不小心碰到一个大宝贝 随即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光芒的照射下一个盒子出现在他面前 林金宇迫不及待将他打开 发现需要验证密码 试探性输入师傅的生日 竟然被他蒙顿了 他倒要看看师傅藏了什么大宝贝 随着一道符文行程 林金宇瞬间联想到一件东西 正是空桑山顶悬浮着的法宝 散发的符文与这如出一辙 正在这时一道黑影从窗户一跃而入 一掌将毫无防备的林金宇拍晕倒地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师傅仓松 原来他就是隐藏在青云的黑衣人 他打晕林金宇后并未杀他 反而为其疗伤 师傅 当初为师收你进入我的门下 就是因为觉得你天赋异禀 根骨气强 可我万万没想到 今天你就会在 你的这股聪明劲上 林金宇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在他心目中 师傅是一个刚正不恶 极恶如仇的正派领袖 怎么会是魔教的奸细 金宇 你还太年轻 你还不知道这世上的邪恶有多少 说吧 苍松把他带到一面墙壁前 挥手露出上面的真面目 上面的雕刻栩栩如生 这是朱仙剑 不错 这就是上无其剑 朱仙剑 清云的正派之宝 欲神杀人 欲仙朱仙 提起此剑往事历历在目 苍松当年本是练血堂的一名普通弟子 被派来清云窃取天下第一邪剑朱仙剑 邪剑 这不是正派之宝吗 你以为正派之宝 就应该是高高在上 正气凛然的圣物吗 原来朱仙剑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旦现世 不分正魔 统统沦为剑下亡魂 当年他们的师父天成子为了对抗魔教 请出了朱仙剑 结果令他性情大变 连同门内弟子一并诛杀 危难之际他的其中一个徒弟挺身而出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师父 怎料他的做法没有赢得道玄的认可 道玄要以示失之罪将他处死 目的是为了争夺掌门之位 这就是天下敌民门正派青云的所作所为 在这江湖之上 什么是正 什么又是魔 这谁能说得清楚 师父 这就是你背叛青云的理由吗 这不是他背叛青云的理由 而是他本就是炼血糖的卧底 炼血糖灭亡后 鬼王宗又掌握了他的把柄 如今他已没有退路 既然林金宇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有件事情他也没必要隐瞒 当年在草苗村 是我放出了七位无功咬的你 林金宇震惊地看着师父 没想到他就是屠杀他家人的凶手 我有什么理由 要屠杀你的家人 不是你 那又是谁 当时除了他就只有普制 所以沧松有理由怀疑他 何况他现在也没理由骗林金宇 他之所以跟林金宇说那么多 是因为确实喜欢这个徒弟 希望他能追随自己 可惜以林金宇的性格 即便赴死也不沟通 沧松对他也无可奈何 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 多少还是有感情 只能先把他关起来 待他联合魔教攻下青云再说 金宇希望你我仕途 不要真的走到一较高地 你死我活的境地 该来的总会来 随着沧松一个闪身走出大殿 从天鹰阁回来的张小凡 一步步走向青云 随着他的回来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根据他们如今掌握的证据 张小凡这次恐怕九死一生 果然张小凡刚到就被没收武器 并质问他是不是真的修炼了天鹰功法 没错 的确是天鹰阁不传之谜 偷学外门功法便是七师灭祖之罪 何况这只是奇异 紧接着道玄又质问他法宝的来历 这是魔教练血堂 黑心老人的法宝 是血猪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 要说他与魔教没有半点关系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质问他勾结魔教妖女 抢夺旋火箭是否属实 不等张小凡回答 一旁的陆雪奇连忙站出来替他辩解 声称当日是李寻拿着旋火箭胡乱伤人 才给了魔教妖女夺取的机会 与张小凡无关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不惜替他担保 弟子陆雪奇 愿以性命担保 愿以性命担保 弟子田灵儿 也愿意性命替小凡担保 弟子林金宇 愿以性命 为张小凡担保 随着林金宇的出现 苍松犹如泄了气的皮球 贪坐在椅子上 他没想到如今的林金宇会那么强大 强大到冲破自己设下的封面 林金宇并未急着举报师傅 而是将一个盒子递到掌门手中 声称这是隐藏在青云门的间隙 用来饲养七尾蜈蜈蚣的盒子 你说什么 林金宇 此事可有证据 林金宇早有准备 让人将草庙村的幸存者王二叔带来 他是唯一一个见过屠村凶手的人 随着王二叔从众人眼前扫过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天音阁的人身上 并露出惊恐的神情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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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鬼啊 有了王二叔的指认 天音阁的普空再也坐不住了 不得不公布当年草庙村的事情 听闻真相的林金宇再难控制情绪 没想到自己的父母会死在正道之手 可是张小凡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不是那个黑衣人的出现 普知就不会入魔 那个人是有了神剑玉雷真诀 中出了普知师父 然后才有了灭村 听见张小凡将话题扯到自己身上 苍松知道自己即将报 苍松偷偷将一条七尾蜈蚣扔到掌门手中 毫无准备的盗悬顿时身重剧毒 苍松借机上前假装关心 实则是想取他性命 事情发生得太快 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只有道玄自己率先反应过来 拼死一击打在苍松胸前 一旁的田不一早看他不顺眼 顺势补了一拳 将苍松打飞老远 没人知道他为何这样做 苍松 你究竟在做什么 我在暗算你们 你们看不出来吗 他可能是朱仙中隐藏最深的人了 原本只是魔教练血堂的一名普通弟子 为了盗窃青云门的朱仙剑 他应聘来到青云上班 怎料从此人生像是开了挂 虽然没能拿到朱仙剑 却阴差阳错得到大师兄万剑一赏识 从此凭步青云学会一身本领 摇身一变成为了龙手风手作 可以说是万剑一给了他重生的机会 可惜还不等他报恩 一场变故就将万剑一推入深渊 天成子为抵御大举来犯的魔教大军 不得不祭出上古朱仙剑退敌 怎料朱仙剑侵蚀了他的意识 导致天成子正魔不分乱杀无辜 危急时刻万剑一挺身而出 冒天下之大不为杀死自己师父 拯救了天下苍生 没想到道玄借题发挥 给万剑一扣上是师之罪 并且还废除他的修为 让他永远在祖室祠堂禁私几国 万剑一的不公苍松看在眼里 对那群道貌黯然的伪君子恨之入 在心里暗暗发誓要为他讨回公道 所以他暗中与鬼王联手 不求权势 不求财富 不求公民 只求除掉青云 于是他在三派会审张小凡的这天 暗中用七尾武功重创道权 为万剑一讨回一个公道 万师兄 他对我如兄如父 不但是教我武功修为 还看着我成长 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被你们背叛 被你们诋毁 被你们废去武功修为 从那天开始 我就发下誓愿 我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 随着警钟响起 魔教大举进攻青云 他们才知道苍松的底牌是什么 苍松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你居然 你居然背叛世门勾结魔教 勾结魔教又如何 在我看来 这青云们 藏污纳垢 连魔教都不如 为了给万师兄报仇 我就算下到地狱 又有何妨 话虽这么说 苍松可不想那么快下地狱 一个闪身逃离这里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鬼王率领的魔教众人已经杀到青云脚下 以免夜长梦多 他派遣幽姬与碧瑶去夺诸仙剑 然后由万毒门的毒神 与长生堂的玉养子从正门进攻 拖住青云门的主力 青云门这边各封手座为了给掌门疗伤 人手紧缺 田不一直好让张小凡 带罪立功出门迎敌 刚好撞见野狗和练血堂的人 野狗撞见张小凡 就犹如老鼠见了猫 这儿交给你了 我去支援别的地方 虽然张小凡今非息 奈何寡不敌众 惨遭练血堂的人暗算 危急时 客田不意应声出现将他救下 并让他去守护诸仙剑 这些小虾米就交给他来处理 与此同时镇首祖是祠堂的灵精女 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正是他的固有金平儿 在渔都的时候 金平儿就对他暗生情愫 奈何正魔殊途 金平儿从未将爱说出口 如今见他安好 金平儿便心满意足 将此行的任务抛至脑后转身离去 这或许就叫无声的告白吧 逃走的苍松来到祖师祠堂 找到万剑仪 迫不及待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师兄 你自由了 万剑仪对他今日的所作所为深感无奈 苍松今日为他背叛青云 这些罪名都将由他来背负 所以今日无论如何 他也不会跟着苍松走 倾尽所有为万剑仪换来的自由 惨遭他拒绝 苍松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一路之下想要强行带他走 可是万剑仪是怎样的存在 他不想离开 谁又能带他走 直到一个女子的出现 让心如止水的他在起波澜 来人正是他的老乡好幽姬 曾经他们有过一段跨越正魔的爱念 却因为正魔大战止步不前 幽姬为了他的一个承诺等了一百年 如今幽姬要来兑现当年的承诺 带着万剑仪离开 奈何师门对他有恩 即便受人唾弃背负骂名 辜负幽姬 万剑仪也绝不离开 因为他的背后是朱仙剑 是青云门 更是天下苍生 幽姬见他油盐不尽 只能忍痛出手 与此同时守在朱仙剑前的张小凡 看着手中闪闪发光的嗜血珠 虽未转身但已知道来人是谁 对不起碧瑶 我不能把朱仙剑给你 好 我可以不要朱仙剑 我也可以不管我爹 我现在 只想再问你一次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如果换作你是张小凡 你愿意跟着碧瑶走吗 我喜欢你碧瑶 可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这是一段跨越正魔的爱情 碧瑶是魔教鬼王的千金 张小凡是正派第一宗门的弟子 本不应该有任何交集的二人 命运却将他们交织在一起 渐渐的张小凡也爱上了 这个天正浪漫的碧瑶 他喜欢碧瑶的纯真 喜欢他的善良 喜欢他的勇敢 即便明知他是鬼王之女 会受到宗门的干预 张小凡也选择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并且与他做好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 直到张小凡在一次任务中 通过满月景看见了他与碧瑶的未来 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不得不忍痛放弃这段感情 处处躲着碧瑶 碧瑶因为太思念他 趁着魔大战时闯入青云门 他认为张小凡是因为他的身份才躲着自己 小凡 跟我走吧 我愿意叛离鬼王宗 离开我爹 我们不要再管这些是非恩怨 我们一起浪迹天涯 我喜欢你碧瑶 可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是因为满月景吗 你到底在满月景里看到了什么 快说呀 在满月景中张小凡看见掌门对他挥下屠刀 碧瑶奋不顾身挡在他的身前 至此相消欲损 所以他绝不能让悲剧上演 即便伤他心 我这一生 能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要你好好活着 开开心心地活着 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即便碧瑶哭成泪人 苦苦哀求 也无法改变张小凡的决定 无奈之下 碧瑶只得用强 想要将张小凡绑走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时 远处传来的声音引起碧瑶的注意 碧瑶闻讯离去 与此同时 幽姬这边也在上演悲剧 他苦等万剑一场打百年 本以为万剑一看在昔日的情谊上 会选择与他长相厮守离开清云 没想到万剑一为了保护诸仙剑 竟然绝情地将他打成重伤 要不是苍松及时出现 幽姬恐怕就要死在自己心爱之人手里 正在这时碧瑶的父亲杀到清云脚下 将小竹锋手作水月按在地上摩擦 就在这十天不易犹如一头发了疯的名字 以两百码的速度冲刺 顺带炸毁脚下的红桥 趁鬼王还没来及反应 就其水月逃向远方 鬼王看着破败不堪的红桥 没想到田不易为了阻止他们杀入清云 竟然自毁红桥 无奈只好暂时退兵 给了清云们一点喘息的机会 为了防止魔教卷土重来 以张小凡为首的清云弟子决定下山刺探敌情 二人跟着密道来到魔教的注定 恰好听见毒王和御阳子对话 发现魔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齐心 他们对鬼王的安排心存不满 决定明日保留实力坐收渔翁之力 见此情形二人心生一计 决定使用离间计离间他们 可惜还不等算计他们 二人就被长生堂的人发现 发现此人两眼通红不是好惹的主 林静宇决定让张小凡先走他留下来断后 却不小心落入鬼王手中 其料鬼王不顾毒王与御阳子的反对 执意要留他一条性命 引得二人非常不满 鬼王之所以要留他性命 是因为感应到了他体内有兽神之血 不明白是从何而来 是我师父 这倒让鬼王非常惊讶 没想到苍松会拥有兽神之血 决定将林静宇单独关押 待攻下清云后再找苍松对峙 金平儿听闻此事找到林静宇 他对林静宇方心暗许 只是碍于正魔关系 并未把爱说出口 如今林静宇蒙难 金平儿冒着被鬼王发现的风险放了他 他们刚刚钻进小树林 突遇一团黑气袭击 张小凡也紧接着出现在他们身前 替他们挡下致命一击 却没能救下金平了 被黑气所化的鬼先生所情 原来张小凡为了救林静宇 偷偷潜入鬼王踪影地 却被暗中的鬼先生发现 二人你追我敢刚好与林静宇相遇 就有了眼前一幕 鬼先生将金平儿带走 张小凡担心金平儿有性命之威 决定去找碧瑶求主 张小凡还没靠近碧瑶 二人的法宝便闪闪发光 仿佛在位重逢欢呼 可惜他们各自的主人却没有半分喜悦 正魔大战就在眼前 各位其主的他们必定刀刃相见 张小凡用力地将他拥入怀中 此行一是为了请碧瑶替金平儿说情 二是为了告别 后悔无期 再见便是敌人 所以张小凡不希望再见到他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又在刚刚 十个百年魔教再次卷土重来 一时间风回风 小竹风 祖师祠堂均被攻破 作为掌门的道选也被暗算失去战力 整个青云门被危机所笼罩 就在这时曾叔叔等人及时赶到 并利用自己创作的风车车 反将万毒门释放的毒物吹回他们身上 帮助父亲将他们赶走 并为他们带来毕毒丹解毒 帮助父亲解除危机 同样感到的还有陆雪奇 有了他的加入 瞬间帮助师父解除危机 相比于小竹风 祖师祠堂这边相对于危险几分 鬼王为了夺取诸仙剑 派遣长生堂最精锐的弟子周颖前来夺剑 林金宇被他层出不穷的特技打得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一戏白衣的万剑衣音声出现 轻而易举击溃周颖的防御 顺势接过林金宇手中的斩龙剑 是你 你是万剑衣 马上离开我们青云祖师祠堂 只闻其名便让他们落荒而逃 这便是万剑衣的实力 如今魔教清朝而出直逼青云 万剑衣明白如今已经避无可避 让林金宇带上台上的木盒交给掌门 与此同时龙首峰因为苍松的叛变导致群龙无首 正惨遭玉养子血洗 眼看就要被赶尽杀绝 刚好林金宇途经此地 虽然自己身负重任 奈何不忍心曾经的师兄弟惨遭吐露 果断出手相助 玉养子根本没把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 殊不知如今的林金宇已经经非西部 早就得到万剑衣的真传 一套斩鬼神真诀瞬间击溃他的手下 处于猛逼状态的玉养子还想抵倒 结果也不过是徒劳 被林金宇轻而易举击倒 再次发挥特长逃之夭夭 大竹风这边的战斗已接近白热化 因为田不易坐镇通天风的缘故 导致拳风上下无人是毒王的对手 危急关头张小凡及时赶到 凭借一己之力与毒王抗衡 张小凡与毒王早就是死对头 下手自然毫不留情 卢王不愧是万毒门主 即便是身怀两不天疏的张小凡 也没讨到好处 只能以两败俱伤收场 待张小凡醒来发现已经躺在床上 师娘早已拿着一颗大黄丹等候多时 见此情形张小凡心生感触 师娘还是一如既往对他好 只是还来不及酗酒 就不得不赶赴通天风 因为鬼王率领的魔教已经齐聚青云山 一场正魔大战在所难免 随着鬼王一生令下 双方人马厮杀在一起 如今青云掌门身负重伤 只有田不易与鬼王有力战之力 相比于下面的惨烈 有道身影与他们形成反差 此刻碧瑶正挑拂在半空 四处寻找张小凡的身影 发现他正与毒王搏斗 正要上前找他 却被陆雪奇半路截住 他不允许这个妖女 再跟小凡有任何牵扯 可惜张小凡并没有看见这一面 他发现师父不敌鬼王 冲上前护住师父 还自不量力地与鬼王决斗 结果被鬼王一掌打飞倒地 就在这时道玄陵空飞来 周深还有数千把宝剑盘旋 随着他指向鬼王 这些宝剑集体攻向他 强大如鬼王这样的存在 寝刻间就败在道玄手中 盘旋在他身边的正是天下第一剑 朱仙剑 道玄在重创鬼王后并未成胜追击 反而将目光投向地上的张小凡 此次坏有清云天阴两派攻发 身中更有不识处的邪恶 想到这里道玄再次释法 顿时时间暂停 悬浮在半空的朱仙剑 纷纷回到道玄身边 集结成朱仙剑指向张小凡 张小凡错不在此 错在将来 错在张小凡拥有让他畏惧的实力 所以道玄要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危急关头必要用真爱的力量 冲破朱仙剑的束缚 奋不顾身挡在张小凡的身前 并利用和欢灵与朱仙剑抗衡 在张小凡受到威胁的时候 碧瑶选择牺牲自己 使用魔族禁忌痴情咒 换取张小凡的平安 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朱仙剑轻而易举突破和欢灵的防御 直击碧瑶的本命法宝伤心花 洞穿碧瑶的身体 精灵清脆是血物 一生总被痴情素 两个女人 两段痴情 同样的结局 在张小凡震惊的目光中 碧瑶落入张小凡的怀抱 用尽全身力气叫出 那个让他日思夜响的名字 随着声音落下 碧瑶也永远地闭上眼睛 张小凡紧紧抱着碧瑶 感受着他逐渐变凉的身躯 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 他努力躲避碧瑶 希望满月景中的预言不要成真 为此他避开碧瑶回归宗门 与宗门同心协力斩妖出魔 换来的却是宗门对他挥下土豆 导致满月景预言成真 酿成人间惨剧 转眼张小凡被鬼王救回鬼王宗 此刻的他面如死灰 满脑子都是与碧瑶的点点滴滴 以及无尽的忏悔 如果当初勇敢地与碧瑶长相厮守 是否还会发生今天的悲剧 可惜世间没有如果 鬼王看着魂不守舍的张小凡 要不是看在碧瑶舍命救他的份上 鬼王恨不得一掌将他拍死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复活碧瑶 在于都的时候 张小凡被毒王重创险些死掉 最后被天地明石所救 如今碧瑶有一缕残魂在和欢林中 鬼王希望张小凡能找来天地明石复活碧瑶 可是此去空桑山路途遥远 恐怕还不等张小凡赶到 碧瑶的尸首就会被诸仙剑气侵蚀 于是鬼王想到另一个办法 利用张小凡体内的无字天书 为碧瑶的尸体延续七日的生机 续命之数 必须要有刻苦铭心之爱 血脉之力方能发动 在这世间对碧瑶有刻苦铭心之爱的人 莫过于鬼王和张小凡 为确保万无一失 二人决定同心协力为他完成续命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个不速之刻闯入密室 来人正是玉阳子与苍松 他们想趁鬼王并要他命 就在二人即将闯入密室时 青龙总算赶到阻止二人 可惜仅凭他一己之力 又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张小凡他们此刻已经进入关键时刻 根本抽不开身 此刻青龙已经被玉阳子制服了 正要闯入里面的密室 一团黑雾从里面冲了出来 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玉阳子瞬间身负重伤 吐出一口浓浓的大一跌 在发现来人是鬼王后 吓得屁鬼尿流逃离鬼王宗 原来碧瑶的续命之术已经完成 如今就看张小凡能否带回天地 灵石复活碧瑶了 张小凡再次来到空桑山 在秦无言的帮助下来到关心牙 请求牙主能借他灵石就碧瑶 牙主得知他来以后 将他带到灵石面前 自从上次复活张小凡后 灵石就削弱不少 如今仅剩拳头大小 如果再用他复活碧瑶 灵石恐怕就会彻底消散 关心牙的居民可能会失去家园 正在这时秦无言从上面滚落下来 同时感到的还有林金宇与曾叔叔 为了复活碧瑶 竟然与秦无言同流合污 张小凡正要出言解释 却被秦无言打断 他可没空听他们废话 夺取灵石才是他的目的 让张小凡赶紧接住 正在这时意外还是发生了 躲在暗处的苍松抢先一步夺得灵石 趁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扭头就跑 张小凡正要跟着追上去 发现关心牙正在急速坠落 无奈之下只能施法稳住他 只不过在他稳住关心牙后 早已不见苍松的身影 是谁告诉苍松的 张小凡狠狠一脚踹在林金鱼身上 没想到背叛自己的会是最好的兄弟 林金鱼也没想到会弄巧成拙 他只是想带小凡回青云 因为在他看来 掌门那天只是走火入魔才对他痛下杀手 只要小凡能回去好好认得错 青云门是不会抛弃他的 所以他才将小凡的行踪透露出去 让张小凡知难而退 没想到阴差阳错酿成悲剧 张小凡此刻欲哭无泪 他原本打算带复活碧瑶后 就去五八同城找一份工作 从此与他平淡过完此生 如今这一切全都化为泡影 林金鱼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 决定找到苍松夺回灵石 没想到苍松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曾经情深似海的师徒二人 如今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只贪造化弄人 林金鱼虽然跟着万剑义重修武功 但还是不敌诡计多端的苍松 稍不留神就被苍松打成重伤 即便如此苍松并未对他痛下杀手 林金鱼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更是他一手带大的 所以即便林金鱼对他大打出手 他却对林金鱼一忍在忍 正在这时张小凡跟着林金鱼追到庄外 发现里面鸭雀无声 猜想林金鱼可能中了埋伏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秦无言找到他 自称有办法帮他夺回灵石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这幕 秦无言将张小凡带到苍松面前 还把他的是血猪交给苍松 只为与他们寻求合作 苍松一时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为了防止其中有诈 放出七尾无公在张小凡的脖子上咬了一口 这才放心的跟秦无言谈条件 秦无言想要的很简单 只需要苍松能与他联手除掉鬼王夺得鬼王宗 然后再帮他向毒王求得解药即可 虽然秦无言的话听上去没有问题 但是苍松并未全信 决定除掉张小凡与林金鱼之后再谈 眼看他们就要被推入血震当于养子的养分 一旁的秦无言突然抱起拦住苍松 可惜还不等张小凡出手抢夺灵石 就被早有准备的苍松一把夺走 林金鱼与张小凡一路追到河边才将他截住 面对二人联手 苍松深知不是对手 男子左手无公右手灵石 一股作气把他们吞入腹中 刹那间化身成为一条千足无公 战力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 不仅与林金鱼斗得游刃有余 尾巴还能抽空拿下张小凡 眼看二人就要命丧于此 一股洪荒之力从张小凡体内爆发 不仅点燃了苍松的身躯 还挣脱了他的束缚 林金鱼找准机会刀了他几下 刚刚变异的苍松便重伤倒地 被他吞下的灵石也从胸口浮现 还不等张小凡上前抢夺 就被苍松一把牢牢抓住 想要灵石 你们也甭想得到 住手 这一刻张小凡万念俱灰 他没想到苍松竟然如此怠惯 死也要拉碧瑶垫背 转眼就到了复活碧瑶最后一天 鬼王坐在密室盼望张小凡归来 碧瑶啊 你放心 只要小凡能回来 我今后一定会善待他 正在这时张小凡 视魂落魄地来到鬼王面前 手里还紧紧抓着一把灵石粉末 随着张小凡摊开手掌 灵石粉末消散在天地间 跟随他一起消散的 还有这两个男人唯一的念想 人生苦多 有时候 我们甚至来不及自己体验 那些稍纵其事的日子 原来是那么幸福 便看着他在指尖溜走 再不痕迹 往事不堪回首 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 更不要为了适合远方 忽略了眼前的幸福 鬼王给了他十年时间 倘若十年之后 没能找到复活必遥的办法 他就必须加入鬼王宗 协助鬼王取得无字天书 或许天书里面藏有 七死回生的办法 沧海桑田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秋天风夜落尽 春来万物复苏 十年时间张小凡跨越了千山万水 始终没有找到七死回生之法 只好履行当年的约定 加入鬼王宗 改名鬼吏 成为了鬼王宗父宗主 同时鬼王又给了他一个新的希望 只要集齐天书启动阵法 就能复活必遥 所以集齐五卷天书 成为了鬼吏的人生目标 不过在这之前 他想去做一件想做的事 见一件想见的人 十年时间早已误视人非 曾经叱咤风云的道玄碧官僚商 田不宜一辈的各封手作也纷纷退远 如今门中大小事物 皆由萧逸才陆雪奇等人打理 张小凡的师姐也早已嫁为人府 只不过时常想起了无音讯的张小凡 正在这时鬼吏出现在黑竹林 此次前来 一是为了接走小灰 二是来看一看故人 顺便告别往事从心做人 再见张小凡 田不宜虽然强装镇定 但也难掩心中的激动 他从未责怪过张小凡 因为始终是青云父他在先 所以即便张小凡步入魔道 也比留在青云要好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上 下次再见面时 少侠 不管你叫什么 我像我们之间 必定是兵容相见 继承 不必留情 就算师父要杀我 我也不会杀师父 师父和师娘 多保重 告辞 即便曾经的张小凡已死在朱仙剑下 但是师父师娘对他的恩情 鬼力永世难忘 人最可怕的是 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往往越怕什么就来什么 曾经的张小凡最痛恨魔教妖人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会活成最讨厌的样子 成为了就连魔教妖人都惧怕的存在 人称谢公子 听说这儿有人断字侧极勋 姑娘 请帮我看看这两个字 鬼力 看看我运势如何 小凡泪眼朦胧地看着眼前这个男子 十年来他寻遍大江南北 未曾得到他的消息 没想到今日一件已经改名换姓 再也不是他的小凡哥哥了 十年风雨十年伤 如今的鬼力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少年 一心只为找到复活必遥的方法 如今听闻死亡沼泽即将诞生一个天地宝库 宝库内蕴藏无数奇珍异宝 其中包含一卷无字天书 和一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神水 鬼力对他们势在必得 奈何这个消息迅速传开 引得天下豪杰齐聚于此 其中玉阳子率领的长生堂冲在最前面 当他察觉到正派弟子正在靠近 决定趁鬼王宗和万毒门赶到之前 夜色慢慢向正派靠近 随着他一声令下 所有弟子一拥而上 结果却大大出乎预料 地上没有半个青云弟子的身影 中极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带玉阳子发现以为是已晚 被笑意才率领的正道弟子团团包围 何况玉阳子就伤未遇 面对这群正道弟子也力不从心 况且陆雪奇还在一旁虎视眈眈 身负重伤的玉阳子立刻逃走 见无人追来便坐地疗伤 突然一股寒意袭来 有所察觉的玉阳子从怀里取出一只手电筒 透过手电筒的光亮并未发现异常 就在他放松警惕时 一颗皮球从远方飞来 正是他徒弟的人头 玉阳子还未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就看见秦无言向自己走来 紧接着金平儿也从暗处走来 单凭他俩玉阳子还没放在心上 随着最后一个人隆重登场 玉阳子知道大势已去 面对如今的鬼令 玉阳子知道在劫难逃 准备跟鬼令同归于尽 结果毫无悬念 长生堂所有人全都惨死荒野 其中玉阳子更是惨不忍睹 不仅被人吸干功力 还深重剧毒粉身碎骨而死 而当今天下能吸人功力的只有张小凡 所有人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鬼令在处理完玉阳子后就感觉不对 是魂珠闪耀的是红色光芒 这让他疑惑不已 原来在鬼令吸收玉阳子功力时 秦无言偷偷地对他施下鼓鼓 众此鼓毒者会自动吸收天地间的毒气 迅速在他身上发挥作用 他竟然险些将焚香谷的弟子屋认为必有 好在刚开始中毒不深 鬼令很快从幻觉中苏醒 一击击倒焚香谷所有人 正在这时一道声音引起他的注意 只见以陆雪奇为首的青云弟子 正遭受一群马蜂袭击 其中小桓赤手空拳根本不敌 眼看就要被折成大猪头 一道黑影及时出现将他救走 来人正是路过的鬼令 小桓痴痴地看着鬼令 慌乱的心总算安定不少 鬼令本就深中鼓毒 很快吸收毒气的速度 导致毒气攻心 小桓哥哥 你怎么样了 不要再叫我小桓哥哥了 我叫鬼令 哦 好的 鬼令哥哥 我们父宗主这么熏的一个名字 被你加一个哥哥 一点都不可怕了 虽然被野狗盗人一顿数落 但是小桓并未感觉有什么不同 温柔地询问鬼令的状况 随着毒气源源不断被他吸收 鬼令已经开始产生幻觉 将面前的小桓看作是碧瑶 对碧瑶十多年的思念涌上心头 诉说着心中的哀伤 就在这时百毒子跟着蛊虫找到他们 想要趁人之威杀了鬼令 没想到野狗盗人非但没有逃跑 还忠心护主 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眼看鬼令就要性命不保 一袭红衣的金平儿及时赶到 三两下解决掉这群小卡拉米 然后用魅惑之术将百毒子弥住 为鬼令等人增取逃跑的时间 在金平儿的帮助下众人顺利脱离危险 鬼令也知道了是情无言下的毒 但是并没有怪他 或许对鬼令来说 即便是幻觉 他也愿意沉沦其中 他可能是诸仙中最可怜的人了 从小就被毒神收入门下 毒神为了让他心甘情愿替自己卖命 在他体内种下蛊毒 必须每月服用解药 不然就会毒发生亡 在蛊毒的驱使下 秦无言不得不听话照顾 四处为毒王寻找天书 可谓是活得九死一生 秦无言明白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他没死在师父的蛊毒之下 就已经死在寻找天书的路上 所以他暗中与鬼王结盟 希望能借助鬼王之手 除掉毒王解除蛊毒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对毒王交代的事情因奉扬为 暗中偷偷为鬼王办事 直到这次联合鬼力诛杀玉阳子 被毒王看出破绽 秦无言不仅一寸一寸碾碎了玉阳子的骨头 还利用蛊毒将他活活折磨而死 若没有深仇大恨 秦无言何须如此 百毒子的一句话瞬间将他推向风口浪尖 毒王本就怀疑他有反叛之心 如今联想到他为鬼王之女复仇 顿时起了杀心 毒王为了让秦无言死的有价值 在他身上种下剧毒 然后让秦无言将身上的剧毒投入睡莲浅持 他要利用秦无言毒死那些正派弟子 把秦无言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秦无言孤苦伶仃地来到睡莲浅持 他的遭遇与这池中盛开的莲花形成鲜明的对比 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感受过世间温情 从小就沦为师父施药的工具 而他充满痛苦的大半生中 唯有必要是照亮他黑暗人生的光芒 所以无论要他付出多少 他都要救回那个如太阳一般耀眼温暖的姑娘 所以他必须活下去 要想活下去就只能按照师父的命令 将身上的剧毒洒在湖泊中 没过多久陆雪奇等正派弟子途经此地 见何堂景色优美 何况天色已晚 决定暂且在此休整一宿 焚香谷的燕红上完厕所后在原地洗了个手 怎料双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紫色 片刻间就占据全身 发现异常的李寻正要上前帮忙 却遭到一根枯同袭击 一旁的陆雪奇眼疾手快做出反击 出手斩落剩余的枯头 可惜还是迟了一步 早已没有李寻和燕红的身影 被暗中的秦无言俘虏 秦无言见二人师兄妹情深 想要使坏离间他们 没想到他们根本不吃这一套 气得秦无言就要冻粗 怎料体内的鼓毒发作 根本无力处置二人 不巧的是陆雪奇等人还跟着踪迹找到他们 眼看就要成为他的剑像王虎 一袭黑衣的鬼力及时出现 从他手中救下秦无言 曾叔叔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没想到昔日的好友竟然对他们出手 而且还是为了他们共同的仇人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护着他 鬼力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质问他们是要李寻和燕红的紧要 还是取秦无言的性命 结果显而易见 他们不可能治李寻不顾 即便李寻不讨人喜欢 获救的秦无言很迷惑 鬼力另可选择与曾经的好友针锋相对 也要救自己这个不相单的人 鬼力的回答很简单 秦无言曾说他与碧瑶没有结果 所以他要让秦无言亲眼看着碧瑶复活 然后与他浪迹天涯 仅此而已 正在这十一缕金光照亮整个沼泽 万众瞩目的天地宝库降临人间 各路人马争先恐后赶赴宝库 没想到第一个赶到的是毒王这个糟老头子 紧接着赶到的是鬼力和秦无言 毒王发现秦无言不但没死 还跟鬼力四混在一起 顿时火冒三丈 师父 从你用养骨的方式来养弟子的时候起 就注定会有这么一天 秦无言的话瞬间激怒毒王 施展最强召唤之术 召唤出一条巨型黑曼八舌 面对毒王同归于尽的打法 即便是众人联手也小心翼翼 突然一只小黄鸟闯入众人视野 只见它化身成为一只巨型火凤狂 简单两招就将黑曼八杆翻在地 然后变回小黄鸟飞到鬼力身边 此鸟正是鬼力在沙漠中得到的小黄 小黄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它是守护天地宝库的九天灵鸟 在得知鬼力想进入天地宝库 小黄二话没说直接打开大门 众人在震惊之余火速冲入宝库 想要尽快得到里面的宝库 就在大门即将关闭时 一道黑银一闪而过闯了进去 这是什么 猴子 谁也没想到会混进来一只猴子 此刻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 里面犹如一个混沌空间 四周全是一片星辰大海 让人分布青东南西北 就在野狗险些迷路时 一只大手将它拉了回来 正是鬼力 在这里鬼力有黄鸟相助 为它省掉不少麻烦 虽然其他人没有鬼力这样的机遇 但是凭借敏锐的观察力 全都来到宝库的外围 这里被枯藤笼罩 毒王的弟子一不小心碰到它被裹成大缝子 所有人行事都变得小心翼翼 可是陆雪奇等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因为人数太多被枯藤缠得脱不开身 鬼力这边虽然人数不多 并且有黄鸟的叮嘱 本该是最安全的一队 奈何身边跟了一个猪队友 眼睛长在头顶的野狗不小心踢到脚下的哭腾 瞬间激活着沉睡百年的哭腾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它捆住 听见动静的鬼力还想上前帮忙 结果也被哭腾从背后捆住 正巧坟相补的李循经过此地 同样被殃及吃鱼 果然是买一送一啊 陆雪奇这边在经历一番苦战之后 总算解除危机 突然远处的动静引起陆雪奇的注意 为了一探究竟 他让其他人先赶去阻止毒王 他则跟着声音找到张晓凡 还没来急出手救人 就被突如其来的哭腾缠住 果然是葫芦娃救爷爷 挨个挨个送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鬼力仿佛听见碧谣的召唤 激发体内的洪荒之力震开哭腾 迅速为其他人解开束缚 还特意一把将陆雪奇护在怀中 为他斩落身旁的哭腾 然后一气喝成潇洒出去 陆雪奇看着这个昔日的湿地 劝他不要继续错下去 如果我能打败你 我真的想把你带回青云 把你关到祠堂四国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鬼力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 明明是道悬用诸仙剑斩杀自己在先 如今青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才是有错之人 陆雪奇对鬼力无言以对 只求他日后不要与青云针锋相对 转眼鬼力在小黄鸟的带领下率先找到天地宝库 发现梦寐以求的神水就悬浮在半空 天书与鬼力体内的天书发出共鸣显现真身 就在他准备收取天书和神水时 毒王恰好感到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对着神水志在必须 就在二人斗的难解难分时 一袭白衣的陆雪奇音声出现 他绝不允许此等圣物落入二人之手 怎料他用力过吗 正好将毒神推到神水旁 毒神趁机一口将神水吞入腹中 本以为从此长生不老 没想到腹痛难忍 怀疑神水过了饱之期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一个雄厚的声音响彻宝库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随着声音落下 一枚金色的神水从祭台浮现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神水 鬼力想要上前夺取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扯 与神水失之交臂 鬼力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小灰身上 结果神水直接融入小灰的身体 张小凡痴痴地愣在原地 神水是他复活必要的唯一希望 如今希望在他眼前消失不见 让鬼力彻底绝望 第一次没能用天地明示救他 现在又没能得到神水 难道注定不能复活必要吗 焚香谷的李寻趁鬼力伤心之时 利用玄火剑夺走天地宝库内的无字天书 失去天书的加持 天地宝库顿时地动山摇 眼看就要坍塌 曾叔叔和雪奇强行将鬼力带走 毒流掉在半空的毒王在这里慢慢死去 被救出洞外的鬼力满眼通红 对碧瑶的愧疚涌上心头 萧一才见鬼力傻傻站在原地 一个歹毒的想法涌上心头 当年诸仙剑没能杀你 真是失误 今天我一定要出了你这个师门的叛徒 萧一才重重一掌打在鬼力背上 然后抽出宝剑砍向鬼力 遭遇偷袭的他条件反射用射魂抵挡 同时一掌将萧一才打飞老远 鬼力竟然发现嗜血猪被他砍出一条裂痕 正要上前查明原因 灵精语却出面将他拦住 就在二人僵持不下时 一声奉鸣引起他们的注意 发现黄鸟正在慌忙逃窜 被青龙用扶龙顶收服 鬼力也顾不得嗜血猪开裂 连忙跟着追去 回到鬼王宗质问鬼王意欲何为 鬼王声称只是借用几天 用完就会还给他 鬼力如今身为鬼王宗副宗主 也不好强行索要 鬼力刚走鬼先生就找到鬼王 如今刚刚勤获黄鸟 四灵血镇就差饕铁 绝不能将黄鸟还给鬼力 鬼先生的意思鬼王如何不懂 如今正是用人之计 鬼王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日后再向他讨要黄鸟 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在十万大山之内复活兽神 只有启动四灵血镇复活兽神 才能借天地之灵气复活必要 他即便是知道了 也只能选择同意 别无他法 鬼王把鬼力拿捏得死死的 他断定鬼力为了复活必要 会同意复活兽神 当务之急是夺回坟香谷 抢走的天书 决定派遣秦无言和京廷儿前往坟香谷 寻找机会夺回天书 紧接着又找到青龙 与他商讨关于四灵血镇复活兽神的事 好巧不巧这一切全都被鬼力听到 他没想到鬼王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利用 突然小灰发出的叫声名气鬼王的注意 追出来发现是鬼力 本想打着复活的幌子继续哄骗他 没想到鬼力根本不吃他这套 我是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 鬼力走了 他要去阻止悲剧的发生 与此同时秦无言与京廷儿已经来到坟香谷 不过他们可不是偷偷摸摸来的 而是大张旗鼓打来的 秦无言你这个叛徒 今天我就替鬼王杀了你 就在这时坟香谷的人赶到 从京廷儿手中救下秦无言 并将他抓回去审问 秦无言自称原本是奉鬼王之令前来偷天书的 奈何鬼王怀疑他投靠之心不成 命令京廷儿暗中将他除掉 秦无言说得毫无破绽 容不得他们不信 加上他们想从秦无言身上知道鬼王的秘密 所以并未对他痛下杀手 只是将他关押起来 同时将天书藏在悬火台之下 防止鬼王宗再次派人抢夺 可是上官册竟然想修炼无字天书上面的武功 被掌门云一兰一口回绝 原因是无字天书是魔教功法 正派弟子怎能修炼 可是这在云一兰眼中却是师兄想读通功法 引得上官册极度不满 加上玄火台下九尾天乎的挑拨 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立刻找到秦无言 让他将万读门的万读苦超 写一份给他一表忠心 为了防止秦无言别有用心 排出手费了他的功法 秦无言表面上满口答应 暗中则悄悄改写了几位药材交给上官册 只要上官册敢按照药方炼单 焚香谷绝对会被丹卢夷为平地 正在这时鬼力找到秦无言 向他打听天书的藏身之处 秦无言并不知道鬼力已经背叛鬼王 便将天书的下落告诉给他 怎料鬼力刚刚出门去取天书 就遇见林金宇兰路 原来清云们早就料到鬼王宗有所动作 所以派遣林金宇来鼎力相助 鬼力见名的不行 就只有用损招 悄悄在别院运转体内的无字天书 制造出一副云一兰偷练天书的情景 尹德上官册怒气冲冲找到云一兰 云一兰白口莫辩 只好带着他去玄火谈验证真假 上官册看见天书还在上面 知道误会师兄了 就在这时后方的炼丹阁发生爆炸 云一兰火急火燎带着李寻赶了过去 独留上官册一人看守天书 一个可怕的想法涌上心头 正好被镇压的白虎也出言诱导 打开玄火箭 天书就是你的了 你何不试一试呢 拿到它 你就再也不用受你师兄的欺验 玄火箭内藏有一部无字天书 上官册没能抵御九尾天书的诱惑 一把取走上方的玄火箭 准备修炼里面的天书 完全没有注意到九尾天书 正在冲撞玄火谈的封印 突然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躲在暗处的鬼力趁其不备 一掌将它打倒在地 手中的玄火箭也随之掉落 鬼力顺势激发体内的天书之力 破开玄火谈的防御 释放出被镇压在下面的九尾天书 九尾天书小白是六尾的母亲 当年六尾为救母亲抢走玄火箭 如今玄火箭又出现在焚香谷 小白不知六尾身在何方 他死了 十年前 死在了黑石洞里 这个消息对于小白而言 犹如晴天霹雳 三百年的囚禁换来 今天的生离死别 而这一切都是拜焚香谷所赐 上官册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鬼力也被震飞出去 正好遇见闻讯赶来的谷主云一览 没想到鬼力反咬焚香谷一口 自称李寻夺他天书在先 他只是来取回属于自己的天书 焚香谷要战变战 鬼王宗副宗主鬼力 请谷主赐教 云一兰活了几千年 从未受过这等七尺大力 当即与李寻师斩出 合击技能比一双飞对战果军 鬼力虽然有林金鱼与金银儿相助 也只能与二人打成平手 就在他们斗的难解难分时 小白将玄火箭扔给鬼力 有了玄火箭的加持 鬼力不费吹灰之力打败师徒二人 三人还没来及庆主 就遭到突如其来的暗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鬼王最后出现坐收渔翁之力 轻而易举夺得玄火箭 小白见识不妙迅速化为本体就走鬼力 鬼王占领坟香谷的消息迅速传开 只因坟香谷负责镇守十万大山入口 而十万大山封印着无数妖魔 其中包括兽神之魂 鬼王一旦将兽神复活 势必会天下大乱 他们必须马上去阻止这场灾难发生 与此同时小白与鬼力逃至深山 他之所以救鬼力 是想知道儿子死亡的真相 在得知六伟是为爱殉情后 受伤的心才得到些许安慰 鬼力见小白见多试广 询问小白是否知道起死回生的办法 结果还真有 据小白所知 在十万大山内有一个叫黑巫族的部落 里面有一种巨灵黄魂的秘法 小白决定带他去碰碰运气 多谢伯母 来日有任何差遣 尽管吩咐 那好 我现在就有一件事情要吩咐你 请说 不要再叫我伯母 我只不过两千多岁而已 你就叫我 小白吧 听见小白说两千岁而已 鬼力只是笑笑不说话 二人结伴而行来到七里洞 这里曾是黑巫族的住所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丁点蛛丝马迹 可是看这样子早已废弃已久 并无踪迹可循 就在鬼力即将放弃时 一道虚音给了他希望 此人自称是黑巫族大巫师 他以残魂之躯留在此处 是为了等待有缘人阻止兽神复活 不知道大巫师可不可以告诉你 玲珑与兽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如何封印兽神的 提及往事大巫师心有遗迹 上古十七人间遭受疾病折磨 玲珑为解救天下苍生脱离苦海 尝试将天地煞气炼化为生命之力 怎料阴差阳错将力气凝聚成形 制造出世间第一邪灵兽神 为了天下苍生 玲珑不得不与兽神同归于尽 将兽神残魂永久封印在十万大山中 听到这里鬼力不禁想问 当年玲珑是用什么办法封印的兽神之魂 将鬼力送入那段被尘封的记忆 在这里他看见玲珑封印兽神的全过程 他发现兽神之魂爱上了玲珑 而玲珑不得不与他同归于尽 然后用一件法宝将其封印 原来是玄火剑 通过大巫师鬼力知道了关于兽神的一切 也知道了封印他的办法 现在就等鬼王送货上门 传说在上古时期诞生了四种灵兽 他们分别是神兽黄鸟 神兽玄蛇 神兽魁牛 神兽饕天 只要同时集齐四种神兽 就能复活上古兽神 获得逆天之能 如今鬼王已经获得三只神兽 只需要找到神兽滔铁 他就能如愿以偿复活兽神 鬼王通过多年寻找 终于在十万大山发现滔铁的踪迹 于是鬼王带人火速赶到此地 事不宜迟 鬼王立刻布阵做法抓捕滔铁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全都被暗中的青云弟子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决定分头行动调查清楚 屋内的幽姬正拿着伤心花跟碧瑶谈心 鬼王为了在复活兽神时也能复活必要 特意将他的尸首带在身边 刚好被来探查的林金鱼等人发现 与此同时鬼王那边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鬼先生从扶龙顶中放出黄鸟 被放出的黄鸟发出清脆的叫声 顿时天昏地暗 滔铁被黄鸟的叫声领来 奈何滔铁是四大神兽中最为凶煞的存在 即便是四人合力 也要先错其锐气才能收入顶中 外面的动静引起幽击的注意 正想出门查看 却遭到肖义才从背后偷袭 鬼王他们正值抓捕滔铁的关键时期 无法上前帮忙 幽击面对二人联手根本不敌 被肖义才夺走伤心花 伤心花内保存着碧瑶的躯体 绝不能让他抢走 幽击将此事告诉刚刚赶到的鬼力 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夺回碧瑶 爱女莫若府 即便被夺走的仅仅是碧瑶的身躯 鬼王也不允许他有一点点闪失 瞬间激发他体内的洪荒之力 将饕贴收入顶中 完事之后立刻向肖义才逃走的方向追去 他要让肖义才生不如死 肖义才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正在商量如何利用碧瑶的尸体威胁鬼王 特意让李寻与陆雪奇去给鬼王报信 让他带着天树来换碧瑶 然后又以调派援军为由支开灵金 待所有人都走后 肖义才卸下伪装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他极度碧瑶有那么多人拥护 即便是死了 也被那么多人惦记 而他作为青云门大师兄 却要活在鬼王的淫威之下 这是他一生的耻辱 所以即便鬼王拿天树来交换 他也要毁掉碧瑶的肉身 让鬼王和鬼力痛不欲生 正敢去班援军的灵金语突然感到不对 感觉肖义才有意将他支开 决定折返一探究竟 肖义才还站在原地做着他的春秋大梦 完全没有发现折返的灵金语 因为太过激动 此刻已经激活了他体内的兽神之血 变成了兽人的模样 这让灵金语回忆起曾经袭击自己的兽人 不就跟眼前的肖义才一模一样吗 原来你就是兽人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肖义才原本不想杀灵金语 奈何他发现了自己身份 所以他必须死 兽化的肖义才功力大增 灵金语根本不敌 即便如此 他还不忘从肖义才手中夺过伤心花 哪怕自己因此被打成重伤 带着伤心花顺势逃离此处 误打误撞来到一个山洞 山洞内有一座石像 石像里面射出一道绿光 将碧瑶的身体从伤心花内取出 再见故人 灵金语感受颇多 如果早知道是这种结局 当初他就应该让小凡去五八同城找一份工作 然后与碧瑶平安度过此生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此刻他已无力保护碧瑶的身躯 必须马上找到小凡 想到这里他看见碧瑶腰间的何欢灵 使出最后的力气摇响他 随即就昏死过去 与此同时正四处寻找萧义才的鬼力 发现射魂发出阵阵光芒 跟着信号一路追踪来到山洞 发现里面的灵金语和碧瑶 赶忙运功替他疗伤 与此同事鬼王如鱼而至 萧义才假装碧瑶还在手上 要挟鬼王交出天书 怎料鬼王有备而来 施法激活他体内的兽神之血 萧义才在他面前就是弟弟 毫无反抗之力 暗中的陆雪奇还以为鬼王在对他使唤 跳出去助师兄一臂之力 他们哪知道 此刻的萧义才已经变得六亲不认 转身吸收他们体内的武功 危急时刻陆雪奇一念玉剑解除危机 萧义才剑腹被受敌 一个闪身逃离这里 鬼王见兽神之躯已经形成 决定赶回镇台启动四灵血阵 复活兽神 随着鬼先生开启血阵 四只神兽瞬间化为精血融入镇眼 随着镇眼被打开 神兽的精血通过镇眼漂浮上天 同一时间无数团黑气向中间汇集 转眼就把兽神精血包裹 一个古老的生命就此诞生 凤印千年的痛苦与绝望 终于要结束了 待我再次获得肉身 我一定会杀掉所有的人 原来复活兽神除了需要四灵血阵 还需要一具完美的肉身 为了成功复活兽神 鬼王早在数十年前就开始准备 他强行让萧义才喝下兽神之血 经过数十年的培育 如今兽神之血已经跟萧义才完美融合 就等兽神夺赦他的身躯 我感觉到了是血的气味 是用我留在人间的血培育出来的祭品 此刻的消逸才有师门不能毁 犹如一条丧家之犬 凄凉而可悲 这是刚刚苏醒的兽神之魂找到他 兽神之魂首先通过心理战术击溃他的防线 然后以给他力量报仇为由侵蚀他的身体 一步步完成复活大计 与此同时以青云门为首的正派弟子齐聚十万大山入口 他们决定派遣林金鱼等年轻弟子深入腹底 田不易等长老则留下来修补封印 防止十万大山中的妖魔出来祸害人间 怎料他们刚刚进入十万大山 就遭到兽神之魂堵截 兽神之魂的强大力量在这一刻显露无遗 如今的肖一财已经得到兽神之力 即便是众人联手也不敌 好在他还留有一丝良知 并未对他这些师弟痛下杀手 原来兽神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而是那个曾经一再阻挠他复活的鬼力 回禀神尊 鬼力之前乃是清云弟子 他之前所行之事乃是奉师命而为 如今他已判处清云 是我们鬼王宗的副宗主为我派效力 还望神尊看在在下兢兢业业的份上 给这小子留一条活路 鬼王本想看在碧瑶的份上替鬼力求情 怎料什么都瞒不过受神 早已知道鬼力判处魔教 谁也不能阻止他报仇血恨 鬼力还不知道危险正在临近 正好与清云门的人相遇 看见宋大人身负重伤 联想到他曾经对自己的帮助 忍不住出手相助吸走他体内的血力 况且如今正是用人之计 仅凭鬼力一人根本无力对抗鬼王 所以他需要临近与他们的帮助 就在他们商讨如何对付鬼王时 一个不速之客主动上门 如今的笑意才已经成为兽神的打手 根本不将鬼力放在眼里 虽然鬼力的射魂也具备吞噬的能力 但是与兽神之力相比 还是相差甚远 随着功力逐渐被吸收 鬼力越来越虚弱 恍惚间往事莉莉在目 回忆其与碧瑶的点点滴滴 也回忆其死在诸仙剑下的碧瑶 让他重新获得动力 一股洪荒之力从体内爆发 反手一棍打在他的腹部 一口浓浓的大一爹喷涌而出 其中一滴恰好落在嗜血珠上 在兽神之血的滋润下 原本开裂的嗜血珠顿式恢复如初 不等鬼力乘胜追击 鬼王乘坐波音737来到他的面前 他没想到鬼力竟然有如此修为 竟然险些毁了兽神的肉身 见他冥顽不灵 鬼王正式向他下达战书 想要阻止我 就到明灵峰祭坛来找我吧 这是终极之战 也是宿命之战 从鬼王决定复活兽神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今天的真宗相对 虽然鬼力也想通过复活兽神唤醒碧瑶 但是他更明白碧瑶想要的是什么 今日站在这里的如果是碧瑶 他必定也会出手阻止父亲 动手吧鬼力 如今的鬼力不仅拥有法宝社会 体内还拥有两卷天书 外加青云天鹰两派武功 即便对上鬼王也有一战之力 可惜也正因为他对战的是鬼王 才没有获胜的机会 你以为这个法宝真的会保护你吗 我告诉你 他是属于我们总坛的法器 我要取回属于我的东西 原来鬼王早就留有后手 掌握着取回天书的手段 鬼王刚刚取走天书 九尾天狐英生出现 奈何他们实力悬殊太大 跑来也不过是送快递 鬼王看在他是自己小一妹的份上并未杀他 只是将他囚禁了起来 不过鬼力却不知所踪 没有了外人打扰 鬼先生决定完成最后一步 他要利用天书调动天地灵气 让兽神之魂与萧一财的身体完美融合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绝不能受到一丝打扰 外面护法的鬼王大气也不敢出 此刻即便是他也神经紧绷异常紧张 与此同时外面的战斗已接近白热化 曾叔叔看着近在咫尺的秦无言 向他发起最后的挑战 以往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给外公报仇 秦月就在这里做一个两段 怎料秦无言已经今非昔本 得到兽神传功 轻而易举制服曾叔叔 就连锦随其后赶来的李循也没能逃脱魔爪 秦无言一遭兽神反射 势必死无葬身之地 我知道我会不得好死 但是你却要死在我前面 秦无言的话让曾叔叔感到愤怒 报仇的信念让他再次振作起来 兄弟二人乘胜追击 多年的仇怨在这一刻得到宣泄 打得秦无言毫无招架之力 随着曾叔叔奋力一脚踹在他的胸口 秦无言被踹入万丈深渊 这一刻他没有悲伤 反而露出笑容 或许对于秦无言而言 死或许是最好的解脱吧 与此同时即将登顶的林金宇被青龙拦住 二人再次爆发惊天一战 奈何林金宇得到万剑一的真传 二人斗得旗鼓相当 为了早点结束战斗 青龙想让一旁的金平儿帮忙 怎料金平儿直接对他动手 瞬间激起青龙的怒火 顺势一把将金平儿拉到自己身边 然后重重一拳打在他胸口 待林金宇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金平儿已经相消欲损无力回天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也没把爱说出口 与此同时一个身影正跌跌撞撞走向祭台 此人正是鬼力 此刻的他已经虚弱无力 连走上台阶都深感无力 可是台上的兽神即将苏醒 碧妖 我可能撑不住了 碧妖 就在鬼力弥留之际 一只御手紧紧握住他的手臂 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碧妖 莎子 别担心 我陪你一起走下去 也许是幻觉 也许是碧妖的神魂真的出现过 在他的鼓励下 鬼力一步一步走上祭台 他今天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鬼王 可惜鬼力还是太高看自己 先前有天书的加持都没能斗过鬼王 如今又怎么是对手 险些被鬼王打下悬崖 危机时刻以陆雪奇为首的三人及时赶到 才给了鬼力喘息的机会 准备合力诛杀鬼王 逼得鬼王不得不用悬火箭抵挡 轻而易举将三人击溃 就在鬼力也即将倒下时 天空出现一朵青色的莲花 随着莲花散开 露出碧妖那清澄的容颜 爹 你停手吧 如果说这世间还有鬼王牵挂的 那定当非碧妖莫属 趁鬼王愣神的功夫 鬼力奋力一击击倒鬼王 顺势接过小白扔来的玄火箭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祭台中央 利用玄火箭封印阵营 然后进入兽神的世界 发现鬼王即将融合兽神之魂 就在兽神即将复活时 鬼力利用玄火箭再次降受神封印 击溃鬼先生与鬼王的美貌 随着兽神之魂被封印 凝聚在此的天地灵气如星星般消散 鬼力 快收集天地灵气 鬼力以最快的速度收集灵气 他又能否利用灵气复活碧妖呢 随着天地灵气被鬼力吸收 他迫不及待来到碧妖的面前 释放出刚刚吞噬的天地灵气 刹那间整个山洞被灵气冷藏 灵气化作点点星光落入碧妖的身体 紧接着鬼力拿出碧妖的法器伤心花 一朵莲花残影从中漂浮而出 缓缓来到碧妖的身体旁 被她身体所吸收 随着圆圆不断的灵力补充 碧妖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 鬼力见状蒙踩油门加大灵力的排放 在这强大的灵力灌输下 保存在荷欢灵中的碧妖残魂与肉身完美重合 进入了唤醒碧妖的关键时期 随着时间推移 鬼力释放出最后一股灵力 缓缓将手伸向碧妖的脸庞 想要去感受她的体温 手伸到一半却停在半空 似乎已经知道结局 缓缓拿起碧妖的手臂 看着近在咫尺的碧妖 难以相信会是这样的结局 突然一滴眼泪从碧妖的脸庞滑落 刚好滴落在她的伤心花上 本已暗淡无光的伤心花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鬼力惊讶的目光中 和欢灵发出月儿的声响 紧接着一朵莲花缓缓飘向半空 鬼力满怀期待地盯着碧妖的眼睛 等待奇迹发生